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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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前嫌 大家晚安 晚安 今天要讲 ��면的讲第29月 疑问品 好 這個疑問品就是有這個尾刺史 尾刺史可以說是六祖慧能大師的大護法 他是一個大官 就是由尾刺史來護持他 所以以後就不會再有惡黨 不再有一些人來欺壓 逼迫甚至追殺 惠能大師 那尾刺史呢 他對於 惠能大師提出了一些疑問 那這些疑問呢 也是很重要的問答 惠能祖師的回答 就成為一品叫做疑問品 一日尾刺史 這一品主要就是要談這個 功德 就要談什麼是功德 我們一般人修行 就是所謂激功累德 我們道場中 大家也都有這樣的一個修行的觀念 激功累德就可以消冤解液 這是很多人共同有的一個羞恥觀 我做什麼好事啊 總是有功德嘛 不會白做的 就怕白做 所以梁武帝啊 他問達摩祖師 說 我一生造勢度生 一般來講我們 布施一般的眾生 不如布施一個出家眾 出家為生 那麼你度化一般的眾生啊 不如度化呢 這個眾生啊 來出家 出家為生 解脫生死 那個時候是這樣的 道還是降 道還沒有降在火宅 道降師魯的時代 所以他出家為生啊 當法師的話 當禪師也好 當禪師也好 當律師也好 所以功德最大 造寺廟也是啊 不能光度人出家 要造寺廟給他們修行 也不能光有寺廟給他們修行 還布施社齋 還布施他們生活依據啦 醫療啦 衣食住行啊 還有社齋供 供養他們 所以都做權 為出家人的這個 供養啊 奉侍啊 都做權 這個照理說應該是 功德最大的 功德最大的 因為你等於說是在這個 這個 黑暗的大地上啊 點亮了很多的明燈 不只是明燈啊 寺廟造起來就好像燈塔一樣 像燈塔一樣 指引人光明的方向 所以南朝 484 多少樓台 煙雨中 梁武帝他造的大廟啊 成百上千的 而且都不是普通的廟 都是像佛光山這種的 像這個中台禪寺啊 佛光山啊 法谷山啊 歷史性的建築啊 然後不是造一座兩座啊 造了幾百座 你看這個功德多大 然後度的這個 度化出家的這個出家眾啊 也不知道有多少 他們那個時候的叢林規矩很嚴的 出家修行的話呢 都是經過嚴苛的訓練 不是說出家有飯吃 有個地方念佛就好了 而且呢 梁武帝啊 他還 創造了出家人 吃災的 這樣子一個法統 一個戒律 因為在印度 出家人是不用吃素的 就吃三淨肉 就是不會說 這個活生生的抓來宰殺 要三淨肉 師父來我們家 我殺個雞招待你 這個他不吃的 但因為那個環境因素嘛 所以到現在在 在這個 小聖佛教在泰國啊 在這個柬埔賽啊 高棉啊 這些地方 都沒有 都沒有這個吃素這回事 都是肉食的 到中國就是因為梁武帝的關係 梁武帝集結了 所有的出家眾啊 還有學者 學生啊 學生的意思就是說 有學問的出家人 集合起來辯論 最後呢 贊成吃素的 吃災的這一派戰勝 變贏了 事實上出家的戒律裡面 沒有吃素 為什麼 因為以前出家人 是要脫波的嘛 那個時候吃素的人太少了 你怎麼要得到素食 所以 所以後來 所以出家的戒律裡面沒有喔 那有一條戒律 所有佛陀的戒律裡面只有 在家菩薩戒 所以佛陀是很通安人性的 那也很了解整個生活的一種 有很多生活上的一些 民情啊困難啊 他不會說做一些違背 違背情理的一些戒律 他知道出家人要吃素太困難了 所以呢 在家人有 在家菩薩戒是要吃素的 受在家的菩薩戒教 像以前後學就是受在家菩薩戒 因為在家人自己可以控制飲食啊 後來就變成梁武帝規定 出家人要出家以前要先受在家菩薩戒 這是中國的出家人才有這樣 所以我們不要以為說吃素是出家戒不是 是在家戒 在家菩薩戒 要當菩薩一定要吃素的 所以你說梁武帝功德大不大 當然很大啦 但是達摩祖師卻說啊 實無功德 沒有功德 這個問題可大了 因為偽次使就做這些事啦 他就是為六祖會能 造勢度生布施設齋啊 他不是就在這邊為施設大會齋嗎 對不對 一開始就講他為祖師設了大會齋 大會的意思就是說 這些生泥大會 比丘比丘泥集合起來 像我們說大法會 然後用很豐盛的齋供 供養這些法師啊 這應該是功德很大的 結果呢 他就想到說 我做那麼多的事 花了這麼多錢 會了那麼大的事 但是呢 梁武帝做的比我還多幾千倍幾萬倍 沒有功德 那我做起不就沒有功德嗎 他是繞個彎子來問六祖會能啊 我做這些事有沒有功德 簡單的說 所以這個偽次使就覺得 沒辦法了解啊 沒辦法通達此理啊 那這樣子我們幹嘛要做呢 沒有功德我們幹嘛要做呢 就像我們說我們捐錢到道場裡面沒有功德 誰要捐啊 或是我們堅權去普渡眾生沒有功德誰要捐啊 上次這次這個大海嘯 後學在這個 我自己的道場小道場 來募捐啊 贈災 就有道心問啊 欸 等一下是這個贈災的功德是怎麼樣 我說實無功德 但是不做的話呢 會損功敗德 因為我們剛好有管道可以直接到印尼去 直接到印尼有一個道心啊 是發一重德的 他媽媽 不是那個那個那個一位李典燃師 發一重德李典燃師 因為他女兒都在後學這邊接近了 然後那個李典燃師 這個德性很好很慈悲 他在那邊開荒十幾年了 他們有後學到那個雅琪省去開荒 結果 那個道心啊 還被大海嘯來的時候還被捐走了 昏迷的三四天醒過來發現自己跟一群屍體飄在一起 已經變胡屍了還醒過來 上天要救他 所以 後來他就 就遊上岸了 路上 還救了好幾個人 所以有這樣一個因緣 所以後學就發動募捐 反正那邊有人嘛 有點可以直接把這個 賬款 贈災款 送到這些災民的手上去 所以就知道人性是 你說實無功德 他還是要 我們不要以為說 做好事沒功德 大家就不做了 做好事哪需要功德 這是天性嘛 你不做就損功德啦 你不做不行啦 你看到一個人掉到水裡了 救這個人有多少功德 沒有功德不救了 救他可能沒有功德 不然不救他你 你 事實上我們功德啊 本質具足 哪個人不是活在功德海裡面 就是因為你自私自利 所以說損功德 今天沒有得功德的問題 只有損功德的問題 功德不需要得的 功德本質具足 但是你可以損掉自己的功德 損功敗德 像梁武帝 他如果不做這些事 就損功敗德啦 他當皇帝啦 他應該做這些事 他不只要做這些事 他要做的事可多的 他可以做的事 他要做的 必須做的 應該做的 責任上必須要擔負的 太多了 不只是肇事肚生啊 安邦定國 齊家治國 這都是他的責任啊 他可以做不好 但是不能不做 你要努力的去做 這有什麼功德 沒有啊 他已經活在大功德裡面了 所以我們要知道啊 行一切的善 不思慈戒 這些都是本分事 你做 你不要怕沒有功德 因為功德本質具足 我們不要貪求什麼功德 功德本質具足 不要損壞他就好 好這時候祖師怎麼回答呢 四月實無功德 祖師說啊 實無功德 勿以先聖之言 不要懷疑呢 過往聖人所說的話 五弟心邪啊 不知正法 這個梁五弟呢 心有了邪見 不知道正法 沒有智慧啊 不知道正法 肇事肚生 不思色哉 名為求福 不可將福便為功德 這些呢叫做求福 求福報啊 求福報有沒有呢 有啊 但這個不是功德 但功德是兩回事 你做這些 你不會白做的 會有福報 但是你要那麼多福報幹嘛呢 你已經當了皇帝了 你要那些福報幹什麼 你有福報 但是你沒有德 你銷售不了啊 我們常講說無福銷售 就是這樣 銷售不了的 你像英國的戴安娜王妃 他有福報他銷售不了啊 死於非命 這就是沒有功德 有福報沒有功德 銷售不了 太多這種例子了 有福報沒有功德的太多了 你有錢有事你銷售不了 推不得了 銷售不了 梁五弟最後怎麼死的 餓死的 絕食而死 他被人家叛軍唯成啊 絕食而死 有福報啊銷售不了 他的福報很多啊 花不完的錢 但是呢 沒辦法花 這就求道福了 可是只有功德啊 才可以啊 銷售解業 才可以銷售解業 福報是不能銷售解業的 福報只是累積在那裡而已 而且老實講我們用不著那麼多福報 要那麼多福報幹嘛呢 所以不可將福變為功德 這要分清楚 福報和功德是兩回事 要認清楚我們修道是要修的是功德 而不是福報 修的是功德 要了解 什麼是功德 功德在哪裡 怎麼樣獲得 怎麼樣維持 這個要了解 那功德是什麼呢 功德在法身中 功德就在你的法身之中 諸佛的法身也就是我們的法身 所謂諸佛法身 入我性 我性同共 如來合 合同 諸佛法身 是什麼呢 就是我的靈性 所以功德就具足在我的靈性之中 具足在我的靈性之中 所以我們當你認識本性的時候 你就看到無量功德 就會看到無量功德 所以要民心見性 見性就是見到什麼 無量功德 不可思議的無量功德 什麼是功德呢 我們不要以為說 功德 就是 亭台樓閣 推金相遇 子孫滿堂 奴仆成群 那個不是功德 這個 也是西天祖師講的 馬民菩薩說的 我們眾生有一個煩惱 就有一個功德 功德就是要破煩惱的 你有錢能破煩惱嗎 有地位能夠破煩惱嗎 你看那個 剛才講戴安娜王輝的兒子 哈利王子 你看 吃肉的行不行去穿那個 納粹的衣服有沒有 鬧得天翻地覆 那就是有煩惱 他生活很好的很煩惱 他就穿上納粹的衣服 然後喝酒狂歡 這樣可以送 這個 這個就是煩惱 有福報沒有功德 破不了煩惱 所以我們有無量煩惱 但是有無量的功德可以破煩惱 在哪裡就在法身之中 所以你沒有看到自己的法身 法身就是你的生命的實相 我們光看到這個肉身 光看到跟這個肉身有關的一切 不認識法身不認識本性 所以呢 無量煩惱都沒辦法消除 你有再大的福報 煩惱一樣都消不了 推來推去而已 你可以在享受福報 可是煩惱都還在的 冤夜都還在的 消不了 痛苦的不得了 尤其你越有錢越有事 你的人際關係越複雜 其實後學在看 所有的煩惱大部分都來自於人際關係 你們仔細想想看 帶給你煩惱最多的是什麼 就是人嘛 尤其是身邊的人 那你說有錢有事的人 跟他有密切關係的人 太多了 太多了 而且非常的密切 你看陳水扁和謝長吉那個關係 很密切對不對 我們會跟一個朋友的關係 那麼密切嗎 不會啊 那麼複雜 對不對 那麼複雜 一時餘量 長匾之爭 現在變成長匾合作 都很 多微妙啊 多複雜 真是有錢有地位的人就會這樣 所以說呢 你福報是不能消除煩惱的 只有功德可以消除煩惱 而人活著 活在世間就是要免於煩惱嘛 簡單的說 你以為 我有錢就沒有煩惱了 我有地位就沒有煩惱了 我成功就沒有煩惱了 沒這回事 你沒有功德啊 你就活在無邊的煩惱之中 所以眾生有無量煩惱 就有無量的功德 就有無量的功德 在哪裡 就在法身之中 好 要怎麼樣讓功德出現在你的生命裡面呢 功德我們知道啊 就像眼睛 可以 明照一切 但是 百分之百看得見 耳朵百分之百聽得見 可是你閉上以後就百分之百看不見 你塞上以後就百分之百聽不見 同樣呢 功德是百分之百的 可以消除煩惱 但是你沒辦法展現出來 就像眼珠你不讓它展開來 展開發揮它的功能 因為我們的教育裡面沒有教你怎麼樣子去 把你的功德給釋放出來 有 但是沒有成為主流教育 什麼呢 叫做 治良知 這是誰講的 孟子說的 治良知 格物治之 要治良知 要把你的良知良能釋放出來 這個就是功德 這個就是功德 這個呢 就能夠 解脫一切的困難 超越一切的障礙 再來我們看看 輝能祖師會告訴我們 怎麼樣子把這個功德呢 展現出來 讓你的生命啊 就活在功德之中 而不是活在 福報 或者是 無福 多福 多福 少福 無福 大部分都是這樣 福報多福報少 甚至沒有福 沒有福報 那個都並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要活在功德之中 一般人追求的都是福報 一生追求的都是福報 一生追求的都是福報 那福報呢 中國人就比較聰明 就把福報啊 不要講一些空洞的話 愛情啦 吃喝玩樂啦 這些東西都 問題很多 福報具體化以後 又變成金錢 又變成金錢 金錢再具體化一點 因為金錢是動產 所以動產就是會動來動去 好可能會流失掉 再把它變成什麼財產 對不對 金錢更具體化變成財產 所以 哪一大堆房子 自己就是睡一間而已 中國人的方式就這樣 那只有福報 福報就變成財產化 一點用途都沒有 只有子孫在搶那些財產 煩惱得不得了 都是這樣子 你看看哪一家子 不是一大堆房子 然後子女為了這些房子 鬧翻 這個撕破臉的 都是這種例子 沒有房子沒有這些問題 台灣人都在在這裡 所以說要活在功德之中 不要活在福報裡面 福報不是幸福 功德才是幸福 所以我們要認清楚 不要人生的方向 修行修理一輩子 還是追求福報 還是想說 我做這麼多好事 上天會賜給我多一點 說穿的就是多一點財產 簡單的說 多一點財產 那這個是 大錯特錯了 方向搞錯了 搞錯了 方向搞錯了 最後還是煩惱 那道就會越辦越小 為什麼 因為你追求福報的人 你不能解決說煩惱的 所以你修了一輩子 如果都是追求福報 你就是滿臉的煩惱香 不管你做了多少 那個臉就是煩惱像 修行給人的感覺就是要 滿臉都是那種 解脫光明像 滿臉煩惱像是要跟你修 硬把道給扮小了 氣象都扮小了 因為方向抓錯了 方向抓錯了 好像骨頭接錯了 那個 骨頭塞技術不好 跟你接錯了 煩惱的不得了 我看很多道卿 都是這樣子 滿臉煩惱香 為什麼 因為修行的目標還是在追求福報 根本不了解什麼叫功德 追求功德 他也以為自己在積功累得 根本不了解什麼叫做功德 什麼叫功德 看看主事告訴我們 什麼叫做功德 要認識清楚 什麼是功德 要修了一輩子 都是在追求福報 不曉得什麼是功德 詩又曰 見性是功 平等是德 念念無知 常見本性 真實妙用 名為功德 什麼是功呢 見性是功 見到本性就是功 所謂是功 什麼叫功 功就是 我們說 有功用啊 有功效 功效 功用 功能 簡單的說 要有用途 對不對 要有用途 叫做功 這個世間 什麼東西是有用的 什麼東西可以讓你真正的離苦得樂 就是見性 只有見性 沒有別的 見到你的靈性 為什麼說見到靈性才可以離苦得樂呢 人生所有的痛苦啊 都是執著這個肉體 只知有肉體 不知有靈性 知道 就是一個概念而已 沒有真實的受用 關心的就是這個肉體啊 對不對 肉體有什麼好關心 眼看著他一天一天老去 一天一天補去 簡單的說 就跟花一樣嘛 一天一天枯萎掉 無可遏止 無可遏止 最近我發現很多 我在這個 螢光幕上 電視上面看到很多那些名人 發現他們 臉的上半部都不會動 也沒有皺紋也沒有表情 為什麼打那個肉毒桿菌 肉毒桿菌打下去都不會動 只有下半部有表情 你們仔細去看 上半部都沒表情 那有什麼用呢 就可以知道要花大錢 去打這個肉毒桿菌 就是希望能夠不要老 就算當木頭人也沒關係 不要老 還是老 所以有這個肉體就有煩惱 就有煩惱 他會生病 你如果認為肉體就是我的一切 肉身就是我一切 他會生病 他會冷 他會熱 他會老 他會緊張 他身體會分泌很多的激素 會緊張 會憤怒 會恐懼 會焦慮 最重要的是 他會死 他會死 他的時間有限 他會死 而且他受很多的限制 他受很多的限制 但是你的靈性是不受任何的限制 而且不會死 不生不滅 不會污染的 不夠不盡 而且怎麼樣 具足一切的功德 不爭不減 所以說呢 你要見到本性 才可以有真正的功能出來 有什麼功效 讓你真正活在 光明自在快樂之中 我們人生做一切的努力 得到的都是苦惱 對不對 人生最後 你再怎麼拼 苦惱就寫在你的臉上 自己心知肚明 人生的苦惱是越來越多的 隨著時光的累積是越來越多的 越來越複雜 越來越沉重 人生的步伐越走越沉重 就是無效 你的努力都無效了 對不對 你見到葫蘆獸 有什麼用呢 見到功明利路有什麼用呢 是功嗎 沒有用的 只有見性才是功 你見到靈性你就不怕死了 不怕苦不怕窮了 什麼都不怕了 為什麼那些聖人 連死在十字架上都不怕 為什麼我們到場的前輩 殺頭槍壁都不怕 為什麼 見性了嘛 見到靈性了 見到靈性就知道了 我不會死的 不生不滅 我不會污染的 我不會缺乏的 我具足福德智慧 我不會缺乏 人怕的就是這個 怕老 怕死 還怕什麼 怕沒有 怕貧窮 怕沒有這個沒有那個 怕金錢上的貧窮 怕健康上的貧窮 怕人際關係的貧窮 沒有人愛你 對不對 有的人很有錢很有地位 沒有人愛你 沒有人愛你 因為你習性太壞了 他看到你就難受 候選那邊有個新道心 新道心一進來 嚇人啊 走過去跟摩西風 紅海大家都閃到一邊去 凶誠惡煞 一刷人 到這個程度 還有道心 閃不及就暈倒了 你看 哇那麼煞 你看 老是接觸一些神壇 什麼的 全身都是煞氣 所以 要見性 見到靈性 見到靈性才可以去解決你生命中所有的問題 我們人生中最大的問題 我們都是在解決小問題 都在解決小問題 解決不了大問題 大問題一直好像大火在燒房子 你還在那邊整理家裡一樣 你問題大的問題你沒辦法解決 你看現在口渴的問題在解決 像釋迦牟尼佛的形容 所以有一個人被老虎追啊 然後 然後跑到一個斷崖跑不掉 他又 剛好有一條 有一條這個 藤條啊 他又抓著 懸在懸崖旁邊 懸崖下面老虎就咬不到他了 他不能爬上去 爬上去老虎在那邊等他 他懸在那裡 然後 這個時候呢 有一隻黑老鼠 一隻白老鼠 在這個懸崖的洞旁邊 在咬那根藤條 黑白無常 不久那個時候就斷掉了 對不對 我們人生也是啊 對不對 家裡面沒有老虎也有母老虎 要不然公的老虎也有啊 下面還有一堆小老虎 你就 搖搖欲墜啊 然後黑白無常 一直一天天老掉了 對不對 就像這樣 一線相親 很多人 這個譯喻很好耶 很多人活著就這樣子 僅僅抓住一條繩索 是不是 放手也不行 爬上去也不行 就搞定在那裡了 上下不得 然後呢 而且不能永遠待在那裡 因為黑白無常 黑老鼠和白老鼠在咬繩子 吃早給他咬斷掉 但是我口很渴 突然間看到 這個 銜來壁上呢 欸有一個野花 長了一個果實 很努力的跑過去 把那個果實用嘴巴咬 咬下來吃 哇好甜好好吃啊 這就是人生 人生就是嘗到這一點甜頭 是不是 就是人生 哇賺到一點錢了 是不是 哇 交到個女朋友了 哇 這個做了一件事情 做成功了 得意一下 就是這樣子而已 大問題不能解決 大問題不能解決 真正我們內心深處的大問題 就是要超生療死 這個只有見性可以解決 不要小看見性是公這四個字 一定要認識清楚啊 我們一天到晚講要民心見性 民心見性是很容易的 可是我們不願意去見 對不對 我們寧可一見發財 一見大吉 是不是 無常很好笑 一見大吉 寧可看到有什麼發財知道 不曉得見性才能夠解決問題 不能解決的 暫時緩解一下而已 舒緩一下 如果你見到本性了 你生命的大問題就解決了 第一個 不生不滅 超出生死輪迴 最大的問題就是生死輪迴 黑白無常 那個兩隻老鼠不見了 黑白無常 破解掉了 第二個呢 你有無量的光明 你靈性有無量的光明 你根本不用怕老鼠啊 怕老虎啊 你可以大大方方爬上去 老虎都可以你化得掉 老虎都可以化得掉 所有一切的淵液都可以化解 你可以把你的先生太太小孩 這些人際關係都處理得很好 大德敦化 只有靈性可以化解 用什麼方法都沒有用 這個靈性可以化解 今天才有一位道親 跑來找後學 他跟他先生相處得很不好 苦惱得不得了 跟公公婆婆也相處不好 四個小孩 都處不好 那是大苦惱 十幾年來心裡想的只有一件事 就是要逃走 又逃不走 那個王把他綁住了 逃不走 用盡各種方法 他也上各種的成長團體 學各種的那個 也學很多的什麼溝通的方法 等等的 不能解決這些問題 為什麼 沒有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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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見性 才可以解決 才可以把他這種 恩怨情仇 可以化解得掉 平等是德 什麼是德 剛剛講 功就是有功效 德就是什麼 德就是要能夠受用 德者得也獲得 德就是要能夠受用 要能夠受用 受用這世間的幸福 幸福的滋味 我們人事實上是活在幸福之中的 幸福的大海裡面 叫功德海 但我們不能受用 為什麼 沒有平等 沒有平等 如果你平等 你的心是平等心 你就絕了 無上正等正絕 人心最大的問題就是不平等 什麼叫不平等 我是我你是你 不平等 看不到我的生命和整個一切眾生 還有整個世界 是平等的 所以平等不是我跟你平 而是我跟你合同的 不餓叫平等 但是你沒有見到靈性的人 你沒辦法體會的 你覺得我的肉體和你的肉體是兩回事嗎 和桌子椅子 天地日月 怎麼可能合呢 怎麼可能合同呢 不可能的 可是見到靈性的人 就知道了 就知道靈性是相通的 靈性不只跟人心相通 而且跟天地宇宙一切鬼神 全部都相通 融合無間 好像水滴在 好像水滴滴在這個 這個杯子裡面 馬上跟這本杯水混合在一起 根本看不到距離 根本看不到距離 生命的實相就是靈性 死人也有身體 沒有靈性就沒有意義 所以主要是靈性 但我們不了解靈性 你要了解靈性 要見到靈性 你就會發現呢 靈性是無遠伏界的 瀰漫六合的 所以在靈性的前提之下就平等 你就不會再去分你你我我 這個平等不是說一種想法 一種實際的覺悟 所以正等正覺 真正的平等才能夠真正的覺悟 這個時候呢 你就能夠得 你就能夠真正的獲得 真正的受用 真正的受用 受用諸佛的大功德 你就會感受到那種大樂 真正的快樂 人生事實上就是要離苦得樂 今天才有道清跟我講 所以我點的是 痛苦和快樂是不是雙胞胎 我說你這句話我還聽不懂 他說我老是覺得痛苦和快樂是在一起的 有痛苦才有快樂 我說你說對了 沒有錯 我說快樂有兩種 一種快樂是與生俱來的 平等 平等是得 一種快樂就是得 你得到什麼就得到快樂 不用沒有人跟你爭的 得到大快樂 叫做巨聲大樂 但是一般人不了解這種大樂 對 嬰兒 他多少有一點 還沒有完全成熟 就好像小孩子還不會走路一樣 可是他具有走路的能力 他將來遲早會走路 嬰兒的巨聲大樂呢 有 但是我們就是中風癱瘓 雖然有四肢 有巨聲大樂 可是完全不能動 那嬰兒是正在發展中 可是我們 隨著我們的教育裡面沒有發展這個部分 所以破壞掉 而世間的人呢 為什麼人總是要追求快樂 沒有人追求痛苦 為什麼呢 因為你本來就是活在大樂之中 所以你一定也想要去追求快樂 天性如此 但是我們得到快樂都是什麼 知道嗎 還有第二種快樂 第二種快樂叫做什麼 痛苦的減輕 那不是快樂 那是痛苦的減輕 比方說口很渴 喝到水了 哇 好爽啊 是不是 或是說你背一個100公斤重的石頭 爬到山頂 把石頭放下以後 哇 好輕鬆啊 那你不要背它就好了 那我們人生就是這樣啊 你拼命的追求 好辛苦的追求 最後得到了 欸 你快樂了 而且呢大部分是追求沒有結果的 得到了才有快樂 所以痛苦有時候會減輕 為什麼 因為你得到你要的東西 所以痛苦減輕 這時候就快樂 痛苦消失的時候 快樂就現前 所以那不是真正的得到快樂 那只能說是痛苦消失 暫時的消失 可是痛苦是怎麼發生的呢 有求皆是苦 痛苦的發生就是追求來的 我們人總是以為 我要追求到這個就有快樂 追求到那個就有快樂 於是你就活在痛苦之中了 生命的本質應該是快樂 就是我們不信 我們從小受的教育就是要你去追求 追求幸福 念念無知 常見本性 真實妙用 名為功德 見到靈性了 其心平等 見到靈性就能夠平等 因為靈性的特質就是平等 就是和一切眾生平等無二 這是靈性的特質 然後你就會發現自己得到無量的安樂 於是呢 從此以後你就會念念無知 不只是活在快樂裡面 不只是活在快樂裡面 安樂之中 而是呢 念念不停止 不會轉念 念念不停留 不會停滯 常常見到本性的真實妙用 本性不是光在那邊 享受安樂而已 它有真實妙用 它不是沒有用的東西 它會產生真實的妙用 而且我們常常見得到 所以講功德 名為功德 真實妙用 可以讓自己離苦得樂 也可以讓一切眾生離苦得樂 離苦得樂就是德 有效的完成叫做功 所以從苦到樂 這就是功德 簡單的說 而且真實妙用 實實在在的有這個效用在 內心牽下是功 外形與理是德 好 現在既然知道見性是功 問題是要怎麼樣見性 要怎麼樣見性 內心牽下就能夠見性 謙卑低下 也就是說 其實性啊 堅信不是說它一個對象讓你看到的 不是 我想想看要怎麼樣去批語 所以氣者不利 好像你踮起腳來 你沒辦法站久的 對不對 踮腳能站多久 一定是落地以後才能夠站得久 見性就像這樣 你不要踮腳 你就可以站得穩 對不對 那 你不要自我 你就見到性 見到本性 我們人 我們人就不能謙卑低下 為什麼 自我 這個自我 不是與生俱來的 是我們人類的文化 裡面的一個著流 暗流 是一個不好的潮流 就是肯定自我 發展自我 所以所有人都很自我 為什麼要對你謙卑低下 為什麼要讓你簡單說 謙卑就是不爭嘛 就是不爭啊 這個下就是 我低下 我低心下氣 我不跟你爭 但是世間的人都剛好相反 就是要爭 就是要爭 我就曾經跟一個苦惱的家庭主婦 講 你想想看你的人生 你在佛堂裡面好好待一天 想想看 我發現 所有人的生存模式 大方向都是什麼 其實我們人活著就是跟人相處 從小就要跟父母兄弟相處 跟師長同學相處 長大以後 跟先生跟太太相處 再跟自己下一代相處 再跟同事相處 跟長官部署相處 大概就是這樣 在一個人際關係的模式裡面 但是呢 大部分的面對人的時候 因為人活著不是光面對自己 面對人 你身邊有一堆人都嚴重的影響到 面對人的時候 他考慮到就是 這個人對我是利多還是利空 考慮到是這個 我跟這個人交往有好處嗎 這個是現在 我們人類文化的一個很錯誤的一個方向 變成一種風氣了 父母親也是這樣深叫 看這個人 或是我加入一個團體 對我有什麼好處 對我有什麼好處 你絕對不會想說 我看到這個人 我對他能夠幫助什麼 沒有人這樣想 這個人對我有什麼好處 我能夠 他對我是有幫助的還是有損害的 如果從這個角度來看的話 很少人會孝順父母 因為父母親都已經 叫做利多出盡了 剩下就是空了 那老徽啊 連好處都沒有 剩下就看你明下有沒有財產會留給我 如果財產很早就給子女的 那就完蛋了 在這樣子的一個 焦薄的風俗 價值觀念之下 誰要孝養父母 現在很少人要孝養父母 那你父母能怪嗎 怪子女這樣子 不能怪他 因為你自己就是這樣子的人嘛 你就是這種觀念嘛 這種觀念有意無意 整個社會的觀念就是這樣子 就是考慮說 甚至我們還要教導子女 你交這個朋友有什麼好處啊 對不對 交這個朋友有什麼好處啊 這就是社會的普世價值觀念 就是到底他有什麼好處 有什麼好處 對你有什麼好處 而且這種好處都是站在一種 厲害關係上面 這是第一點 第二個是什麼 短兵相接的時候 人與人之間直接相接觸的時候 夫妻之間親子之間 兄弟姐妹之間 同事之間 只要有厲害 只要有厲害關係 一旦產生共生體發生以後 考慮到是什麼 誰能夠抓到主導權和支配權 就是這樣子啊 我要主導啊 你要聽我的 我不要聽你的 要得到主導權 這是小孩子用哭鬧的方式來主導 大人就用打罵的方式來主導 對不對 夫妻之間也是一樣啊 用爭執鬥爭啊 就變成活在鬥爭之中 因為爭主導權 爭主導權 就活在鬥爭之中 所以人與人之間就永遠在緊張的鬥爭之中 還有考慮厲害啊 我能得到什麼好處 還有我怎麼樣爭到主導權 多可怕啊 這樣子一個 模式一旦建立起來以後 你一生都是苦惱緊張的 而且下輩子要繼續下去 因為一生都是這種模式 成型啦 成那個模式 整天想 我能得到什麼好處 我怎麼樣得到主導權 在跟我身邊的人之中 我不要被支配 我要去支配別人 我要主導 我要佔優勢 對不對 甚至連結婚說 衣服還要壓在 別人的衣服上面 不要去找阿羅隊 就爭這個主導權 也許給你爭到主導權 你強勢了 但是呢 對方不會有福氣 很多就是這樣 父母親很強勢 子女很弱勢 到最後子女強勢起來 或者先生太太 我就看過啊 我們一個鄰居 老佛亞兩個夫妻倆 先生很強 才幾年而已就轉過來 我幾年前剛搬到慈缸的時候 先生說話很大聲的 經過這四五年 她太太說話很大聲 女人都是到最後啊 女人叫二眉妖 二眉妖就是日本人的說法 就是到最後她贏了 她完了撐到最後啊 女人又活得比較老 比較強壯 最後她贏了 所以大部分那種大男人到最後都被 都被這個虎姑婆給壓住了 修煉成精啊 就真個主導權 一輩子就這樣過去啦 多可怕 就這樣過去 下輩子還要繼續 你的鬥爭的對手 最後還要跟你綁在一起 為什麼 因為你的生命的財 資料庫裡面都是她的資料 都是這些人的資料 對不對 都是這些東西啊 所以你轉世的時候 一定還是在一起 還是以這種模式一直活下去 而且越來越卑鄙 越來越下流 一定是這樣子 鬥爭的手段越來越下流 好像我們台灣的政黨鬥爭一樣 不擇手段 所以 無法忌 功都不見 見不到本性 內心謙下 本性就現前 你去爭啊 就失去本性 你爭到了 失去本性 多可怕 你爭贏了也是一時之贏 生命是永恆的 甚至我這輩子贏你 他下輩子要贏回來 我年輕的時候贏你 我老的時候贏回來 我就算一輩子都輸你 我下輩子要贏回來 一定是這樣子 對不對 一定是這樣子 所以無休無止 就是因為不懂得簽下 不要小看簽下這兩個字啊 為什麼易經的簽卦是 諸卦之王啊 所有的卦裡面最好的 因為只有簽下 才可以見到本性 才可以見到本性 《金剛經》裡面講 得誠於忍 得誠於忍 所以無聲法忍 得誠於忍辱 要能夠忍辱 忍辱就是謙卑低下 能夠忍辱 能夠忍辱 就讓人家騎到你頭上去 又怎麼樣 他騎到你頭上去 他贏的是表面 你被踩在腳底下 你輸的是表面 贏的是裡面 為什麼見到靈性 見到心地 但是是心甘情願的 不是說被壓落底以後 充滿怨恨的 隨時準備還擊的 不是 心甘情願的 不要去跟人家爭 那種不爭啊 胡為不爭故無有啊 人生最大的痛苦就是有啊 怨有 就萬壇 我看如果台語歌都充滿萬壇 有沒有注意到 代表台灣人的心聲 不是萬魂 就是萬壇 夠狼丸 要不然就是自己怨恨別人 就是這樣 為什麼就是爭出來啦 對不對 爭輸的 就萬壇 爭贏的 被人家萬魂 就是這樣子啊 就永遠都活在怨恨之中 只有不爭才能夠無有 你如果活在怨恨之中 不管是別人怨恨你 或者你怨恨別人 你怎麼會見得到本性呢 不會 見不到本性就沒有功了 就沒有功了 就是活在一團的亂鎖裡面 就剛才我講的 人生永遠是這樣 生生世世都是這樣 就整天考慮的就是 能不能得到什麼好處 整天想 孝行啊 有時候得到有時候失去 得失之間 再來就是人與人之間 就活在激烈的鬥爭之中 壞習慣養成 一直在爭主導權 一直在爭主導權 這個壞習慣養成 吞不下那口氣 簡單的說 我就跟你鬥上 就會跟你鬥上 就對上了 有的來鋼的 有的來柔的 手段進出就是那些鬥爭 多可怕 生生世世就這樣下去 結果唯恐呢 被人家騎到頭上去 內心牽下之功 所以要見到本性 不是說 哇我在那邊守旋 我看到一團光明 那天候學到這個 三峽靈影室去講課 就有一位道親 起來問 說鼎安斯 我在守旋的時候看到一團靈光 這是怎麼回事 他心裡想到的答案早就想好了 就是看到靈性的光 想到已經想好了 我說那個一團靈光 那一個對象 你如果執著那是好的 你沒有去改變自己的生命習性 沒有牽下嘛 對不對 沒有謙卑低下 然後你覺得自己看到一團靈光 覺得自己很了不起 到時候呢 我們上堂課講的 陰靜現前 到時候死的時候陰靜現前 你就會看到一團靈光 然後你就覺得自己成就了 結果一頭栽進去 結果那一團靈光變做幾顆賽 他聽得好氣喔 因為我看他那個樣子 就知道他是一個 很自大的人 自以為自己修得很好的 他聽得好聽 聽得好聽 變成他的一團靈光 變成幾顆賽 哇 後來在吃飯的時候看到我都不講話 呵呵呵呵 所以 內心千下之功 這是很重要的 絕對不要認為自己修得很好 飄飄欲舉 覺得自己知識多好 口才多好 那個都不實在的 你要謙卑低下 這很實在 短兵相接就知道了 對不對 你要處處要站盛面 處處要站上風 要贏人家 那個就見不到本性 絕對見不到本性 一定是內心千下 但內心千下不是整天低頭挨罵的 外形於理 內心是很千下 內心是不跟人爭的 那麼外面呢 行於理 這叫德 表現出來的是一種理 這個理講的就是對人的一種尊重 和氣 所以理之上 和為貴嘛 我們不是上這個 論語上面講的 最好的理就是和 和為貴 不是理不是說 哇我 兵兵有理要 要求別人要 要守一套硬邦邦的禮節 不是 而是能夠和為貴 那什麼樣和呢 怎麼樣最和氣 當你覺得這個人對我很尊重的時候 自然 祥和之氣就出來了 對不對 我們人最討厭啊 最討厭人家對我們不尊重啊 像這次後學 帶這個 我們自己的青少年班 到台北去 台北二日遊 然後 那個司機 台北有一車啦 石缸有一車 那這次我 岳父岳母都有去 然後那個台北那輛遊覽車的那個 那個司機啊 第一天和第二天不同 我岳母就 看到那個 就第二天就跟我講說 喔 喔 這 第二天這個 這個文獎 比較好 秋桃秋餅 注意喔 人很重視這個 秋桃秋餅 那前一天那個就幾個兵 這樣結帥結帥 看了就 氣氛很壞 他也沒惹你啊 可是他沒有 他好像不尊重你的感覺 啊 所以 這個行於禮 這個禮很簡單 就是 啊 給人一種 我很尊重你 我很尊重你 很尊敬你 對你 對你很有禮貌 這叫外行於禮 這就是德 所以不要認為自己很有功德 啊 你能夠簽下有禮 簽公有禮啊 簽公是自己的 然後展現出來就是有禮 那這個禮呢 不是自認為自己很有禮貌 然後一天到晚批評人家沒有禮貌 而是別人覺得你很有禮貌 啊 別人覺得你很有禮貌 啊 很尊重人 秋桃秋餅 是啊 後來這邊有一位道琴 她的 公公婆婆就說 喔 我們那位媳婦啊 自從說來到你這裡上課以後 現在也笑頭笑臉了 以前好像萬事無人一樣 好像欠他幾百萬 這就是外行於禮 這個德就出來 一般人重視的德 不是你說 哎呀 你都有德 你書讀的多好 啊 你的境界多高 她重視的就是這一點啊 對 就是剛剛那個公公婆婆 講她媳婦的 秋桃秋雲 啊 還是好像欠你幾百萬 就是那種感覺 那種 那種 這是很實在的 有外行於禮 要有功德 這就是見到本性 所以性 不是一個對象 不是你說 它是一團靈光啊 它是一個境界啦 它是看到先佛菩薩的啦 那個都不是見到本性 見到本性 實實在在的就是 內心牽下外行於禮 這時候本性就出現 它就有無窮的妙用會發生 自性建立萬法之功 心體理念是德 好 進一步的講 你如果能夠內心牽下的話 你就會發現什麼 自性建立萬法 自己的本性啊 可以建立萬法 你就會發現啊 世間萬法呢 全部都是 都是依靠這個自性而建立 都是建立在這個真如法性上面 所以什麼叫做真如法界 真如不只是一個靈性喔 它是法界 它是整個世界 一切法 它是萬法安利的一個宇宙世界 真如 這時候你就會發現 自性建立萬法 自性能生萬法 這是功 這叫做什麼 儒家講的 佔天地之化欲 可以佔天地之化欲 所以建立萬法 當然世間有很多 一切法 但這些法都是什麼 有惡法 有善法 這邊講的建立的萬法 講建立的是善法 不是惡法 所以用你的靈性呢 就可以建立萬法 甚至呢 可以到達什麼程度 風調雨順 天降甘露 可以到達這個程度 莊子說的 其神靈啊 可使物不吃力而無骨熟 可以使眾生啊 誤講的就是眾生 它那個神凝聚的時候 神光凝聚的時候 可以使 這個眾生啊 不受到瘟疫啊 不受到疾病災禍 要吃力 吃力的意思就是說 受到疾病災禍 瘟疫的迫害 而且還可以使五骨豐收 這就是所謂的 自信建立萬法 我們不要以為自信就是 一團靈性在那裡 謙卑低下 一團靈性不是 它可以建立萬法 可以佔天地之話語 這叫自信建立萬法 所以功能這麼大 就知道我們 可以做多少事情 可以做多少事情 所以真正像以前聖王出世 他拼的就是這個 聖人報一 為天下事 侯王得一 以為天下真 手一不離 自然可以 自然可以 匡正天下 自然可以匡正天下 自然可以匡正天下 好這是功 愛的人 對不對 春風化雨 你要怎麼樣 建立起來 把他們建立起來 最好的辦法就是 用你的靈性 以心應心 大德敦化 於懷明德 用光明的德性 自然可以建立 自然可以建立 先 起碼可以先把人給建立起來 讓他去而向善 我們道場就是靠這個 所以讓一大堆各式各樣的人 進入道場 前一陣子 後學那邊 這個 帶青少年班的這個 輔導老師 他也是在學校教書 他就在問後學 他說 等一下是我們 青少年班 要怎麼帶呢 到底 這個 要加上什麼方法 什麼的 或說你大方向抓出來就好 你去觀察 我們現在用最簡單的 盡量最簡單的 方法來帶他們 不管是帶青少年 還是帶大人 我看大人都跟青少年一樣 魚吃的程度有有過之 執著的程度有有過之 最重要的是他一年一年的進來 他是成長的 還是停止的 還是下座 下墜的 這是最重要的 你看這道青 一年兩年三年進來 他的生命一直是往上成長的 他的脾氣越來越好 他的人際關係越來越和諧 像剛才後學講那個 公公婆婆 雖然不是道青 但是承認說 一貫多為敗 為什麼 他媳婦改變 就是看著他一直往上走 不管快慢 總是往上走 這就抓對了 方向抓對了 這個就是所謂的自信建立萬法 你想要 讓眾生成長 你只有讓他民心見心 如果說一個人在道場 進入道場 一年兩年三年 脾氣也沒改 毛病也沒改 待人接物 還是老樣子 斤斤計較 情緒很容易失控 不是說修道以後就出塵不染 但是他起碼他是越來越好的 這就方向抓對了 那這位老師就說 那方向抓對以後下一步呢 要怎麼辦呢 那就叫他繼續願意往再道場就好了 不要說再一直加碼 既然他一直有成長就表示抓對了 然後就讓他願意一直留在道場 一直親近 他就會 日日新 日日新 又日新 一直成長 不要著急 有的人快有人慢 欲數則不達 所以 可以建立萬法 我們到為什麼可以讓眾生 一直成長 由吃肉的變成吃素的 其實吃肉轉到吃素就很困難 吃肉是我們的習慣 吃素是我們的天性 肉的後面不是只有一塊肉 不是只有一隻豬一條魚 後面有所有的魔王在後面 所以要斷肉沒有那麼容易 要斷那塊肉沒有那麼容易 但我們為什麼可以 你為什麼可以被建立成為一個素食者 這個建立 可以建立成為一個素食者就不容易了 你本來對先佛菩薩 從不信到半信半疑 到全然的相信 信心具足 這也是一種建立 信是道元功德母 沒有信心是沒辦法成道的 尤其信無形的 大部分都信有形 先佛是無形的 現在我們很信 好像理所當然 就好像吃素吃的理所當然一樣 吃素沒有那麼簡單 沒有那麼簡單 要離那塊肉沒有那麼簡單 人內心深處對肉的一種 冤液簡單的說 那是一股冤液 那不只是一種慾望而已 我以前看一部電影 就講一個人從小很窮 沒有吃過肉 都是像我們說吃甲韓籍 吃一些粗糧 後來終於有機會 他吃到肉了 他說怎麼世間有這麼好吃的食物 這是他第一次吃到肉 像我們現在這些吃素人 你只想到肉就噁心了 他們不是這樣想 我們以為說習慣就好了 吃素吃習慣了就不會習慣肉 你錯了 如果你的本性沒有被發漏出來 你就會去愛那個肉 怎麼有這麼好吃的食物 後來第二次他去偷人家的豬來吃 他吃第二次的肉說 他恨肉 他說我恨肉 為什麼 因為我恨他為什麼那麼好吃 這個就是 眾生跟肉裡面的一種冤液 糾纏著 這我們為什麼可以 我們到場才可以有這種能力 我當過佛教徒 在佛教要想要吃素都要靠意識 要用自力去壓制那種吃肉的慾望 要去壓制他 為什麼 因為我們是民心見性 我們支點本性 follow你的靈性 才有這個能耐說 可以吃肉吃 不是吃肉 吃素吃得那麼順 那麼順當 不容易 不容易 這就是你已經被建立起來了 要名列先般的話 第一步就是要親口 沒有吃肉的先佛的 絕對沒有 第一步就要親口 心體理念是德 那 前面不是講嗎 外行於理 外行於理是德 對人 這個人德性很好 對人呢 千功 千功有理 一團和氣 這是別人看得到的德 而自己受用的德是什麼 心體理念 你的心的本體 離開一切的念頭 這時候你就可以得到法喜 得到殘月 要得 我們為什麼苦惱 就是因為念頭太多 就是因為念頭太多 所以心體能夠理念 能夠見性就能夠理念 常常回光返照 見性 不要去跟人家增長增短 說來簡單 做到也很簡單 可能增短是很難的 對不對 永遠都在增 你要怎麼增 永遠都有比你一三 還有一三高 不增很簡單 就是要感恩而已 對不對 你要心甘情願就好 沒有能力 不增沒有能力的問題 只有意願的問題 增就有能力的問題 不增只有意願的問題 你只要願意不增 你就可以做得到 你不增呢 你自然就能夠心體理念 無增無求自然就心體理念 我們的念頭都是增出來的 都是求出來的 爭出來的 你所念的無非就是你要爭你要求的東西 就是這些東西 所以心體理念 心體理念 這時候你就會發現 一般人會說我不去念我就失去了 失去我要追求的東西 你錯了 你不念以後呢 你才會發現 大德現前 你才會發現 我獲得了真正應該獲得的東西 那就是法喜充滿 就是法喜充滿 皆大歡喜 活在大歡喜之中 所以理念就是真如 你得到的就是真如 真如不是一顆靈光 真如是整個法界 你發現我活在諸佛的世界裡面 活在極樂世界了 活在真理的世界裡面 這不是最大的獲得嗎 你活在什麼 無極理天 長生不老天 所謂魂喊長生不老天 這就是最大的收穫 心體理念是得 得到是這個 不離自性是功 應用無然是得 所以既然知道自性建立萬法 你就不要離開自性了 念念不離自性 他才能夠成功的去建立 建立一切 我們人總是希望建立 建立好不是毀壞 不是毀滅 但是有時候我們人好心好意要去建 像我們想要去教育子女 想要培養 培養這種夫妻之間 人際關係的感情 就用錯方法 沒有用靈性 大部分都是用什麼 用是非 用對待 這樣是對的 你一定要照這樣走 用對待 那個是不能見心 那不能建立的 那只有毀滅而已 只有毀滅 只有破壞而已 只有破壞而已 所以於懷明德不大聲以色 不是用聲色來畫明 不是用我說什麼 我做什麼 紀言立色 不是用紀言立色來畫明 紀言立色 很多父母親對待子女 或者夫妻之間 最後都變成紀言立色 就是 顏色很難看 很嚴厲 然後說話很快 很兇 就是這種方式 那個沒有用的 那個只有破壞而已 只有破壞性而已 所以說呢 知道自信建立萬法 真正知道了 你就不會離開本性 你就不會想說 離開本性再去找什麼方法 用這招就夠了 這要末後一招 末後一招就是點你這點靈性 你要把它用出功能出來 用到五號出來 這要功 不要說我知道我知道了 你知道不用 知道要能夠做到 要能夠做到 要能夠得到 所以說不離自信 這就是功了 人生一天到晚想要成功 做人要成功 做事要成功 養生也要成功 婚姻家庭教育都要成功 要怎麼成功呢 不離自信是功 真正的成功 不離自信是功 我想現代人 對於所謂的成功 認識不清 不了解什麼是真正的成功 像小孩子 書讀得好 我們就是分這些階段 讀書的時候 書讀得好就是成功 第一階段的成功 學生時期 就是要學業成功 進入社會以後 要事業成功 結婚以後 要婚姻成功 對不對 就是三個成功 到老以後 還有第四個成功 到老以後 健康長壽 要養生成功 就是這四個 四種成功 事實上這四個階段都苦惱無邊 小孩子讀書苦不苦 苦啊 你們這邊是不是有學生 你是不是學生 你們兩個是學生 苦啊 我剛才聽到你們打卡箭的聲音 好苦啊 苦啊 累的不得了啊 是不是 功課壓力大的不得了 當然你可以不甩這些功課壓力 可是就變成一個失敗者 變垂頭上氣我失敗了 所以失敗也苦啊 失敗是痛苦 成功是辛苦 都苦啊 對不對 都是苦啊 苦的不同啊 事業也是一樣啊 事業成功也是辛苦啊 事業失敗也是痛苦啊 事業失敗也死不了啊 但是痛苦啊 但有人為了要事業成功 搞得欠負債累累 那就更痛苦了 這都少賺一點錢嘛 爭不過別人 但是就是辛苦痛苦 都在辛苦痛苦裡面 當父母親 要盡責任 辛苦 不盡責任 痛苦 都是這樣子 你要盡責任 要去帶那些子女啊 辛苦的不得了 一個就夠你嗆了 有的三個四個的 更嗆 怎麼弄都弄不好 小孩子怪了 怎麼喬都喬不過來 這很麻煩啊 因為一大堆的影響力在那邊拉 辛苦的不得了 一不小心就搞壞了 就痛苦 腹肌之間也是這個樣 到老了以後呢 還有更大的問題 你不用等到老 你等到小孩子大了以後 你父母親老了 你要去奉養他們 你不奉養你不孝 你奉養他們也很苦 老人負擔啊 而且背負老人是沒希望的 小孩子還會長大 那你不去孝養他怎麼辦 你不孝養他你痛苦 你孝養他你辛苦 我看所有人都是痛苦辛苦痛苦辛苦 就是這樣 每一個階段就是痛苦和辛苦 還有什麼 人生還有什麼 所以呢 不離自信 不要用那麼多的方法 費盡心思 不離自信就好了 你們當學生呢 我告訴你們絕招 不離自信 讀書很輕鬆 這是後學經過一再的實驗出來 你當媽媽的不離自信 你在外面工作不離自信 自然能夠成功 這種成功不是跟人家比上比下的 而是能夠悠游自在 能夠輕輕鬆鬆 輕輕鬆鬆 下一句是什麼 能夠輕輕鬆鬆的過日子 因為他才能夠有效的建立萬法 應用無染是得 應用無染 真正有德性的人 可以應用 可以應機而用 應元而發 所有的機緣 所有的機緣 我們都能夠掌握 能夠見機能夠習緣 所有的緣只要跟你結上 不管是善緣惡緣 裡面都有機啊 撥轉之機啊 都有撥轉之機 善緣固然可以散了 惡緣也可以散了 後來那邊有一位道親 就跟先生搞到水火不容不講話 形同兵炭 我說你當初為什麼要嫁給他 他還忘了 忘記了 太久了 二十年了已經忘記了 我說你仔細想一想 仔細想一想 一看就很順嚴 這就是善緣耶 對不對 什麼叫善緣惡緣 善緣一看就很順嚴 看對眼 惡緣是一看就討厭 忘而生厭 我說一看就很順嚴 為什麼越看越不順嚴 也不曉得 你看糊塗 也不曉得 這叫做善緣惡緣 善緣惡緣 一看很順嚴的 最後變得越看越不順嚴 互相越看越不順嚴 很多人就是這樣子 善緣惡緣 我看大部分人生都是善緣惡緣 甚至看自己的小孩都越看越不順嚴 小孩子看父母 小孩子小時候都是愛父母的 愛得不得了 長大以後跟父母越來越疏遠 越來越疏遠 這就是善緣惡緣 這就是善緣惡緣 這就沒有所謂應用無然 沒有德嘛 為什麼你善緣會惡緣 就是沒有德嘛 簡單的說 你有德的話 惡緣都可以善緣 何況是善緣呢 所以應用無然 所有的因緣 我們都珍惜 都可以見機去撥轉 都看得到機緣 不會亂動 因為自己成見很多 一般人的因緣處理不好 就是因為成見太多 毛病太多 壞習慣太多 所以碰到處理因緣的時候 都是自己的壞習慣出來 自己的固執出來 固執和習慣 簡單的說 有時候是固執自以為是的 有時候知道是不好 我還是去做了 沒辦法 動尾條 我壞習慣出來 我斤斤計較的 我的偏俠的 我的易怒的 我的煩躁的 這些個性冒出來 知道不好也沒辦法 控制不住 這就是沒有德 有德的話呢 在一切因緣之中 都可以應用自如 都可以應用自如 而且不會受到污染 不會在這個因緣裡面 碰到什麼 就污染什麼 我們一般人在緣裡面 很容易心性就會受到污染 污染什麼 污染一些 惡習 還有一些不好的情緒 就是這樣 變得很容易生氣 很容易憂愁 或者很多的慾望 很多的貪婪 嫉妒 仇恨 這就是受到污染 小孩子沒有這些東西 沒那麼複雜 為什麼我們長大以後 心靈變得五顏六色 七情六欲呢 就是受到污染 沒有德就會受到污染 處理不好 簡單來說就是這樣 沒處理好 就搞得一塌糊塗 所以說不離自性之功啊 應用無染之德 若密以功德法身 但依此作是真功德 如果你要尋找功德 你不要像梁武帝那樣子 說肇事肚生不思色哉 那個只有求福啦 找不到功德的 要找到功德的話呢 功德就在法身之中 那麼功德法身在哪裡呢 就照祖師所說的 見性是功 平等是德 一直往下走 就沒錯了 這都是秘訣啊 這都是秘訣 這叫如來開秘訣 勇家大師正道歌裡面講 只知夜中藏菩提 不見如來開秘訣 我們一般人就是這樣 只知道說我業障 很重啊 我菩提心發不了啊 我沒有辦法 我沒有辦法發菩提心 只知夜中藏菩提 但是不見如來開秘訣 如來不斷地在開秘訣 雲心見性的秘訣 處處都是 念一句佛號 用個三寶 用個三寶 扣個手 都是開秘訣 知道 今天祖師所講的這些 見性是功平等是德 這都是開秘訣 讓你開悟的秘訣 很容易的啊 沒有困難啊 只是你當不當一回事而已啊 我看很多人願意花很多的時間去學開車啦 去學一個技能啦 像你們學生學英文數學 那更困難啊 高難度的 你要見性是功平等是德 這是很容易 這是本性 你本來就會的 但是受用無窮 你學那些東西啊 有沒有用 有用 偏用啊 不是正用 它的作用很偏執 局部的 只有局部的功能 沒有全面的功能 好像吃一種藥 它只能治好你身體的某一種症狀而已 沒辦法徹底根除你的疾病 你生了一個病 得癌症 然後你會頭暈目眩 吃這種藥頭不暈啊 但是癌症還在呢 有時候我們在世間學的就是這些東西 不能徹底解決問題 但是呢 功德 功德法身 功德法身才能夠徹底解決你生命中所有的問題 自己的問題 別人的問題 甚至國家社會的問題 只有靠功德法身 只有靠功德法身 整個世界也是要功德法身出現 才可以建立所謂的真如法界 絕對不是用機器文明可以建立得起來 科技文明 那是建立不起來的 光看人與人之間 一個家庭就知道了 有德性的家庭才會幸福快樂 沒有仁義道德的家庭 有才有事還是痛苦 鬥爭堅固 鬥爭堅固 現在媒體比較發達 我們看到那些所謂豪門貴族 對不對 鬥爭堅固的很 我們今天就講到這裡 但以此做是真功德 希望大家呢 好好的去反省一下 你的人生是追求福報 還是追求功德 追求福報 是困難的 而且沒有用的一條路 就算得到福報了 不能消你的罪業 不能消你的罪業 你一邊享受福報一邊受罪 簡單的說就是這樣 消不了罪業的 罪業現前的時候 該生病的就生病 該車禍的時候就車禍 該倒霉的時候就要倒霉 那個你富貴榮華是解決不了的 所以你是追求福報還是追求功德 只有功德 可以讓你幸福安樂 可以讓你消冤解液 可以讓你超生了死 可以讓你活在永恆的安樂之中 永恆的生命之中 注意永恆這兩個字 我們不要認為不可能 事實就是這樣 生命的實相就是永恆 但是我們就偏偏活在無常裡面 為什麼 沒有功德 不是沒有功德 有功德就像後學一開始批喻的 有眼睛不會打開來用 有功德 看不到功德 受用不到功德 浪費了 糟蹋了功德 功德白白放在那裡 然後去追求福報 追求有形有相的福報 一生就在跟人家搶這個福報 在搶 爭奪 那是一條 痛苦的艱辛的 結怨結仇的路 就是這樣 但是功德沒有人跟你爭 沒有人跟你爭 見性是功 平等是德 誰跟你爭 你見性 見錢那就不同了 見錢大家都見到了 你見錢眼開別人也見錢眼開 大家都要 要去爭 見性心開 沒有人跟你爭 見到本性 心就開了 開心 什麼叫開心 就開心 沒有煩惱 沒有人跟你爭 六祖慧能很了解人性 因為他是苦人家出身 他是苦人家出身 他是很辛苦的 他從小佛在平見之中 又平又見 地位卑下 又不識字 誰都瞧不起他 所以他知道見性是有功能的 所以說要常見本性真實妙用 他以前靠他那個斧頭去砍才有什麼用呢 是不是 那個斧頭是沒有用的 但是我們世間的熟人就覺得斧頭還是比較有用 見那個本性 太抽象了吧 斧頭還比較具體一點 對不對 你砍多少木材就可以賣多少錢 這是世俗人的想法 所以慧能祖師講得很好 常見本性的真實妙用 他是有真實妙用 所以我們年終啊 歲末 好好的檢討一下我們自己 你人生的方向 定位出來沒有 你是追求福報呢 還是追求功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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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一個關鍵所在 如果你是追求功德不能嘴巴講講而已 你要內心牽下 你要把自己調到這個方向去 你要下定決心不要再去跟人家爭 不要再去爭 就從身邊的人開始 就讓你贏了又怎麼樣 是不是 就讓你贏了嘛 又怎麼樣 我跟你鬥了半天我也不見得贏 就讓你贏了 內心牽下 不要老是要站上崩 我看世間人都是想要站上崩 一天到晚就想站上崩 最後失去本性 給你得到全世界失去了本性 然後對人的尊重 要重視別人的感覺 不要光重視自己的感覺 現代人光重視自己的感覺 對不對 光重視自己的感覺 尤其我尬意什麼 輸的感覺 對不對 輸的感覺 就是輸給先生輸給太太都不爽 要重視是別人的感覺 那你就成功了 有得的人是重視別人的感覺 帶給別人美好的感覺 不是自己爽就好 帶給別人美好的感覺 什麼感覺最好 就是適當的尊重 不是阿餘奉承 適當的尊重 不要瞧不起人 藏不清啊 對一切眾生都不能輕視 藏不清 適當的尊重 然後你就可以應用無染 不離自信應用無染 真正的快活在這個功德之中 穿梭在功德海之中 像孟子說的 左右逢其緣 深造已到 還記不記得我們講孟子 我們是不是在這裡講過孟子 對不對 深造之已到 深深的進入 我們就大學深造 要在這裡深造 要在功德 要在自信上面深造 深入 最後你就可以左右逢其緣 應用無染 左右逢其緣 得心應手 更不怕任何的問題 任何的問題都不怕 天大的災難都不怕 世間的人 跟你有通天的本領 像項羽那樣子通天的本領 他還是有他沒辦法克服的問題 劉邦也是啊 劉邦打敗了項羽 最後他比項羽才多活了六年 六年都在打仗 下面部下都在反叛 他最後呢 消滅了櫻部 消滅了櫻部以後自己 就生了重病 後來就死了 死了以後 他的太太 把他最心愛的妃子 最心愛的兒子給殺掉了 多悲哀啊 英雄豪傑 多悲哀 他還是要面對死亡 天下英雄豪傑 最後他那個時候 他要死了 然後他知道他對付不了他這個老婆 這個女后 他就彈琴唱歌 哭泣 跟他的這個寵妃啊 叫什麼名字我忘記了 說你們恐怕要死於非命 他很有智慧 他說你們鬥不過這女后 你們恐怕要死於非命 就很難過 因為他自己要死亡 他知道我會死的 我死了以後很多事情我控制不了 但是修道人剛好相反 真正排山倒海的 業力獻前的時候 修道人有一個最好的方法 怎麼辦呢 犧牲嘛 頂潔嘛 對不對 息息後啊 解脫啦 對修道人來講 死亡不是完蛋了 死亡是一種解脫耶 對不對 我盡了責任了 我回天絞職了 我再來 更自由了 我承願再來 我哪裡有縫隙我就進去了 更自在更有智慧 每一次 修道人的死亡都是成長 都是成長 都是脫簡而出 脫簡而出的成長 和一般人的死亡掉入死亡的黑洞 那是完全不同 失去一切 大不相同 所以說要密功德法身 千萬不要去尋找福報 簡單的說就是這樣 世間人都在追求福報 用盡各種方法 梁武帝算是正確的 肇事肚生不失色彩 這真有福報 還有人不擇手段 阿諭奉承 這個欺騙狡詐 巧取豪奪 他們得到的不是福報 是業報 惡業 業障 更糟 但是他們做這些事目的在什麼 也是一樣追求福報 方法用錯而已 不管你是用對方法 用錯方法 都是一條死路 都是一條死路 一定要想清楚 人生只有尋覓功德法身 而且功德法身 不在遙遠的天外之天 不離自信 不離自身 很好找的 千下 有禮 千功有禮 就開始 你就碰到他了 你就開始碰到他了 然後你就會慢慢去體會 慢慢去體會 他能夠建立一萬法 慢慢去體會 他能夠遠離一切的煩惱 憂愁 好 我們已經時間到了 那 這個 很快就要過年了 那麼 今天是 年後的最後一堂 年前的最後一堂課 在這個 歲末之際 我們公祝我們 諸位前嫌 能夠 法體安康 民心見心 希望 不要等到明年了 今年開始 就要選對路 不要見財 不要見錢眼開 要見性心開 這是一條正確的路 好 我們下課 感謝天恩師德 我們領導典案師慈悲 我們諸位典案師慈悲 諸位前嫌 大家晚安 今年呢 新的開始是 雞年 我們都說 金雞三唱 事實上今年呢 不是金雞年 新年是 乙年 是木雞 所謂呆若木雞 我們不要以為呆若木雞是壞話 呆若木雞是一個修行的至高的境界 在南華經裡面 莊子有講到 以前有一個 以前戰國的時代流行這個鬥雞 鬥雞知道 現在好像還有鬥雞 那時候那種王公貴族都流行鬥雞 那有一個很 大師級的這個鬥雞的訓練師 他訓練出來一隻雞 一隻鬥雞 就是 不管有什麼動靜 他 頭都不會轉一下 一點反應都沒有 所以任何 最強悍的鬥雞 看到他就皮皮抓 所以這個成語就出來 叫做呆若木雞 呆若木雞代表什麼 知道嗎 天下無敵 意思就是說我們呢 不為靜轉 我們的心不為靜轉 不會受到環境的影響 像 這個仙佛菩薩的像都是這樣 首旋 對不對 這也叫戴若木雞 不離自信 但是又了了分明 所以呢 我們祝位前嫌今天給後學 拜年 後學也給大家拜年 祝大家 戴若木雞 如果 跟老公老婆吵架的時候 可以呆若木雞的話 那你就成功了 不要變成 修帕雞啊 我們上 年底的時候講到哪裡呢 若修功德之人 是是 若修功德之人 心極不清 常行普敬 真正修功德的人 絕對不會說 越修 越自大 修福德的人 會覺得我越修我功德越大 我度的人多 我地位崇高 或是說我很會講課 很會講經說法 或是說我滿腹經論 或是說我修行的境界很高 這個都是 不是真正修功德之人 修功德之人 你千萬不要看他 看他的知識 看他的圖眾多少 或是看他有沒有很多的財富福報 健康長壽 這些表象 你要看他有沒有一顆 謙卑的心 因為修行最終的目的就是要破除我之 如果越修自我越了不起的話 世間的人是這樣子 越修越自我的 世間法是這樣子 我以前沒有錢 我現在沒有錢 我現在有錢 要財大棄除 我以前地位卑賤 我現在戶貴榮華了 我自然就會傲慢 這個是世間法 那麼佛法不是這樣子 真理不是這樣子 真理就是要打破自我 所以說修功德之人 他一定展現出來一個 生命的風采 就是心極不清 他的心呢 永遠不敢傾斥任何人 不敢傾斥任何人 不敢覺得自己比別人高強 有我罪極深 有一個自我 就有罪了 所以心極不清 常行普敬 橫長的呢 普遍的 對所有的人呢 都充滿了 恭敬之心 人啊 事啊 物啊 先佛 菩薩 都充滿了恭敬之心 這叫常行普敬 所以我們看一個道清 進入道場 看他修成了沒有 就看他有沒有越來越謙卑 越來越恭敬 越來越懂得尊重人 謙卑不是滿嘴巴 說客套話 不是 真正懂得尊重人 是體諒人 寬容人 而不是 平常可以講講客套話 說哎呀 後學 這個 淺薄啦 後學欠學啦 那是講客套話 真正在 面對面的時候 同事相處 夫妻相處 親人相處的時候 不會爭鋒相對 不會整天挑別人的毛病 相反呢 看得到別人的優點 尊敬別人 那這個呢 就是真正修出功德出來 這也表示你見到本心 相反的心常親人 無我不斷 極致無功 反過來說呢 心裡時常親視別人 表示覺得別人都不對 做得不好 沒有學問 沒有智慧 沒有見地 沒有功德 那就是表示無我不斷 自己的我執啊 沒有斷掉 一切都以自我為中心 越學問越自我 開口就是我怎麼樣 我怎麼樣 我的想法 我的主見 就算在道場裡面也是一樣 自我要壓倒一切 要無我不斷 完全不 完全不尊重別人 這個就是極致無功 這就表示他沒有功德 不管他做到多大 多高 沒有功德 這就是違背本性 違背本性 自性虛妄不實 極致無德 為無我自大 藏清一切故 這時候你自己的本性 就虛妄不實 過度自我的人 靈性 不是說沒有 每個人的靈性都有的 但是不管用 不管用 沒有用到本性 好像有眼睛 但是不用眼睛去看 用手去摸 用耳朵 不用耳朵去聽 用鼻子去聞 有 但是不用 有而不用 這叫虛妄不實 自己的本性虛妄不實 要用到本性就必須無我了 一個高度自我的人 離本性是很遙遠的 好像你要用到眼睛 你就要打開眼皮 你要用眼睛去看 眼皮又不睜開 你怎麼看得到 絕對看不到 你要用手 要把手握拳 不肯伸展 這個手握拳 想要去拿杯子 再有力量的手 都拿不起一個杯子 同樣 再有智慧的人 再有聰明 再有才幹的人 他只要有高度的自我 他就沒有靈性 他的本性就不能現前 本性不能現前 他就沒辦法運用到本性裡面的 慈悲 智慧 光靈 解脫 自在 就好像 再有力量的手 握起拳以後 就沒辦法運用到手指的一種 靈巧 捉啦 拿啦 捏啦 這些功能都不能用上 所以說 極智無德 就沒有德 這個德就是本智具足的 良知良能 你原本就得到的東西 這個德就是本有的 叫做德 不是向外去求德的 本有的大能力大智慧 這就是德 那你的過度的自我 就會讓你 這個德啊 沒辦法發揮作用 你的靈性啊 虛妄 備而不用 備而無用 原因很簡單 就是因為自大 藏清一切 我覺得現在人啊 很喜歡用一種 輕視別人來提高自己 最近很 最近最轟動的新聞是什麼 周侯煉 不是 不是貶宋會 是周侯煉 那那個周杰倫的 口頭禪是什麼 你知道嗎 超屌 超屌 他最喜歡講屌 屌就是很 很轉的意思 很了不起的意思 這就是一種社會風氣 社會風氣就是這樣 就是用一種 高度的自我自大 然後常輕視別人 你什麼都不懂 用這種態度啊 就算表面的謙卑 但心裡也是瞧不起人 甚至夫妻相處都會講 你八聲 吵架都會喜歡這樣講 你點點啊 你八聲 你別說話 沒人動你是黑狗 類似這樣的話 就時常在夫妻吵架 這是一種輕視別人 認為你的見解 一點用都沒有 你的想法根本都是 毫無意義的 有人是這樣說了 比較粗就說出來 有人心裡也這麼想 就你懂什麼 有時候小孩子也輕視父母 父母也輕視小孩子 父母也輕視小孩子 有一種輕視的心啊 人現在變了一種風氣 用一種輕視別人來肯定自我 輕視別人來肯定自我 這叫做長清一切 這個就無功無德 這就無功無德 這就無功無德 就算你真的懂得很多 也就無功無德 就無功無德 就像你賺了很多錢 但是你放一把火把它燒掉 等於沒有 一把火燒掉等於沒有 然後什麼是功德呢 三知識 念念無間 是功 念念沒有間斷 回歸本性 念念無間 這是功 你念念沒有間斷的 回歸本性啊 才有功能在的 才有念力啊 你的念才有力量啊 不然念只有消耗能量而已 沒有力量 念就有力量 念念不間斷 守護本性 守護不失 得到以後誠心保守 不間斷 就是我們一般人會守旋啊 會用三保會念佛 但是 間斷 不只是間斷 根本就是 點嘛 一點兩點而已 一條線裡面的一點兩點 大部分都是 我們修辭啊 我們平常的胡思亂想 就像一條線 修辭只是裡面的一點兩點而已 修辭只是裡面的一些 很小的片段 甚至只是一兩點而已 大部分時間都在 胡思亂想 都是消耗能量 你只有念本性是在充電 念佛是在充電 念無知真經就是念佛 是在充電 因為念佛是很長的 你念其他都是無常的 念念都是無常 所以就無功嘛 徒勞無功 很多人一生都在念 那是徒勞無功 會道清 他有很好的一個事業發展的一個 一個這個 一個空間 一個機會 讓他放棄 因為他覺得 那些東西啊 不可掌握的 事業再好 他看得很開 事業再好都沒有用 他在乎他很有愛 很有母愛 他在乎的是 他的一個昆道 在乎的是他的獨子 唯一的兒子 他覺得 我兒子很單純啊 一個人 外面你要跟多少人相處 可能 反正家裡也不缺錢 可能這輩子就這樣子 忙東忙西 忙東忙西 老了 最多多賺一點錢 他也花不了那麼多錢 他也不貪 但是你兒子好好的照顧他 培養他 我全心全意以我的知識 學問我的愛心 賢心賢意的去 把我的兒子照顧好 將來他成才成器 比什麼都值得 這個觀念對不對 對啊 誰敢說不對啊 很少有人能夠 很少有母親做得到這樣子的 放棄自己的前途啊 去栽培這個孩子 結果小孩子呢 從小就很優秀 知幽班一路上來 母親全心全意去照顧 本身她資質又很好 爸爸也是學校的教授 媽媽又是高級知識分子 又全心全意在照顧她 當然好了 沒想到呢 我們搞錯了 什麼叫無常啊 這個孩子啊 你不要看他獨立的一個人啊 這個世界沒有任何東西是獨立的 他的背後是整個世界 背後是整個世界 好像你看到一個海港 這個海港港水啊 這個港就是看得到的啊 可以控制的啊 錯啦 港水跟海水是通的啊 是不是 港裡面的水和海裡面的水是一體的 是一體的 它不能獨立的 每個人生命也是一樣 孩子長大了 上國中呢 國中都還很好 控制得很好 到了高中 考上很好的高中 開始上網 哇這下 港水和海水通啊 開始上 本來就是通的啦 通的更頻繁 上網 網路聊天啊 遊戲啦 後來 那就已經 沒辦法控制了 後來又交上 又交上那個女朋友 那女孩子又是那種 俏家啦 嗑藥的壞女孩 整個崩盤全面崩盤 完全失控 全面失控 你要怎麼說 對 你念念念到那裡邊 就算你念的是 自己的兒子女兒都不保險 更何況是念別的 所以只有念佛保險 佛是橫長的 佛是橫長的 萬古長存啊 永遠光明的 你念其他就是徒勞啊 所以說無功 都要徒勞無功 所以說念念無間 那是功 不要浪費時間去念別的 像我們剛才講那個 剛剛講這個媽媽就是這樣 所以都是行險以途僥倖的 都是靠僥倖的 僥倖小孩子沒有學壞 就是僥倖 我現在教到壞女孩了 我安慰她說你 現在碰到還好啊 打這個預防針啊 你不要養到二十幾歲 大學畢業以後 再碰到一個壞女孩 哇那還滾馬旁去啊 對不對 那些小孩子啊 小男生小女生 還做不了什麼大怪啊 有很多人辛辛苦苦養大 就被人家滾馬旁去 對不對 大公雞尾巴長 娶了媳婦忘了娘 所以你把心用在這上面 都是兔勞無功啊 什麼東西可以讓你不間斷 念念無間 就是念佛 就是念念回歸本性 這個才是有功啊 這才叫功啊 心情平直是德 能夠念念無間不離自性啊 就能夠心情平直 你的心呢就會平等就會正直 因為你念佛嘛 念真如佛性嘛 外在就念 外在就念 弥勒祖師 內在就念自己的佛性 內外同一個佛 都是真如佛性 內外平等 常常念佛 常常念心 常常民心見性 自然你的心呢 就是平等的 沒有分別的 不會整天想好啦壞啦 是啦非啦 不會這個樣 你心不平 我們常講心不平 心不平就怎麼樣 常生不滿 我看很多人都是這樣 因為不念本性嘛 所以心中就充滿了 不滿不滿意 不平等就不滿意 一定是這樣 對先生不滿意 對太太不滿意 對小孩子不滿意 像剛剛我講這個媽媽 多好的個性啊 多能捨啊 多能夠犧牲奉獻啊 現在每次看到我就要講幾個小時 念兒女經啊 好好地把兒子 罵幾個小時都罵不完 為什麼 因為心血付出太多 太失望 太絕望 太悲傷了 所以心裡就不平 就不平 難怪你不平嘛 誰要你去念那些呢 念兒子 念兒子結果你就是不平嘛 一定是這樣 不要去念他 念佛 念佛你絕對不會不平的 念人一定不平 念事一定不平 念金錢財富 那更麻煩 念身體也是啊 去年候全那邊有一位 國堂有一位道卿 是其他祖縣的 得了癌症才來找我 他很不平啊 因為他 互相結婚也沒有生小孩 那要什麼 頂克族 不生孩子呢 要頂克族 要過 教書的嘛 要過這個高品質的生活 他說我一天到晚在養生的 我吃的菜都是自己種的 我還得癌症 有天理嘛 什麼沒有天理 這就要天理啊 你重視什麼就摘在什麼上面 重視兒子就摘在兒子身上 重視老婆就摘在老婆身上 重視事業就摘在事業上面 重視養生你就摘在養生 我發現了 發現發現再發現了 重視養生的人身體都很差 怪了 所以就生生者不生 老子講的 殺生者不死生生者不生 所以說心形平直 這時候你才能夠平等 正直直 執心 心平等才能夠直嘛 心不平等當然不直啦 彎彎彎彎啊 一定的嘛 有念擔憂啊 有好啦壞啦就彎啊 一下彎到好一下彎到壞 這叫彎彎彎彎 對不對 一定是這樣子 心形平直 所以要了解什麼是功德 了解什麼是功德 不是說我做多少事情就是功德 心和念 心和念 一定要 人活的就是心嘛 就是心念嘛 沒有心念就是死人啊 或者說雖活有死啊 植物人啊 所以你沒有把心念搞定 那就不是一個 這個聖人 聖人最重要就是 調心嘛 聖人調心不調身啊 凡夫就是調身不調身 光重視這個身體 自修性是功 自修身是德 啊 自己要修自己的靈性 靈性怎麼修呢 收回來就好 靈性要怎麼修 怎麼修呢 所以靈性不要 不要被這個六根啊 牽著跑就好 隨時可以回頭 所以回頭是按 看你喜歡看什麼 好我就能夠收回來 當下收回來 我愛看電視好 我不看了 我收回來看本性 我愛聽音樂好 我聽回來聽本性 我愛聞香氣 我愛吃美食 收回來 收回來就叫修性 不能說 我的嗜好就是這樣子 那就沒有修性了 沒有修性了 沒有被沉轉 所以要被沉何覺啊 性就是覺啊 靈覺之性 那怎麼樣符合這個覺性呢 就是要被沉 就要被沉 六成有什麼是你喜歡的 你念念不忘的 你能不能回來 這就是一個考驗啊 你能不能回來 你就要面對這個啦 我所喜愛的東西 我最喜歡想 我最喜歡摸 我最喜歡看 我最喜歡接觸的 好我能不能回來 回得來 未來就是修性 未來就是修性 回不來 自己找一大堆的理由 喜歡賭博的 哎呀賭博 中國人有種說法 老年人打麻將啊 可以活動腦子 不會老年痴呆啊 你念佛才不會老年痴呆 打麻將 打麻將什麼毛病都有啊 所以就找一大堆的理由 找一大堆的理由 就是事實上自己就有那個嗜好 就為自己的嗜好找到 找到理由啊 就沒辦法說 被沉 被沉 這個沉呢 當然很廣大啦 但是我們範圍縮小到什麼 你所喜愛的一切 你所在乎的一切 看你能不能違背它 你不能違背沉呢 你就是什麼 相反的 背絕就合成 違背本性 看你要違背本性 還是這兩個是水火不容的東西啊 水火不容的東西 所以要修性 自修性就是功 那你回到本性呢 你背成何絕了 你自然呢 就可以修身了 你自然言行舉止啊 都能夠符合中道 這叫德 修養好 道德高尚 展現出來 這個德是代表他做出來了 他在舉止進退之中 言談 交際應手之中 都可以展現出來 展現出他的大德 大德 這種德是有光的 叫德光 那種光明的氣象 修身修得好的 就是有那種光明的氣象 不會製造問題 只會解決問題 不會製造衝突 只會造成什麼 衝突的雙方可以和解的 這叫 錯其銳解其分啊 可以化解紛爭 那可以把自己的這個銳腳 好像磨圓的磨平的 不會像一般人都刺很多 腳很多 所以自修身是德 要怎麼修身呢 就是 背成何絕 光明的靈性 光明的本性啊 現前 用這個光明的本性 六神有主啊 用這個主人來引導我們 說該說的話 做該說的事 什麼是該說的話 什麼是該做的事 你現在應該笑 還是應該沉默 還是應該嚴肅 這種應該是沒辦法用 書本來規範的 這個就要看你有沒有自修性 靈性光明的人 他寥寥分明 他就可以修身 他就知道現在要做什麼 該進還是推 該與還是末 善知識 功德須自性內建 不是布施供養之所求也 善知識啊 功德呢 他這是講給那個 誰聽的啊 唯賜死 唯賜死就專門在布施供養 很多有錢有地位人就這樣講 我捐錢就好 捐錢就有功德了 我供養啊 供養上司就有功德了 這個不是布施供養可以求得到的 任何人都一樣 你皇帝也是一樣 功德只有一個方法 就是功德不在外面在裡面 功德就是你生命的本質嘛 我們每個人都有什麼 功德法身 我們說不要 不要戀戰這個肉身 要有法身 金剛法身 永恆不滅 不生不滅不夠不精 那法身是什麼 法身就是無量功德 這是無量的功德 所以功德在哪裡 就在你的法身 法身是什麼 就是你的靈性 無形無相 有無所不在 這個呢 你要 見到自己的本性 你就見到無量的功德了 見到無量的功德 功德不是說 哎呀我有多少錢放在那邊 隨時可以用 不是 看看不到 用的時候呢 輪刀上陣 易得堅持 拿著刀子在兵陣上面打仗 一樣可以度化眾生 一樣可以脫節避難 一樣可以穿梭自在 這個才叫功德 這才算派上用場 有錢能做什麼事 有權利有能做什麼事 甚至在生來死去之間 面對死亡的時候一樣 哎 不要聊分明 自信內建 不是布施供養 可以求得到的 所以我們傳道 傳的就是這個 自信內建 這是不同於教門的地方 沒有教你怎麼樣去布施供養 就是叫你要回光返照 存心保守 守什麼守本性 守這點靈性 這就是修功德了 只有修功德就知道了 靈性你就可以怎麼樣 被塵合絕 你就不會掉到六層裡面 那你的智慧就越來越光明 然後你自然所作所為 都是符合天理的 符合人情的 這叫德 是以福德與功德別 所以說福德和功德是不一樣的 福德是可以累積的 而且福德呢 大家都喜歡 但喜歡歸喜歡 不見得有用 像我剛才講的 這位媽媽 這位聰明賢俗的 又有高知識 高學歷的媽媽 又有錢 家裡面 錢財很豐足 用不完的錢 但是呢 碰到小孩子 失足墮落沉淪的時候 拍得上用場嗎 他還不上 拍不上用場 現在這個孩子只有 我講話的時候還聽一聽 可是我很少看到他 看到我就立正站好 裝乖啊 不管怎麼樣 表示他還認同你 所以說呢 那就是福德啊 剛才講的這個例子 就是有福德之人 可是碰到他真正 所關切的事情的時候 派不上用場 是不是 這福德和功德不同就在這裡 功德是有功用的 那這個德呢 不是光說獲得這些福氣 這個德是可以怎麼樣 可以感化人的 可以感化人心 德是可以讓別人變得跟你一樣 可以溶解對方 讓別人跟你一樣 好像熱水可以溶解冰一樣 讓這個冰也變成流水 所以五弟不是真理啊 非我祖師有過 此時又問曰 弟子常見生俗 念阿彌陀佛 願生西方 請和尚說 得生彼否 願未破矣 這位此時又問 弟子常常見到呢 出家人也好 在家人也好 都喜歡念阿彌陀佛 希望能夠念佛呢 往生西方極樂世界 希望和尚為我們說一說 真的有一個西方極樂世界嗎 真的念佛就可以往生嗎 希望能夠解破我們的疑惑 念佛往生 這個也是一個常識 修行的常識 尤其對中國人來講 對中國人來講 是修行的常識 大家都知道念佛可以往生極樂世界 但真的有極樂世界嗎 真的可以往生嗎 那麼真的念佛 就這麼簡單就可以往生了嗎 這也是很多人的疑惑 所以主師就說了 好大一段 四月時君善聽會能語說 師君啊你仔細的聽啊 會能我為你來解說了 世尊在社會城中說西方影化經文 分明去詞不遠 他說釋迦牟尼佛呢 他講到這個西方影化經文啊 不只是我們比較熟悉的就是阿彌陀經 還有無量壽經 然後關於阿彌陀佛世界 他有好幾部的經典 那其中有一部就講到去此不遠 離開這裡不遠的地方 去此不遠 這也是點我們一下 西方極樂世界不是像說 想像的這麼遙遠 說遙遠呢 那是全說 事實上淨土只在眼前 這個呢 是實在的說 只是說這樣說你不信啊 就跟你講在遙遠的地方 人都是對遙遠的地方 才會有夢想 才會有希望 你說淨土就在眼前 他就覺得希望破碎了 我看到什麼淨土 我眼前看到都是妖魔鬼怪啊 都是恩怨情愁啊 沒辦法接受 說這個世界 我心靜的就是淨土 沒辦法接受 但事實上你念佛 念佛的目的就是 這個念佛可以清淨你的心 我們一般人心呢 不得清淨就是念頭太多 念不是光念啊 念久就會說 對不對 啥 MING 他們都發生了 那天有個立法委員來找我 我只有給他講三個字 不要打開 羅里啰嗦的 心中思想一大堆 最后就变成言语 一直讲的不停 那不只是讲还要做 讲讲也就算了 还做 所以业障就这样发生 你又说又做 又想 又说又做 六道轮回就这样创造出来 如果你所想的都是佛 所念的都是佛 所做的也都是佛事 那当然呢 你就马上就看到佛世界就在眼前 所以念佛的目的就在这里 就是用这个念佛 来净化你所有的恶念杂念 所以说去迟不远 你只要念佛 你就离佛土越来越近 那我们念弥勒佛也是一样 念弥勒佛你就跟佛在一起 也跟佛世界在一起 跟佛在一起 就当时就跟佛世界在一起了 就这么简单 修持事实上是很容易的 看你念些什么 想也是啊 一个学生如果常常念的说 我要读书我要读书 他功课一定好的 他如果常常念的 我要看电视 我要打玩电脑 那功课一定不好的 或者我要打电话聊天 那功课一定不好的 所以你的命运就决定在你念什么 像那些企业家就整天念得要成功 整天想着他企业要怎么突破 要怎么样研究发展 那当然就成功了 他念头都放在那 你输他就输在这个念 简单的说 你没有像他念力那么坚固 但是念那些是不值得的 最后还是无常 像我刚才讲的 不可测度的变数发生的时候 业障现前了 连一个孩子你都管不住 不要说一个事业 一个国家也照不住 像亚历山大 他一死帝国就分裂了 他的帝国马上分裂成好几个 他们一生都是在发展他的帝国 全心全意 也成功了 可是也失败了 也失败了 秦始皇也是啊 终其一生 就是要统一中国 大一统 十五年就毁了 十五年而已 一死马上就毁了 一死第二年第三年 帝国就崩解了 所以这些都是有强大念力的人 他们也是念念无间 但他们不是无间在本性就是 一般人就是杂念太多 像这种成功的人都是念念无间的人 只是说他们念念无间呢 放在所谓的建立帝国啦 建立企业啦 或者是搞音乐啦 搞美术啦 搞科学研究啦 他们是做这个念念无间 虽然这样他们有成就 是世俗的成就 可是你如果念念无间 念的都是佛 都是灵性的话 那你就是成佛成圣 那才是永垂不朽的工业 这才叫做立德立功立业 这是讲念佛 然后我们基本的概念要知道 念佛的目的在哪里 就是要静心 若论相说里数啊 有十万八千 即身中十二八斜 如果你要论呢 形象上来说的 说哇好远啊 就要有十万八千之远 十万八千里啊 我们常讲说隔了十万八千里 我这个阿弥陀经里面讲的 去此西方十万亿佛徒 十万亿佛徒 由世界名曰极乐 十万八千 但这个十万八千遥远的 遥远的旅程啊 这十万不是十万里喔 是十万亿 十万亿佛徒 那讲的就是身中十二八斜 十二八斜 十二 贪嗔痴 然后 杀到淫 这样就六二了 再来什么呢 妄语 奇语 恶口 两舌 诶 这四个口业 深夜有三 杀到淫 一夜有三 探嗔痴 口业有四 加起来叫十二 八斜 八斜就是八种的邪见 八种的邪见 哪八种邪见呢 生灭长断 一亿来去 不生亦不灭 不长亦不断 不依亦不亦不来亦不去 这个是龙素菩萨 我们的祖师 龙素菩萨 讲这个中观论 不落这两段 他说如果有人说此法的话呢 我基守礼佛啊 诸说中第一 所有一切说法里面第一说法 第一异地讲的就是这个 那相反的呢就是 有生有灭有长有断 有来有去有依有义 那这个就是什么 这就是八斜 八种邪见 所以说身中十二八斜 那就是远了 你身中有十二八斜不断的话 你念佛 但是你不断这十二八斜 甚至你念佛是希望掌养你的 哇念佛佛来保佑我 让我探大金啊 这个 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十二八斜不断 念佛的目的就是要断这个十二八斜 不是张扬我们的贪嗔痴 目标要搞定 我没有说人拜佛是希望满足我们的贪心 满足我们的贪心 或者满足自己的斗争 对不对 满足自己的斗争 要击败对方 我要选举了 去拜佛 佛主保佑我 我一定爱酸牙 斗争得胜 这个都不是真正的念佛 所以你身中有十二八斜 那 这个极乐世界就非常的遥远 所以缩远为其下根 缩近为其上至 缩远呢 是为了下根之人 下根之人 十二八斜 没办法舍弃 他的邪见 他的恶念 没办法舍弃 恶言恶行 他没办法舍弃 就惯喜 他在执着惯 他把这些舍下 他觉得人生还有什么 没趣味 人生就是要这样子 要去满足自己的欲望 要去斗 像毛泽东说的 与天斗 其乐无穷 与地斗 其乐无穷 与人斗 其乐无穷 就是斗 好斗 好斗成性 因为他狼一抢 他斗得赢 你如果老是斗输 你就不会其乐无穷 所以很多人就是这种 毛泽东他是说的很坦白 实际上很多人心就像他这样 就是活在这样子一个 贪婪和斗争之中 其乐无穷 他觉得很快乐 但这时他觉得快乐而已 实际上苦恼的不得了 别人看他都很苦恼 我实际上看到很多人 我说 你真的快乐吗 他说哇我很快乐 就一脸苦恼像 事实上他觉得自己很快乐 但是旁观者清 看得出来很苦恼 这就有十二八席 心中有十二八席 所以我们一定要面对自己的十二八席 念哪一句佛号呢 就好像要把这个 愚公移山 要把这个山给铲除掉 愚公移山是用自己的铲头 念佛就不同 念无智真经 叩手用三宝那就不同 那是聚灵抬手 所谓聚灵抬手无多子 批破华山千万重 聚灵神一抬手 啪整个山就被打破掉了 粉碎掉了 佛手一伸出来就要如来神掌 有没有听过 属相无敌 但是你爱干完 你要愿意 你要愿意把十二八席扫掉 不要以此为乐 要好好地检讨自己的人生 活在这样子一个贪嗔痴 口夜深夜里面 杀到淫 有什么快乐可言 人生就这样一直耗下去 下辈子还是照样继续下去 有什么好的 所以说远为其下根 下根之人就是难舍十二八邪 说尽为其上至 说佛徒很尽就在眼前 那是有上至之人 上根利器 上等智慧的人 有智慧的人知道 这十二八邪 邪恶嘛 这东西没什么好的 我生命的目的就是要把这些东西 去除掉 这要去除掉 看我贪质什么 我就要舍掉什么 而不是满足自己的贪质 大部分人生一生就说 我在贪求什么 然后我就是要想尽办法 得到自己所追求的东西 那修行人刚好相反 看我贪求什么 看我在乎什么 我就能够放得下 我就能够不在乎 这个就是上至之人 上至之人 下根之人 最下根的人他愚痴 他根本不了解自己喜欢什么 讨厌什么 一天到晚就会让塞龙 塞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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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塞郎听有没有 塞郎还是塞龙 塞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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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去找那个很高明的算命师 很早 几十年前就跑去找 刚刚开始他们夫妻创业 然后传给几个小孩 去找算命师说这几个兄弟 去排算命盘 结果算出来就是 他们家的老二是败家子 而老五是家族的栋梁 就很清楚 这是他妈妈自己讲的 没想到现在去腰龙 老二嘴巴很甜 事业整个红展起来 老二整天带着妈妈去警察局 去哪里说什么 老五要占财产的 爸占财产的 妈妈也跟着这样傻傻的到处跑 也没有智慧 好坏都分不清楚 你不要笑他 那个妈妈很精明干练的 年纪大了 业障现前 光喜欢听好话 人家一生到老以后变这样子 很容易这样子 他那爱听 要听好话而已 爱人保啦 爱人扑啦 对不对 就是这样子 然后下根治人就是这样子 要么就是愚痴 东说东倒西说西倒 要不然就是呢 他也不愚痴很精明 他知道自己要追求什么 想尽办法 就要得到自己所追求的东西 一生就这样过去了 下辈子还继续过去 真的得到了吗 求不得苦 人生我们仔细讲看 你追求到你要的东西了吗 很少的 不是说求不到了 很少 追求本身就是违背天理的 所以你知道你在追求什么 然后你能够啊 发现自己这种追求 是一种恶习 生生世世的恶习 为什么别人就没关系 别人就没有那么爱漂亮 为什么我那么爱漂亮 这恶习啊 不要认为说爱美是女人的天性 没这种事情 是魔性不是天性 我哪里走死 我哪里走死 我哪里走贪贅 对不对 这个都是恶习啊 生生世世的恶习 我怎么会那么计较呢 我怎么那么喜欢掌权呢 我怎么那么喜欢压制别人呢 这个恶习 所以上智之人就知道 知道这是隔开我们和西方极乐世界的障碍 这个东西一去掉呢 马上极乐世界就现前 好像白内障去掉以后光明就现前一样 好像耳朵塞的东西耳屎拿掉以后耳朵就听到了 一样的 那以前像后学台北有个道卿说 他从小听人家讲话 轰轰轰轰就听不清楚 那听老师讲话也是糊糊的 他就以为他就书也读不好 因为根本听不到 就这样傻傻的过 过了好多年 有一次去看病 他妈妈他父母亲也是很糊涂 有一次去看病呢 耳鼻喉哥的医生发现他耳朵那个有耳死怕 拉出来有这么长 那么长那么粗的耳屎 他就被耳屎塞住了 听不到 他一拉出来以后呢 他听到医生讲话好像打雷一样 好像打雷一样大声 人有两种法无两般 所以人有两种 就是下根上至 法没有两种 法都是一样的 念佛嘛 念佛要念什么 念到心境 不是念佛 我念到说 哇我好像坐了飞机啊 我飞到美国去了 不是 念佛念到心境 就像刚才讲的 耳朵那个耳屎拿掉了 眼睛白内障去除了 欸 才发现哇 又听到了又看到了 又听到法音宣流 又看到什么 光明普照了 所以法是一样的 但是呢 迷雾有书啊 所以迷人和悟人就有差别了 见有此吉啊 所以见到净土见佛啊 见佛文法 所以花开见佛 勿无生 花开见佛 觉悟到的不是往生 而是无生 没有生 不生不灭 就在眼前 这叫西天虽原请客道 那么见佛 见法 见到净土呢 有人快有人慢 慢慢在哪里呢 迷人念佛求生于彼 勿人至敬其心 所以迷人念佛呢 是把西方净土想得很遥远 一直要向那边 念着念要往那里去 而十二八邪都不放弃 甚至贪婪啊 贪求西方极乐世界的那种 美妙快乐等等的 贪求这些东西 哇 西方极乐世界都是金银珠宝啊 流离铺地啦 西方极乐世界啊 有各种的福报享受啦 等等的 那个呢就是 迷人念佛要求生于彼 勿人至敬其心 勿人知道 念佛的目的 就是要清净你的心 不要光在想 我念到死的时候 佛来接引我 而我眼前什么话都说 什么事都做 什么坏话都说 什么坏事都做 除了念佛的时间以外 其他时间都在骂人 嘴巴要么就念佛 要么就骂人 所以呢 念每一句佛 都是要自敬其心 清净我心中的邪见 恶念 越念呢 越觉得心中的坏念头 越来越少了 贪婪 执着 愤怒 越来越少了 这就成功了 这叫自敬其心 今天才有一位道亲跑来找我 他说他16岁的时候 读书的时候求道 学界求道 求道以后又 接近了几年到毕业 他大概是读专科学校 毕业以后 读副专 他在当副士 毕业以后 他就离开道场了 然后就开始到佛教 去皈依师父 还有到卵堂 到处跑 这样经过十几年 一直到最近 出状况 出什么状况呢 这耳朵啊 是当听到那种叹气的声音 然后就呼吸的声音 不是用嘴巴 用鼻子 就在耳朵旁边 走到飞去 女孩子 一个护士 又单身一个人 怕得不得了 然后他有拜师 每天念佛 念三个小时 声音就会比他小一点 念三个小时 后来看到 后学写的书 《十条大院》 里边看到说 可以用三宝 他就尝试着要用 可是不得其门 就打电话 不知道怎么找的 找到我了 打电话问我怎么用 所以用三宝也不简单 你就是专心的念就好了 他说我不晓得 什么叫手拳 你不用手拳了 你就念真经就好了 念真经就是手拳了 诚心的念自然心 就会回到玄关来 他说 太有效了 他今天跑来说 他说那不是念三个小时 念三分钟 声音就不见了 那些叹气了 喘息的声音就不见了 为什么呢 就是静其心 今天我们念佛 我们念这个无智真经 都是从本心出发 他可以静其心 他现在念这个佛 不是为了往生净土 眼前就活不下去了 眼前就是被恶鬼缠身 到哪里去惹到 东跑西跑 去惹到一些邪的东西 所以这时候他 那因为你心不静 就会内感 遭感 遭来这些感应 他一念无智真经 心静的那些感应就远离了 但还不够清静 还不够清静 所以说还有 他说大概十分去掉八分 还有两分 隐隐约约还在 还要修 如果一下给他清干净了 他就不修了 他还没清口 没有吃素 所以你现在开始要修吃素 他不可以吃肉编菜 所以说迷人念佛求生于彼 物人自静其心 所以佛言随其心静 及佛土静 所以佛陀有说 在这个是在这个 《维摩结经》里面讲的 随其心静及佛土静 你的心清静的 当下这块佛土就清静 这块土地本来就是佛土 谁的佛土 你不要去求什么 释迦摩尼 求什么阿弥陀佛的佛土 甚至求弥勒佛的佛土 释迦摩尼佛的佛土就是清静 这块土地就是释迦摩尼佛父子的 都会不清静 是我们的心不清静而已 佛土都会不清静 那你心中充满十二八协 也念念不舍 不好的东西舍不下 好像身上长得流 舍不得割掉一样 你不认为那是流 把它当作好东西 所以使君东方人 但心静即无罪 所以西方人心不敬亦有千 死君你如果是东方人 所以像净土往生 这种宗教理念 事实上全世界都有 全世界主要的宗教都是这个观念 像佛教现在主流意思也是 包括我们道心也是一样 我们要回到礼天 对不对 我们要回到弥勒祖师的身边 回到老母娘的身边 回教就是要回到极乐世界 那回教就是要回到真主阿拉的身边 基督教也是一样 要回到耶和华的身边 要回到基督耶稣的身边 要回归天堂 用祈祷的方式 用礼拜的方式 用念佛的方式 用修持三宝的方式 最后还都是要回归净土 都一样的 你回到无极礼天也好 真主阿拉也好 天堂也好 极乐世界也好 还不是都一样 名字不同 到那边撞在一起都一样 那要怎么回去 不用等死了以后再回去 你眼前能够随其心静 佛土就静 所以你今天是东方人 心静就没有罪业 没有罪业佛土 极乐世界就现前 你如果是在西方人 心不敬意有钱 你如果是在西方极乐世界的天使 你心一不清静 马上就有过失 就会掉下来 马上就会掉下来 东方人造罪念佛求生西方 西方人造罪念佛求生合国 我们今天东方人还可以说 我们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那西方极乐世界的人 如果心不清静 他要念佛要升到哪里去 西方极乐世界的人 心不清静 马上就堕落沉沦 一样 我们心一清静 净土现前 那么极乐世界的众生 心不清静 心不清静 马上恶念现前 马上就怎么样 武卓二世就先前 就掉落下来 所以讲到这个我就想到 一个故事 俄国的一个故事 托尔斯泰所讲的一个故事 他讲这个俄国的农村里面 这个农村里面有个鞋匠 这个鞋匠呢 他很穷很贫穷 然后到了冬天 要过年了 他们过年就过圣诞节 俄国是很冷的地方 冰天雪地 他就顶着大风雪 要去收这个 因为做鞋子到年底要去收账 跟我们中国人一样 要去收账 要去收那个人家欠他的账 然后他太太叫马特 马特就把自己身上的 这种唯一的 他们两个人共用一件大衣 唯一的一件大衣呢 两个夫妻共用的大衣呢 给这个鞋匠穿的 顶着风雪去讨债 再三地交代他 这个钱讨到以后 要买一些羊皮回来 要做一件大衣 来过年 在那个俄国 冷都冷到零下几十度的 不是零下几度 零下几十度 他答应了 就顶着风雪上路 没想到没讨到钱 没讨到钱 只有讨到一点点钱 没办法买羊皮 没办法买羊毛大衣 所以他就觉得太冷了 因为身上穿着大衣 没办法预寒 就买了一瓶酒来喝 古特夹 俄国人喜欢喝那个烈酒 叫古特夹 他就喝着这个酒 喝着追寻寻的 身体就热起来了 然后经过一个教堂 突然间眼睛一花 怎么看到一个年轻人 全身都没有穿衣服 光溜溜的 然后坐在那个教堂的石阶 那个门口的石阶那里 哇那还得了啊 那非动死不可 所以他也有点同情心 他就走过去想要看一下 一想就不行了 不要惹祸上身了 这个人死在那里了 到时候还说是我害死了 就快跑掉了 跑掉了过了 走了几步路又觉得 有点不忍心了 就回头来 又走过去看一看 看他到底死了没有 那边动都不动了 蹲坐在那里 就一看呢 这个年轻人呢 一抬起头来 他看到这个年轻人 长得非常的俊秀 他看了心里就 一动啊 风 这种风华正茂啊 非常的俊秀的一个年轻人 他就 他就同情他 就问他 你怎么会在这里啊 你从哪里来啊 他说我 这个年轻人跟他讲说 这个陌生的年轻人啊 跟他讲说我受到上帝的惩罚 他说是好 我们都受到上帝的惩罚 我们都做错事了 做到上帝 我们都说我们做错事了 才会有业障 来到这个世间 他觉得你讲这不是废话吗 那他因为他喝了酒啊 身体热乎乎的 他有同情心了 就把大衣脱下来 披在他身上 就把他带回家了 带回家他太太在等了 他的羊皮大衣 没想到等回来一个 光溜溜的年轻人 那些唯一的大衣 还被套在这个年轻人身上 气得不得了啊 要把他们赶出去 也不给他们吃晚餐 气呼呼的 后来这个邪将等他太太马特 气消了以后跟他讲说 看在上帝的份上吧 就像我们说 看在老母娘的份上吧 看在上帝的份上吧 他不是我的酒鬼同伴 他因为他找了个酒鬼回来 他没有喝酒啊 但是我不把他带回来 他就会冻死在风雪之中 这个太太呢 心中有感动 受到一点点感动 想一想 心就软了 有时候那种农夫 没读过书的人 心都很容易软 他就把藏起来的面包拿出来 给他吃 还拿了旧的衣服给他穿 这时候这个年轻人呢 从头到尾都沉着一张脸 很忧愁很忧伤 他突然间就笑了 他笑的时候非常的好看 好像花朵灿烂的绽放那种感觉 非常的好看 然后他就在他们这个邪将的家里待下来了 问他从哪里来 他只有一句话 他说我受到上帝的惩罚 他们也跟他同样的回答 我们都受到上帝的惩罚 可是他非常的聪明 他就学着做鞋这样的工作 结果他的鞋 他做鞋子 立刻就超过他师父 不知道多少倍 远近迟迷迷 所有人 在远的人都拿来找他做鞋子 做的鞋子好得不得了 他就这样待下来了 待下来过了一年 有一天有一个非常 有一个风雪的早上 大风雪的早上 有一辆很华丽的马车 在他们的这个鞋垫门口停下来 然后有一个 有一个非常高大的一个阔老 有钱人 走进来 穿着非常的华丽 非常高大粗壮 很强健 很强壮的一个人 然后拿了一个 拿了这个上好的这个 这个牛皮 给这个鞋匠 说我给你十倍的工钱 你要给我做出一双好鞋子出来 要能够在风雪中行走 一整年都不会脱线 不会变形 你有把握吗 这个鞋匠本身是没有把握的 但他的徒弟是一把好手 这个年轻人是一把好手 然后他就 他就问这个 这个年轻人说 你有没有把握呢 年轻人点点头 说有把握 好他有把工作卸下来 但这个阔老说 如果你给我出了疲漏的话 我把你们抓到 我把你抓到这个 这个鞋匠叫卸苗 我把你抓到这个 这个监牢里面关起来 很害怕 但他很相信他的徒弟 从来没有说过谎话 所以他既然接下这个工作一定可以做得很好 那就把他接下来 接下来呢 他们也不管了 他就让他去做 就 他徒弟很快的把鞋子做好了 他要做一双麻靴的 做出来是一双脱鞋 他们吓死了夫妻两个都 绝望了完蛋了 这下倒大霉了 做成一双脱鞋了 对对 想到这个我就想到 我忘了讲其中一段 正在那边谈交易的时候 这个年轻人突然间 看着这个 这个阔老的背后 背后那个乌角 看了一眼突然间就笑了 他笑的时候就不只是像花朵灿烂一样 笑的时候脸放出光明出来 好像灯亮了一样 一样很深刻 这是他第二次的笑 他一年多来只有笑过第二次 平常都是忧求敏干 被上帝惩罚 他又笑了 然后呢 然后结果他 最后把那个皮鞋做成的 马靴做成的拖鞋 他们夫妻在那边紧张哭泣 担忧的不得了的时候 突然间呢 敲门的声音响起来了 那个阔老的马车夫回来了 紧急通知他们 说不要做皮鞋了 做一双拖鞋 为什么呢 因为那个阔老啊 在半路上就死在马车里 那么他们俄国人的风俗是 睡棺材的时候要穿拖鞋 所以说呢 所以说呢 他就 他的那个阔老的太太 叫紧急通知他 要改成做拖鞋 这很神奇 他又继续在那边做了五六年 做了六年 一晃就六年过去了 从来不看窗外 就做自己的工作 有一天他突然间呢 这个年轻人看着窗外 而且放下手中的工作 盯的不放 一直看一直看 他们夫妻啊都很好奇了 结果窗外呢 远远的就有一个 一个年轻的妇女啊 牵着两个小孩子 牵着两个小女孩 牵着两个小女孩 很漂亮的小女孩 进到这个鞋匠的屋子里来 说要做鞋子 两个小女孩都长得很漂亮 他夫妻两也觉得很奇怪 这年轻人他从来不去看人 看事看物的 怎么会这样子远远就盯着不放呢 然后这个一边在量鞋子 鞋样啊等等的时候 一边这个鞋匠就问这个 这个谢苗就问这个 这个妇人啊 说你的两个小孩子长得真好 真漂亮 他说这两个都不是我生的 他说呢 这两个孩子的 父亲是个侨夫 打财的时候 被这个 被这个断 断下来的树啊 压死了 然后母亲呢 怀孕 双胞胎难产 生下他们就死了 而且母亲死的时候呢 尸体倒下来啊 断气的时候倒下 还把其中 双胞胎其中一个小女孩的脚给压断了 所以这小女孩两个 一个是跛脚的 那时候他们 又在冰天雪地之中嘛 六年前了 大家听到六年前就知道有点 跟这个鞋匠的徒弟有什么关系 他就说 这时候大家就商量说他们家最有钱 像他刚生那个儿子 奶水很充足 因为家里有钱 所以奶水很充足 问他要不要养一段时间 他就把他养下来了 没想到呢 上帝的意思很难说 他的儿子过了几年以后 他的儿子没养活死了 他说幸好我有这两个女儿 虽然不是我养的 可是我家里虽然很富裕很有钱 如果没有这两个女儿 我不知道日子怎么过 他就抱着这两个女儿 就感动的流出眼泪出来 他在流泪的时候 这个年轻人又笑了 笑第三次 他笑了 而且他的脸放光 像阳光一样的灿淡的放出很大的光芒 整个屋子都照亮 这时候谢苗和他的太太马特 就跑来问这个年轻人说 你一定出身非凡 你一定是有特殊来历的 我们也不敢轻视于你 你什么能告诉我说 为什么你来笑了三次 这年轻人就开始讲 他说事实上我是天使 我有一次六年前 我奉了上帝的命令 我要来收取 这个两个小女孩的妈妈的灵魂 然后这个妈妈临时以前看到她 就像去年我后学讲说 我父亲身重病的时候看到阴晶现前一样 就看到了 就跟这个天使讲说 没有 他说这两个孩子的父亲已经死了 没有娘的孩子怎么活得下去呢 在冰天雪地之中 你把我的灵魂取走就等于取走了三条命 这个天使他取不下他的灵魂 他起了这个分别性 他觉得对啊没有错 没有娘的孩子怎么活得下去呢 所以他没办法去 而且他好心了 他就把一个婴儿抱起来 放在这个妈妈的怀里 让他抱着 另外一个婴儿放在妈妈的身边 然后就回上天去了 就去跟上帝禀告 说我取不下手 因为没有娘的孩子怎么活得下去 要怎么才能活得下去 结果 这个上帝跟他讲说 你去把这个妇女的灵魂取回来 而且呢 取回来以后呢 你就不要再回来了 我给你三个问题 你要找到这三个问题的答案以后 你才能够回来 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人依靠什么活下去 他刚刚不是讲 小孩子没有娘怎么活得下去吗 第一个是人依靠什么活下去 第一个问题是 人拥有什么 人拥有什么东西 他觉得这两个女孩子 除了母亲以外一无所有 对吧 他说人拥有什么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 人不明白什么 人内不明白什么 人类总是觉得自己 懂得很多 那人类总是自己拥有很多 我拥有房子 我拥有车子 我拥有学历 我拥有满腹的知识 我拥有什么 我还拥有我的家庭 我的人际关系 但是你真正属于你拥有的是什么 那些东西都是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 你真正拥有的 真正有用的东西是什么 就我们今天讲的功德里面的德 这个真正拥有的是什么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 人不明白什么 我们总是觉得自己很聪明 什么都知道 但是你不明白的是什么 你明白的事情很多 你英文数学你都知道 天文地理你都知道 谈起政治来 那也是现在什么贬送会 大家每个人都有一套说法 但是你不明白的是什么 第三个问题是 人依靠什么而生活 依靠什么活下去 他就带着这三个问题 就把这个妈妈的灵魂取走 结果呢 妈妈灵魂取走的时候 这个妈妈呢 因为怀中有个婴儿 她好心做了坏事 她一摔倒就把这婴儿的脚压断 她如果不耽搁这么一下 起码那婴儿脚不会断 然后她回到 把灵魂回到半空中的时候 突然间呢 她的翅膀不见了 天使的翅膀不见了 那有另外一个天使 把这个妈妈的灵魂接走了 然后她就掉下来 就掉在教堂门口 这时候她就看到谢苗走过来了 她冷得不得 她知道人 人是需要食物的 需要衣服的 又冷又饿 这时候看到谢苗走过来了 然后嘴巴一直在发牢骚在骂人 她就很害怕 她觉得这个人过来对我没有帮助 不要害我就好了 而且她看到谢苗 因为她本身是个死亡天使 她一看到谢苗走过来 她看这个人一脸死气 觉得这个人已经活不了多久了 她是专家嘛 那这个人已经活不了多久 她救自己都来不及 怎么能救我呢 所以没想到谢苗走了几步 同情心发动了 又回头来了 看到她她就觉得 这个人又活过来了 她觉得这个谢苗又活过来了 又有生机了 她就跟她一起回到家里 朋友家里她看到她太太马特出来 更可怕 她那个嘴巴喷出虎臭的那种死亡的气息 那个人马上就要死了 还要把人家赶出去 她知道说她如果被赶出去 她当下就要死了 她很清楚这个人不久就要死了 那个马特 结果没想到呢 这个马特后来同情心听到说 看在上帝的份上 同情心出来了 拿面包给她吃 又拿这个衣服给她穿 她突然间看到她脸上的那种死气 死亡的气息通通不见 生机盎然 所以她笑了 她得到了第一个答案 人拥有什么 拥有爱 拥有爱 只有爱可以解决问题 她第一个答案出来 所以她就笑了 拥有的就是爱 故事好像很长 我最主要是讲到东方人西方人 天使和凡夫 其实也就是一念之间而已 你看天使心中起了分别心 她就掉下来了 对不对 这就是所谓的西方人造罪 西方人 虽西方人心不敬亦有千 亦有过失 不明真理 心不清净 起了分别心 就掉下来了 然后呢 后来呢 过了一年 她看到那个阔老 说要做一双一年都不会走行的鞋子 不会站线的鞋子 结果她看到她的同伴就站在她后面 同样死亡天使站在那后面 站在后面的角落 她看到就笑了 她知道她活不够今天晚上 知道她 太阳下山以前她一定会死掉 但她还在想着说我要拥有一双鞋子 我要做一双鞋子 她也不晓得自己 她不明白自己真正需要的是什么 她不明白自己需要的是一双拖鞋 不是一双鞋子 所以人不明白什么 不明白无常现前 这是你不明白的 不明白你真正需要的是什么 不明白的 我们总是一天到晚在追求这个追求那个的 我要赚很多的钱 我要拼很大的事业 我要什么 也许明天就到你了 就像那个阔老 对不对 弄了半天你根本不需要那双马鞋 你不需要功成名就 你不需要爱情 你不需要财富 你需要一双拖鞋 所以她明白第二个问题 人不明白什么 人不明白自己真正需要的是什么 然后第三个问题呢 就是她看到那个妈妈抱着不是自己生的孩子 然后哭泣的时候 那个母爱整个出现了 那种母爱是那种 所以幼无幼以及人之幼的母爱 是跨越那种私情的母爱 那个母爱出现的时候 她突然间看到 上帝出现在这个母亲的生命里面 上帝就在那里 上帝不在天上 注意这点 心静则土静 上帝不在天上 所以人依靠什么而活着 人依靠上帝 依靠老母娘而活 老母娘在哪里 就在你的慈悲心里面 又在你的慈悲 就在你纯净的慈悲心之中 所以她第三个问题解答了 所以她全身放光 然后突然间屋顶不见了 那个亮光越来越大 屋顶不见了 她身上伸出翅膀出来 她就往上飞扬而去 飞扬而去突然间轰一声 屋顶又出现了 冰天雪地之中只剩下斜将 呼吸两个相依为命 维护到原状 好像做了一场梦一样 所以说呢 凡于不了自信啊 不是身中净土 身中有净土 像刚才讲那个 天使一样 她看到那个妈妈 上帝就在她的身上 身中自有净土 为什么 心中有爱 心中有爱 身中就有净土 就有上帝 就有老母娘 所以老母娘在哪里 就在你的慈悲心啊 菩提心之中 如果你只爱自己 自私自利的话 你跟老母娘很遥远的 没有圆的 所以 愿东愿西啊 误人再出一般 那么误人呢 他在哪里都一样 在地狱 地狱也是天堂 为什么 心中有爱啊 心中有爱 处处都是净土 那知道自己拥有的就是爱 拥有爱就是拥有上帝 就是拥有极乐世界 就是拥有无极理天 所以我们一般人心中拥有的都是恨啊 我看很多人心中的爱很稀薄啊 都很不满啊 怨恨不满 又不满 他的不满就像洋葱一样 一层一层剥掉 中间那个心叫做恨 怨恨 外面是不满 而不是爱 所以误人再出一般 误人在哪里都一样 所以佛言 随所住处恨安乐 所以佛陀说啊 随所住处恨安乐 不管你住在什么地方 所以君子恕其未而行 不怨夫其外 不会怨东怨西啊 不管在什么地方 你要让这个地方变成净土 不是让这个地方变成净土 你要发现这里就是净土 恨安乐啊 不为安养入娑婆啊 不违背净土里面的平安 种种的供养快乐 但是身体呢 却进入了娑婆世界 恨常安乐 心中有爱就跟上帝在一起啊 你就会发现这个世界是何等的美妙 何等的快乐 何等的平安 何等的光明 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 好 善与不善呢 孟子讲得最清楚 而君子和小人 就是用心的不同 君子的心呢 就是人 还有理 内人 内人 外理 内心呢 常常有爱人之心 我们一般人 不要说爱人啊 连自己的父母都爱不下去 兄弟姐妹也爱不下去 说爱别人只是一句话而已 空话一句 有的人真的是修行多年了 爱心很稀薄 爱心很稀薄 不是没有爱心 很容易就 受到一点点挫折就放弃了 就放弃了 现在甚至父母亲都很容易对子女放弃爱心 更不要说对其他的人 夫妻之间那更不要说了 爱的你死我活 最后就是你死我活 你非死不可 这是不善之心 还有什么 理 敬人之心 对人的一种尊重 我们人很不容易去尊敬别人 不尊重别人 为什么不尊重别人 太过自我 不在乎别人的感受 只在乎自己的感觉 这个就叫不善之心 你如果修了一辈子觉得自己 行功利得 才师法师无畏师做了很多 布师做了很多 但是如果常怀不善之心 念佛往生难道 就算念佛要往生 很困难 很难到达 那 频率不对 净土怎么会有这种心 这种不爱人不敬人 哪一尊菩萨是这样子的 那边跟你频率对不上 没办法 所以就会往下功夫 好像你用火去烧石头一样 是烧不着的 念佛当然可以往生 就像火 当然可以点着木材 但是你要点木材 你要点石头是点不着的 所以木材就是要善良的心 所以修行最重要还是要善良的心 而不是说你做了多少事情 你捐了多少钱 甚至你度了多少人 关键就是 你有没有善良的心 而善良的心不是自以为善良 我们一般人都认为自己奉公守法 循规道举 不作奸犯科就算善良 那是你自己的标准 圣人对于所谓的善良之心 是有一个起码的标准 也是每个人都做得到的 就是要有爱敬之心 这个没有能力的问题 只有意愿的问题 一般人是 问题是出在他不愿意 是没有能力 反掌折之 没有那么困难 爱人又不是说我一定要救你 要帮助你脱离困难 我对你关心尊敬 这个都做得到的 就一个乞丐你都做得到 对不对 当你说他生了重病 我要把他治到好 那个当然是 每个人有他的能力问题 或是他很穷 我要让他脱离贫困 那很困难 但是爱敬 是每个人都做得到的 这是一个很大很重要的基础 尤其是我们道琴 绝对不要说 修道修了一辈子 给人的感觉就是 无情 无礼 没有礼貌 没有感情 没有礼貌 然后自认为自己修行很好 这个就是失败了 他修道失败 不管你佛念的多少 经念的多少 都会讲课 都会度人 算是失败 要众生接触到你 感觉到这个人很有爱情 而且很有礼貌 这是非常重要的 或者自己家里面的人 也要有这种绝授才行 像后学那边有一位道琴 她妈妈是很虔诚的佛教徒 后来终于来求道 为什么 因为她觉得她女儿改变 她女儿以前脾气很坏 对母亲呢 一点耐性都没有 一见到晚吵 一开口就是用吵的 从修道以后呢 对母亲会关心 越来越孝顺 然后呢 也懂得尊重人 让她的母亲到她家来 都有一种受到尊重的感觉 所以她观念就转变 然后她就问她的师父 说我女儿求道以后改变很大 我可不可以去求道 她师父跟她讲 问她说是什么 求什么道 她说一罐多 她那个出家的师父 她说一罐多 没赢的 十对没赢的 一定没赢的 最后她还是来求道 金券善之士 先除十二即行十万 后除八协乃过八千 所以今天我要劝告善之士们 今天你要到达净土 最重要的倒不是念佛 最重要的是要除去你的十恶 贪嗔痴 杀到瘾 两舌恶口 妄语 其语 这个时候你就走了十万里了 就走了十万里了 再除八血 除去八种邪见 八种邪见就是执着有无啊 一有一无啊 非有非无啊 长啊断啊 我们讲生灭断长一意去来 这叫做八血 八种邪见 有生有灭 有断有长 有依有义 有一样的 有不同的 还有这个 有去有来 如来者 无所从来 一无所去 不生不灭 不断不长 他不是断灭的 他也不是恒长的 既然不是断灭 就不是恒长 长的话会落入什么 受者相 会落入受者相 反正你执着明相 不管执着什么 落了明落了相 道就是什么 所以道可道非常道 明可明非常明 你只要讲佛是什么 道是什么 他就是这样 他不是那样 佛没有是这样 不是那样 佛是这样 不是那样 就叫恶法 是不是 佛是不恶之法 所以为什么 孔老夫子 童来不讨论心性 就是这样 因为你讨论心性 你就说 这样是心性 那样不是心性 那就变成恶法了 佛性是不恶之法 所以这叫八血 我们人就很容易 掉到这个八血里面去 所以后厨八血 乃过八千 十万八千里 十念 这个十二八血一去 立刻就到了 你就在净土 那么要做什么呢 你念不要念十二 也不要念八血 一般的念头都在念这些 十二八血 念念就是贪 要不然就是生气 要不然就是愚痴 要不然就想 我要说些什么 不该说的话 或者我要做些什么 不该做的事 当然你会认为自己是该做的 要不然就是去思维这些 错误的一种哲理 生灭断肠意义取来 我们讲我们不会去思维 会啊 我们时常会掉到这里面去的 我们很在乎生 什么东西要让它诞生 很害怕灭 很害怕消灭 事实上是没有生和灭 那是一种假象 不好的东西我们希望它断灭 消失掉叫做断 斩断掉 好的东西我们希望它 亘古长存 这叫断与长 这都是我们的执着 那有这种执着呢 就错了 有这种执着 你就不会如愿的 不如愿心就挂爱 挂爱就挂爱在这里 一心挂爱就是有愿望 有愿望又不能如愿 就会有所挂爱 然后有去有来 我要往哪里去 我从哪里来 这个就是我们的执着 所以说念念不要掉到这些十二八邪里面 念念呢 只要不放在十二八邪 自然都是见到本性 念念见性 念念见性 念念都见到本性 总之你了解自己执着什么 你就放什么 你的心自然就不理本性 我们人一定要了解自己执着些什么 不要连自己执着什么都不晓得 你十二八邪不见得通通都有 但是你那里面一定有几条是你特别执着的 是你紧抓着不放的东西 我在乎的 一定要了解自己眼前现在最执着什么 然后我放下来以后 因为我才发现我还有执着什么 第一个截打开以后 再打第二个截 再打第三个截 慢慢打开了 不要被自己的执着的东西给控制住 我最担忧的就是我的婚姻 好 我能不能不去 不去担忧它 我最担忧的是我的经济 我能不能不去担忧它 我最担心担忧的是我的身体健康 或是我的小孩子 你担忧是白担忧的 是不是 那担忧没有用的 我们太有经验了 别的没有经验 担忧的经验很有 是不是 担心的经验是很有的 担心 担心了半天对事情有帮助吗 没有 就赔上自己而已 见不到真理 见不到本性 见不到光明 就见到的就是你担忧的那个点 那个点就是一个不确定 会让你担忧它本身就是无常 不确定 是我的老公 我的老婆 都不确定 都是不确定的 我的小孩 有哪一样东西是确定的 它的背后都是整个世界 都是无常 你看起来它像是单独的 事实上一级一切 每一个个体的后面都是整体 甚至你说佛堂在这里 每天都在转动 是不是 转动很大的 地球每天都会转一圈 你有了解 是不是 自转 每天都要转一圈 南辕北侧 什么叫南辕北侧 它转一圈你已经到另外一边了 这好像坐摩天轮 我们坐过摩天轮 对不对 上面和下面是不是差很多 那我们感觉得到 你在地球早上和晚上已经转一圈 从南极到北极 相反的 已经到了一个相反的地方 所以明明不会动的东西都是在无常变动之中 何况是本来就动来动去 所以你去担忧就是白担忧的 所以问清楚自己担忧点在哪里 在乎的东西在哪里 然后明明白白的告诉自己 那些担忧啊 那些紧张啊 都是徒劳心力 徒劳无功 这样子你才能够念念见性 才能够念念见性 要不然你念念都在担忧 念念都在追求 念念都在算计 念念都在自以为是 所以为什么人会老掉就是这样 为什么会忧求敏干 为什么会这样 就是担忧出来了 就是把心放在十二八起 担忧出来了 所以念念见性啊 才能够常行平直 见性之人呢 日常生活啊 所行都是平等正直 平等 心都是平等的 行为都是正直的 平等才能够正直啊 一般人心就不平等 就是有德思心就不平等 看不到德宗 德即是师 思即是德 有成败之心 看不到成即是败 败即是成 所以其心不平等 有你我心 看不到你就是我我就是你 看不到一就是一 一就是一 对不对 只有看到一看不到一 只有看到这个人 看不到这个人后面的一切 所以就心就不平等 心不平等了 你心已经不平等了 已经分出来好坏了 对不对 亲疏远近分出来了 那分出来以后呢 怎么样去取舍 这个心呢心急就出来 就不止了 心就不止了 就弯弯飘飘啊 好 说话啦态度啦 欸都变得变得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不坦率了 就有很多的 机关 算计在里面 很多自以为是的衡量在里面 所以不平 这不止 如果呢 念念见性 而不是念 见这些十二八邪的话 那 常行平止 道如谈止 便堵弥陀 那一谈止之间 就看到阿弥陀佛了 看到什么 不是看到阿弥陀佛长什么样子 阿弥陀佛没有长相的 凡所有相皆是虚妄 若以三十二相得见如来 转轮圣亡即是如来 所以阿弥陀佛无量光无量寿 无量功德 你见到阿弥陀佛 就是活在阿弥陀佛的里面 阿弥陀佛在我的里面 我在阿弥陀佛的里面 这叫合同 而不是他是一个对象 那你看得到摸得到的 所以说你念念见性 常行平止 你就怎么样 魂喊长生不老天 长生不老天 就是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是整个世界 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就是极乐世界 极乐世界就是阿弥陀佛 就像基督教说的 上帝就是这个世界 世界就是这个上帝 不是上帝创造了这个世界 然后世界在这里 上帝在那里 不是的 使君但行十善 何须更愿往生 使君呢 你如果能够行十善 你就在这里行十善 你不贪 你就近了一万里 你不撑 你就又走近一万里 所以 何需要去往生呢 你就在这里 告诉自己 不要贪心 不要生气 不要愚痴 不要讲是非 那天我看到一个电视节目 讲说 日本人对欧巴桑的定义 我们知道日本人都 叫妇女叫欧巴桑 欧巴桑定义有四条 第一条是一上车就打瞌睡 就跳了 第二条是很喜欢打听人家的是非 第三条是穿金带瘾 穿金带瘾 第四条我忘记了 我发现现在不只是欧巴桑 所有人都这个样 连男生都变欧巴桑 所以呢 旦行实战 实实在在的 我们一般人修行不喜欢面对自己的食恶 不喜欢面对自己的食恶 杀到淫贪真吃 妄语恶口 说话很难听 骂人 出口骂人 撒谎 挑拨是非 或是说一些有的 有的 没有的 所谓其语 现在人就喜欢讲一些 讲一些那种有颜色的话 觉得这样子比较有趣 以此为乐 却不晓得这样子我们就离佛 佛世界越来越远 就实实在在 这些事情要不要做而已 我们生下来也不会的 对不对 也不会做这些事情 你就知道这个不好 不要认为说都是这样子 我活着 做人就是这样子嘛 人就是会生气就是贪心啊 那么就是 对不对 就是贪吃啊 耗淫啊 就是这些嘛 不然要我们嗜好什么 那就大错特错 那不是与生俱来的 人生下来像婴儿就是活下去而已 他就很快乐了 他只要生存没问题 他就很快乐 生命的本相是这样 我们只要能够活下去就好 其他的那些 跟人家比上 比大比小比多比 像最近那个LV的皮包 特别卖的特别好 我就不晓得那个 我就觉得那个皮包难看得不得了 不晓得有什么好看的 很奇怪 那就是一种感觉的问题 这种比较的问题 一种虚荣的问题 是不是 有什么好看的 你带着那个皮包 你提心吊胆啊 对不对 那种机车啊 抢劫皮包的 连你手都给你割掉 手都拉断掉了 但是我们会觉得生活就是要这样子 错了 但行实散 何须更愿往生 今天我们只要不贪不撑不吃 不杀不道不淫 不需要往生啊 这边就是净土 你就会发现 佛不妄语的 释迦牟尼佛怎么会骗我们呢 他说我土本质严静 会是空话吗 他说我这块土地庄严清净 是骗我们的吗 没有这回事 不断十恶之心 何佛即来引起 如果你不断十恶之心 就是不肯断十恶 面对自己的十恶 承认自己有十恶 十恶不难断 只是愿不愿意 愿不愿意而已 我们宁可读很多的书 读书多难啊 经典去研究多难啊 但是有那种成就感 觉得我懂得比别人多 现在人就是这样 喜欢两件事情 第一个我钱比别人多 第二个我知识比别人多 就是这两点 甚至修行也很喜欢走这两个路线 修道看是不是上天可以让我更有钱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让我知识越来越丰富 我买很多 你什么都不懂 很喜欢训人 在道场里面学一点道理 赶快去教训别人 要说道理 要探钱 要说道理 一般人就是这样 事实上修行很实实在在 你就要用三宝用佛堂 你没有力量没有关系 你要请如意乐祖师妙法无边 互辟众生做什么 忏悔佛前改过自行 不是让你有钱有知识啊 对 要改过自行 要忏悔 忏悔什么 我没有错啊 怎么没有错 你们有十恶吗 你们有十恶吗 一定有的 所以说不断十恶之心啊 何佛前提来迎请啊 哪尊佛会来迎接你啊 一定要断十恶之心 若悟无生顿法 见西方只在撒那 如果能够觉悟无生顿法 无生啊 不生不灭啊 顿悟啊 顿悟你就发现不需要往生啊 见西方只在撒那 请客就到 所以生来死去怎么样 现当前啊 就在眼前啊 根本没有生死这回事 生来死去我就在眼前 做梦而已啊 幻觉 生死都是幻觉 突然间这个幻觉啊 消失了 你就会发现西方只在眼前 无生顿法 当你放下十恶 你不断十恶之心 你说我要去悟 我要去悟 没有用啊 好像你脚下 绑的这个 十个千球啊 然后你一直 然后掉到水里面 你一直 你一直想要浮上水面去呼吸啊 你浮不上去的嘛 你也是没有错啊 浮上去就就就就活了 但就浮不上去 你又舍不得那十个千球 是不是 不是千球 千球啊 千球我们都会舍得 千球啊 以前我父亲就讲说 他亲眼看到人家坐船 我父亲坐船 到那个什么 到 从上海到台湾来嘛 那有时候船太急有人掉下去 身上都是黄金啊 人家说你把黄金丢下 他还会回游泳 可是一直浮不起来 那黄金丢掉就可以浮起来 他就是舍不得 定可死也舍不得 同样我们人也很容易这样 我把我舍得去掉 我人生还有什么趣味 所以要把那个舍掉 舍掉的话呢 你才能够顿悟 很多人说我三宝用得很勤啊 扣手也扣得很勤啊 然后到场呢 什么班都参加 就是没办法悟啊 因为不断舍耳之心 简单的说就是这样 不断舍耳之心 太重视世间的名利啊 太重视了 名利恩爱啊 太重视了 世间的名利恩爱啊 很难舍 自己的习惯 自己的欲望 不承认是错的 也不愿意尝试去舍 不愿意啊 就惯喜啊 我一定要这样活下去 要这样过日子过下去 对于自己饮食的习惯 生活的习惯 简单的说就是各种欲望 就是没有办法放 说话的习惯 做人的习惯 没有办法 就是没办法 就是没办法 忏悔佛前 你只要肯忏悔 弥勒祖师妙法无边啊 你很容易的啊 我们机会到了 我们有弥勒祖师来护持我们 我们要忏悔要改过是很容易的 只是你愿不愿意改过 我发现很多人真的是不愿意改过 第一个不知道自己有过 第二个不愿意改 最大的问题在这里 大方向就错了 人生的大方向就抓错了 大方向抓什么呢 抓的就是要求福报 简单的说 这就是贪嘛 大方向就抓错了 就要求福报 不求见性啊 没有自求见性 唯求做福 没有人要做圣人 就是希望自己能够 富贵双全 这就是第一个 十二里面的第一二 叫做贪 就活得下去就应该很满足了 永远不满足 这就要谈 然后不承认是错的 修行也希望能够增加这个部分 那告诉大家 念佛求生路遥如何能达 如何能够到达呢 没办法到达 会能与诸人移西方于刹那间目前便见 各愿见佛 他说我会能呢 把西方极乐世界啊 在刹那之间啊 移到你们的眼前 让你们看到 大家愿意见到吗 请问大家愿意见到吗 西方极乐世界就移到这里了 当然愿意见了 问题是呢 保证你失望就是了 极望极乐世界原来是这样子 叫做空口说白话 众界顶礼云 若此处见 何须更愿往生 愿和尚慈悲 辩现西方普令得见 思云大众 世人至设身是成 我们说西方极乐世界 有大成 大成事 是一个大成事 那这个大成事呢 是诸佛菩萨以 无量神通 无量悲怨 无量大智慧 然后呢成就出来 那这个大成事在哪里呢 至设身是成 就你这个身体 就是弥勒佛国的 城啊 城市 就是这个大成 它不只是弥勒佛国啊 一切佛国都在这里面 这个以前弥勒祖师 有问过 释迦牟尼佛 在《华言经》里面讲 说 要怎么样修行 可以少受苦恼 肃正涅槃 少失点苦 然后很快的就可以 正德涅槃 正德不生不灭 进入无极理天 释迦牟尼佛说啊 有一个法门叫做痴心三昧 依法修持 可以少受苦恼 肃正涅槃 什么叫痴心三昧呢 就是要看啊 从自己开始看起 自己的肉体啊 一般修小圣法就是要观身不静 看自己的身体啊 不要光看外表的美貌 要看到里面呢 有白色的骨头 有脓啦 血啦 粪便啦 粪尿啦 鼻涕啦 口水啦 脑髓啦 都是一些恶心的东西 这叫做 这个久不静观 还有白骨观 所以有人修酒以后 他一看到人啊 他不会看表面 他养成习惯 他一看到你身上都是血啦 脓啊 再看着不然有一个白骨在里面 一大堆浓血 鼻涕啦 打小便在身边 转来转去 噁心死了 所以那些 有的出家人修成以后 他根本一点情欲都没有 但是呢 这个弥勒菩萨呢 他所得到教导的修持 刚好相反 要看我们的身体啊 不要光看他的表面 也不要光看他的里面 要看他的实相 他的实相就是 每个人的身体啊 都是微尘所具啊 那个时代是没有科学的 科学还没有那么发达 要原子学 就是原子 一颗颗的原子 微尘所具 一个个的原子 那现在科学家只有看到原子啊 看到粒子啊 粒子里面更小的一直分析 现在谁只要发现更小的 谁就得诺贝尔奖 那个丁造中就是发现一个 接粒子 发现一个小的粒子 叫做接粒子 为什么叫接呢 因为用他的名字丁来命名 很像接 所以他得到 诺贝尔奖 那释迦摩尼佛他以佛眼 慧眼天眼法眼观照 他知道 每一个粒子啊 每一个所谓的接粒子里面啊 一一围成一一佛国 注意啊 不是光自己的色身是一个佛国啊 每一个围成都有一个佛世界 都有一个佛世界 纸巾光聚流离应彻 里面所有一切诸佛菩萨 正在说法正在接引众生 欢腾自在 所有佛国都有七宝池 八功德水无量功德 这个就是实相 不只是自己设身是这样 别人的设身也是这样 不只是设身如此 动物植物山河大地 他的基本结构都是佛国 简单说这个世界都是佛国构造而成 有无量的大佛国小佛国构造而成 整个宇宙只有一个实相 就是诸佛世界 无量诸佛世界 其他都是你自己做梦造出来的假象 就像基督教讲的 上帝创造了伊甸园 上帝只有创造伊甸园 注意啊 整部圣经你去看看 他没有创造地狱啊 没有啊 没有讲到他创造地狱啊 没有讲到他创造五着二世啊 他只有创造伊甸园 其他都是人自己造出来的 而且不是你有这个能力造 根本就是做噩梦啊 梦幻泡影啊 幻觉 幻觉 上次后学后学讲到 后学的父亲 神重病的时候幻觉现前 我才知道真正是有幻觉 这就是真的看到人啊 就跟我们在一起啊 就在你旁边啊 就清清楚楚看到了 我们人也是一样 只是我们是共同的幻觉 他是个别幻觉 个别幻觉你就会觉得他怪了 他精神错乱了 那我们是所有的人共同幻觉 像狗看到的世界和我们就不同 鬼跟我们也是住在一起啊 看到他他看不到我们 因为每个人都 业障不同幻觉不同 事实上每个人 六道轮回都在这个世界 只有一个世界 就是真如法界 所以呢六祖会呢 就是告诉我们这一点 就是我们点道的时候告诉你的 啊 西天虽原请客道 告诉你的眼前观即是 灯下照辉煌 净土在哪里 辉煌灿烂的净土就在眼前 只是你有没有办法顿悟而已 灰灯祖师就明明白白告诉你 明明白白告诉你 自射身就是成 极乐大成就在这里 眼耳鼻舌是门 外有五门内有一门 所以门户在哪里 从哪里入呢 从哪里入门呢 眼耳鼻舌生 所以为什么像释迦牟尼佛啊 他就是叫我们时常要看这个门 要从这个门啊 进入佛世界 因为我们最敏锐的地方啊 就是我们的眼睛 鼻子耳朵 这边的神经特别敏锐 你要在这里呢 去觉 从这里 用眼根反圆 耳根反圆 鼻根反圆 反文文字性 所以像释迦牟尼佛时常告诉他的弟子啊 没事的时候在那边 第一个观察自己的呼吸 第二个观察自己的眼睛 耳朵 鼻子 身体 头 手 脚 那些都是门户哦 都是门户啊 我们不要以为这个不相干的 都是门户 我们一般人都向外去看啊 不晓得门就在这里 六祖慧能就很清楚啊 眼耳鼻舌是门 外有五门内有义门 五门就是眼耳鼻舌身 那里面呢有义门 义根啊 义根啊 义根的这个门 會义 會有思想的这个门 那这个义门呢 你就必须用来呢 观察 妙观察之 观察什么 观察那五个门 外面的五个门 所以从这个五门啊 不要向外观 向内观 看回来 一般人光在想我眼睛要看什么 你有去观察过自己的眼睛吗 耳朵吗 鼻子吗 没有啊 是不是 最重要的是这个东西啊 你没有眼睛你能看到什么 眼睛是不是比你看到的一切都重要 耳朵是不是比你听到的一切都重要 身体 是不是比你穿的所有的美好的衣服都重要 你如果全身百分之九十烧烫伤 给你几百万的衣服你愿意穿吗 那有什么意义呢 是不是 所以最重要的根本 所以叫六根啊 就是根本啊 但是我们却不晓得去观 一观你就发现很巧妙 都是通往佛世界的门夫 通往佛世界的门夫 这样子你就没什么好追求 因为眼前俱在啦 是不是 一般人就是觉得自己一无所有 所以要向外去追求 向外去追求 大部分人都是见前掩开啊 这个时代的人都是这样 叫你观察自己的眼睛耳朵鼻子 很快就睡着了 看到钱的话是睡不着的 所以注意门夫在哪里 眼耳鼻舌生意就是门夫 他本身就是门夫 所以我们讲弥勒真经的时候 讲什么 四川交流 对不对 大政四川王桃兴 四川呢就是眼耳鼻舌 四条河 要留回来啊 向内看看回来 这样才叫正果 心是地 性是王 王居心地上 那么这个极乐世界的 国王是谁呢 那当然是阿弥陀佛啦 不是哦 就是你的本性 国土呢就是你的心 国土就是你的心 国王就是你的本性 心是智慧心 般若心 性是光明性 这个世界的 国土啊就是智慧 就是般若 大智慧 不是说哎呀我们有一个地基啊 最实在的东西就是智慧 般若为母嘛 大地之母啊 哦 释迦牟尼佛说的啊 什么是我们的母亲 般若就是我们的母亲 像土地一样 土地是大地之母 土地是万物之母啊 诸佛之母就是般若 所以般若之心 你如果能够呢 知道 还本还原的话 你的心当下 就从什么 生死心变成般若心 你就会发现这个心啊 充满了智慧 不是充满知识哦 充满了智慧 充满了智慧 无事不办的智慧 根本不用担忧 有智慧 生来死去 都有办法 用智慧去应对 寥寥分 一点恐惧都没有 很有把握的 一般人就是活的没把握 我碰到这个事情的时候 我要有钱 我碰到那个事情的时候 我要有人 我碰到另外一件事情的时候 我要有健康 我还有碰到什么事情的时候 我要靠儿子 我老了嘛 我要靠儿子 我要有房子 我要有车子 我没把握啊 事实上那些都 都不可靠啊 你认为要靠的东西 事实上都不可靠 哪一样可靠的 都不可靠 真正可靠的 不是后天的 先天的 与生俱来的 是什么呢 多惹心 智慧之心 性是王 那么这个本性呢 就是整个国家的王者 他代表就是无限的光明 你有智慧当然光明啦 我们的智慧 就是带给我们走向光明 真正的智慧是这样的 他不是带给你财富的 如果带给你财富的话 孔子就不会那么穷啦 是不是 他不是带给你寿命的 如果带给你寿命的话 耶稣就不会 这么早就死掉了 三十几岁就死掉了 他也不是带给你 多子多孙啦 如果是带给你多子多孙的话 六祖慧能为什么没有子没有孙 是不是 带给你是光明 这是最重要的 带给一切众生光明 我们就是有智慧 随时随地呢 可以脱离黑暗奔向光明 这就是本性 我们说本性到底是什么很难理解 大学之道在明明得 这是光明 不会陷入黑暗 一般人都陷入黑暗 得到了但是陷入黑暗 我获得了 我获得钱了 我的心灵陷入黑暗 我获得孩子了 心灵陷入黑暗 获得爱情了陷入黑暗 获得地位了陷入黑暗 获得寿命了陷入黑暗 但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他就算面对死亡 他还是无限的光明 更不要说是面对别的 死应该什么都黑了 我们对死亡的感觉就是黑暗 对不对 鬼也黑了 事实上错了 智慧心在的 就算是死亡也是光明 更不要说是别的 而且死亡是最光明的 最光明的 那当然不是死才看到光明 随时随地都看到光明 看到人见到人性的光明 看到事看到物 人家的说看到这个世界就是光明 这叫做灯下照辉煌 辉煌灿烂 这是性 王居心地上 这个光明的本性 光明的大王 帝王 就住在智慧的心地之上 性在王在性去王 所以灵性在的 这个君王就在的 这个佛世界就在的 灵性不在的话 这个君王就不在了 所以性在身心存 性去身心坏 所以性在的时候呢 身体在的心也在的 身心去在 身是极乐世界 注意哦 这个是六祖会能讲的 射身是成 身就是极乐世界 也就是说我们不要认为这个身体 是个苦恼的东西 然后不要给他得到欲望才可以快乐 我们一般人就是这种错觉 真的是错觉 我们身体呢 一定要吃到自己爱吃的才会快乐 摸到自己爱摸的 住在自己爱住的房子里 接近到自己所爱的人 哎呀才会快乐 大错特错 身体本身就是个极乐世界 有多少佛菩萨都在里面 本身就是个极乐世界 你要去观察它 要直接去享乐 享受它的快乐 不用向外追求 当你无所求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无求乃乐 所以说呢 身就是极乐世界 心呢 就是智慧 我们用我们的智慧心 在极乐世界里面 享受无量的光明 这就是整个生命的实相 性在身心存 性去身心坏 那今天灵性还在这里的时候 所以像我们活着 活着就好 活着就好 把你的本性守护住 你的本性一旦离开了 性去身心坏 身心俱坏 智慧也没有了 活世界有崩掉了 关键就在什么 你有没有守护住你的灵性 当然性应该是不会去的 性 如来本性 如来本性 无所从来亦无所去 无来无去 无去亦无来 所以才叫如来 可是呢 你可以让他去 你可以让他在 你也可以让他去 好像太阳在那里 你可以让他照不到 为什么 你可以乌云遮日 是不是 虽在游去 这叫虽在游去 所以我们就怕你有十恶之心 有不善之心 你如果有不善之心的话 性虽在游去 身心俱坏 你的身体带给你的就是疾病 衰老 你的心灵带给你就是什么 苦恼 就是这样 他没有智慧 只有黑暗和苦恼 所以这要身心俱坏 为什么 因为性不在 灵性不在 六神无主了 六神无主了 所以性要在 性要怎么在呢 要长存十善之心 所以佛向性中做 莫向身外求 所以佛在哪里做呢 就在本性里面做 本性就是光明 你要让你的心性呢 维持它的光明 像太阳维持光明一样 不要让这种 摄受想行事 贪嗔痴 这些乌云 把我们的佛性太阳 这一点真太阳给遮蔽住 我们传道就是 波云见日嘛 一点真太阳 明师指点就是让这一点太阳出来 性在 身心存 这个身心存不是一般的说我活着 它是极乐世界在的 波哲心也在的 智慧心也在的 你活在智慧的土地上 建立什么 欢乐的层次 这是生命的极致啊 所以自信你即是众生 自信觉即是佛 所以性要怎么在 就是觉 性要怎么去 就是迷 事实上 性 就是一切的一切 真如本性啊 就是一切的一切 你的本性和我的本性 不依不义 那我们刚才讲依义 不依不义 你说是依 那为什么佛觉我不觉 你说是义 佛的如来妙性跟我的如来妙性 没有距离的 没有距离的 无恶无别 他是不恶的 如果是义的话呢 他就没办法以心应心了 跟我没有关系嘛 好像水才可以跟水在一起 火才可以跟火在一起 所以他叫不依不义 你不要用义和义去定义他 义何相者即是不可说啊 不要去说他不要去形容他 总之呢 自信迷了就是众生 自信觉了就是佛 就是要觉自己的本性 要觉就要觉这个本性 本性就是无量的光明 那无量的光明要怎么去觉呢 智慧心 要长存智慧之心 要怎么长存智慧之心呢 要看到自己的色身是极乐世界 不要再去求了 哎 怎么样进入这个 我怎么去享受呢 看你的眼睛 耳朵 鼻子 嘴巴 去感受一下 去感受一下 感受一下 从这边进入佛世界 进入极乐世界 不要整天想向外看些什么 向外听些什么 向外摸些什么 向外获得些什么 那都是错误的 慈悲即是观音 喜舍名为嗜子 我们说极乐世界里面有 观音菩萨 还有大嗜至菩萨 在哪里呢 你的慈悲心就是观世音菩萨 你的欢喜心 施舍心 就是大嗜至菩萨 所以 阿弥陀佛是无量的光明 然后呢 大慈大悲就是观音 欢喜施舍 就叫嗜至 能静即释迦 平子即弥陀 平等正直就是阿弥陀佛 能静 能够清静六根 就是释迦 什么叫清静六根 六根本身就是佛门 哪需要向外去找门 一般人一天到晚用你的六根 向外去找门路 找门路 找幸福快乐的门路 幸福快乐的门路 就在这里 就在这里 所以我们要去感觉到你的眼睛 不是照镜子 感觉到你的眼睛 当你感觉到你的眼睛的时候 感觉到你的耳朵 感觉到我眼睛 能见 我的耳朵能听 我的鼻子能闻 这叫能闻之性 能闻之眼 能闻之耳 能见之眼 能嗅之鼻 去感觉到 用心的去体会 你就会发现 那种喜乐暗自而生 自有法喜暗自生 有淡淡的喜悦 自在安然 清静 然后慢慢的进入极乐世界 所以能静即释迦 清静你的六根 不是说我六根已经污染 六根是不会被污染 你不要向外你 你立刻就脱底污染 很简单 你不娶不舍 当下就是清静 所谓见性成佛 就是于切法 不娶不舍 不要整天掉路 我要得到这个 我不要那个 我要这个 我不要那个 就是每个人内心一天到晚的呼喊声 我要这个 我不要那个 等你开始这样子的时候 你就已经见不到本性 那为什么我一定要这个 我一定不要那个 因为我要这个可以得到快乐 因为我 我不要那个 因为那个东西会带给我痛苦 你把你的快乐和痛苦都建立在外在 对 外在的一切 没这回事 根本不要管那些东西 直接去察觉到我生命的一切 上帝赐给我的余生俱来这一切 这一切 最敏锐的地方在眼耳鼻舌身 每一个细胞 身就是每一个细胞 每一个皮肤的每一个表面 甚至里面 你会感觉到心跳的声音 呼吸的流动 这就是呢 他进入极乐世界的节奏 敲的鼓 心跳就是鼓 碰碰碰碰 你踏了这个节拍 就走入极乐世界 我们首先会觉察到的是什么呢 就是慈悲 就是慈悲 当你的心平静下 也不再向外追求 不再逃避 不再追求 人的一生就是在逃避和追求 逃避你认为的不好 追求你认为的好 不再逃避不再追求的时候 你就会第一个发现自己的慈悲出来 一般人不喜欢自己 有慈悲心 因为慈悲心有什么好 慈悲心就表示要去帮助人 是不是 希望别人对自己慈悲 但是你喜欢慈悲的人 当然喜欢 你为什么要来信佛 第一个原因就是因为相信佛是慈悲的 我们说佛祖祖鼻啊 老母牛祖鼻啊 我们都喜欢说老母牛祖鼻 有没有说老母娘这个正直啊 那个不重要 重要是足鼻啊 要足鼻 一顶爱足鼻啊 所以你第一个人会察觉 慈悲心出来 对人对事对物不再以利害心 放在第一 第一关 一般人都是利害心在前面 再来得失心 再来就是 这个这个 爱恨之心 所以慈悲心出来 这时候呢 你就是观世音菩萨 你就是观世音菩萨的什么 千百亿化身 千手千眼 其中的一个 能够慈悲就会欢喜 就能舍 我没有能力帮助你 但是我有能力去施舍 我能舍得出来的我就舍得出来 不失我的时间 不失我的言语 不失我的知识 不失我的财富 不管不失什么 我很喜欢做这个事 我很喜欢做这个事 欢喜 最重要是要不失欢喜 我要带给别人快乐 不是带给别人苦恼 心肠欢喜的人才会不失欢喜 你心里就不开心了 你怎么去不失 不开心的人很难不失的 那要怎么欢喜呢 唯一的办法就是慈悲 没有爱心的人是不会快乐的 是不会快乐的 就是慈悲 所以 自信觉 这是很重要的 觉悟你的本性 这时候你就会发现 怎么觉我们刚才讲的 一门一门进入 先要相信极乐世界在这里 从这个门进入 你就那种光明的感觉受出来以后 这时候你就会发现自己慈悲 爱心出来 爱心出来 你会为众生 你会看得到众生的优点 然后会同情他们的痛苦 有慈悲才有欢喜 有欢喜才能施舍 这时候你就是 大悲观世音 喜舍大师之 然后才可以彻底的洁净六根 成为释迦牟尼佛 再来才能够平等正直 只要弥陀 相反的 人我是虚弥 这是讲说 我们一般的众生 释迦牟尼佛有讲 我们一般人众生 活在什么呢 虚弥山 有大虚弥山 然后生死苦海 虚弥山 在大海之中 然后呢 众生就在大海之中 众生就在大海之中浮沉 浮沉 那 希望能够爬上虚弥山 爬到这里 似天王天 爬到顶端 这个地方 叫做刀立天 到这边叫做兜率驼天 我们讲说 弥勒祖师在兜率驼天的内院 就在这个地方 有没有 好像玄关的位置 我们这个是一座山的话 刚好在这里 对不对 刚好在这个地方 我们的人如果是一座山的话 兜率天就刚好在玄关的位置 那就往上爬 努力的修行往上爬 那这些从哪里来的呢 是不是本来就有虚弥山 本来就有生死苦海 然后我们呢 掉到这里面再开始一直爬 爬到刀立天以后再要往上抄啊 刀立天还是属于 欲界天啊 六种欲界天 还要再往上抄 到色界天 无色界天 最后呢才进入佛世间 其实呢这些都是人造的 虚弥山怎么来的 仁我就是虚弥山 首先 我们的第一个妄念啊 就是分出你我的不同 要仁我 每个人最大的执着就是自我 我和你当然不同啊 人的一生就是要顾自己啊 先顾自己在讲啊 对不对 你自己先观好先顾好 再来顾白行啊 一定是这样子 就是那种 自我和别人是截然划分的 这样子一个深固的执着 就叫虚弥山 把别人和我分成两半 不像儒家讲仁 仁就是仁我不恶的意思啊 对不对 恶仁同体 仁我不恶 所以仁我分开来变两个以后 就不是和同 所以像我们传到 我们传这个和同啊 就是要 打倒虚弥山啊 明师一指就是要推倒虚弥山 第一步先把虚弥山推倒 再说 把你生命里面的虚弥山推倒 所以说首先传你古河童 后面会提到 除仁我虚弥山推倒 所以仁我就是虚弥 一旦有了 我 自我以后 就会有邪心 这时候 生死苦海的大海水就出来 就成立在这种 邪心里面 邪恶的心 邪恶的心 什么是邪心呢 分别心就是邪心 分别心 刚才讲的 好啦坏啦 爱啦恨啦 喜欢啦讨厌啦 要啦不要啦 这就叫邪心 在要与不要里面 好与坏里面 又更再细腻的分 越分越细 我们学易经讲的 一有太极四生两仪 两仪生四象 四象生八卦 八卦生万物 越分越细啊 我爱我的孩子 但我孩子也有很多讨人厌的地方 对不对 他也不是单纯的 又可爱又讨厌 他的可爱 里面也很复杂 他的讨厌也很复杂 他讨厌不是单纯的讨厌 他讨厌的地方 后面一大堆啊 有网络的世界 有坏朋友 有虚荣 有整个社会 有电视节目 一大堆 这叫两仪生四象 四象生八卦 对不对 先生老婆 都一样 你的工作环境 你的房子 车子都一样 都是很复杂的爱恨情仇 这个就叫什么 大海 你就陷入大海 大海就出来了 你问小孩子 你有没有一种 在大海漂浮的感觉 小孩子没有的 他分别心没那么重 但每个人都会有这种感觉 波浪很大 因为心中波涛起伏 波涛起伏 那种恩怨 对不对 恩就是上来了 怨就下去了 对不对 爱 恨 成功 失败 有得 有失 是不是 就是这样子 波涛起伏 这个用大海来形容 波涛起伏的大海 波涛万丈的大海 形容我们人生 非常恰当 健康 对不对 就是高潮 生病就是低潮 得意 失意 是不是 就像大海一样 这就是所谓邪心 邪心就是大海 邪心就是大海 我很喜欢这个人 多话几个 看这个人在里面飘感觉很好 怎么有人爬上去 多话几个 所以邪心就是海水 烦恼就是波浪 有邪心就有烦恼 起烦恼 烦恼什么 不确定 无常 烦恼又是烦恼一个无常 对不对 好的会变坏的 坏的变好的 所以善富为妖 熟知其极 善就是美好 美好的一切突然间变成妖魔鬼怪 很多人都会跟后学抱怨 我老公刚谈恋爱的时候多好 结婚以后就变成妖魔鬼怪 老婆也是一样 对不对 变成夜叉 老公变成三妖 老婆变成水怪 三妖水怪奇出现 这叫善富为妖 小孩子也会妖魔化 对不对 小孩子想要说好可爱 抱在怀里 越打越恐怖 最后脚都伸出来了 对不对 疗牙也伸出来了 脚一直冲啊 撞啊 让父母亲难受 疗牙那伸出来就是利口伤人 说的每句话都伤透了父母的心 有没有 有啊 你自己就干这个事了 不要说你的孩子了 善富为妖 这有烦恼嘛 对不对 这有烦恼 这都是人造的啦 毒害是恶龙 再来就是毒害 海里面呢还有恶龙 恶龙要去 择人而死 要把人吃掉 为什么有恶龙 我们时常会 现在动不动就被人家 偷窃啦 抢劫啦 强暴啦 绑架啦 什么事都有 这些恶龙事实上就是毒害心 你有毒害心 别人有毒害心 严重的就变成恶龙出来了 最近不是 才有一个 通气犯就叫什么 什么恶龙的 什么张锡敏 那叫什么龙 警方就把他定为什么恶龙 来成立猎龙专案 有没有 这很有意思 毒害 毒害是恶龙 一定的嘛 有烦恼之后就会有毒害 心理烦恼以后就 恶向胆边生啊 一定是这样 就 这种毒性就会出来了 就想要去害人 不管是说话去害人 还是用 还是用你的表情 脸色或者用心机 或者真的呢 用枪啊用刀子去伤害人 每个人都用 可以懂得怎么样伤害人的 都懂的 怎么样放出毒气啊 来伤害人 最起码你也放一点那种 对不对 那种不好的制造一点不好的气氛出来 这个每个人都会 生个气嘛 就是毒气啊 我生气 然后骂人 这就是毒害啦 这是每个人都做的 每个人都会做 从小就会做的 小孩子本来不会的 生气骂人本来不会的 我最近有发现啊 因为后学的道场都是 大人带着小孩子一起出现的 我发现他们小孩子啊 生气和骂人的那种 内容还有表情 都跟他妈妈很像 或者跟他爸爸很像 可见呢 那种毒害就是自己 都是学来的 所以毒害跟传染病一样 会传染的 毒害是恶龙 虚妄是鬼神 再来又是虚妄 搬神弄鬼啊 叫虚妄 心中起了虚妄心 就会搬神弄鬼 疑神疑鬼的 然后就一大堆的 乱七八糟的鬼神 通通出来了 哦 现在人拜的鬼神一大堆 对吧 把神当作鬼来拜的 鬼当作神来拜的 一大堆 就是虚妄 虚妄 没有拜佛的啦 乱拜鬼神 这边讲的鬼神就是那些 那种精魅啦 精灵鬼怪啦 等等的 那都是自己的虚妄心 啊 创造出来的 内感外应 因为你毒害就会这样吧 每个人有毒害之心出来以后呢 再来就是要虚伪 欺诈 也就是这样子 虚伪和欺骗 要不然怎么办 能看吗 很多人心里 要跟别人相处 必须要把自己 你到这里 虚妄一定要出来 虚伪和欺骗一定要出来 不出来的话 就短兵相接啦 一定要隐藏起自己的毒害之心 哦 很多人就这样啊 他恨自己的先生 恨自己的太太 恨自己的父母 小孩子也恨自己 小孩子就要学会啦 把自己对父母亲的憎恨的隐藏起来 要不然怎么办 垂死你啊 有的小孩子不会隐藏 就被大人打死 现在这种例子很多 对不对 有的小孩子不会隐藏自己的怨恨 所以大人火大也把他打死 哇 那多少 那还报仇 其实 所有的小孩子都把自己心里的想法 表露出来 不再说 弄透嘴啦 简单的说 同样我们也是啊 我们必须要虚伪欺诈 要不然你如果说把你心中对这个人的讨厌 嫉妒 怨恨 表露出来的话 一天都晚都要打架的 一天都晚都要吵架的 一天都晚都要互相攻击的 很多人对他的主管 对他的同事 都是虚伪虚妄 都是虚伪欺骗啊 甚至夫妻之间都是这样子 能够表现出来吗 还得了啊 恨在心里 不是爱在心中口难开啊 是恨在心中口难开啊 每个人内心都有一把火 都好强烈的不满和怨恨 但是必须要欺骗 这就是所谓虚妄是鬼神 所以到处都是鬼神 陈牢是鱼鳖 淡海中啊 一大堆的鱼鳖胡来胡去的 我们就是这个呀 被海浪吹来吹去 就是成老 红尘的辛老 你想想看嘛 你又烦恼又毒害又虚妄 又要虚伪欺骗 你不辛苦吗 所以人就是活的辛苦 又在这里啦 成老啊 辛苦的不得了 好累好累啊 累的不得了 昨天到天台圣宫去 去讲课 有一位道卿问 他说 歉及菩提啊 他说 熟睡算不算歇 熟睡啊 睡得很熟算不算歇 我看他个样子就知道 太疼了 太累了睡着 他说想要这样就证菩提 你不要妄想 菩提绝对不是睡着的 歉及菩提就睡着了 逃避现实嘛 因为太累 人活得太累了 趕快睡觉 熟睡不是菩提 熟睡是什么 才设名时睡 地狱五条根 地狱之门 你熟睡吧 最好当植物人睡得好熟啊 永远不要醒过来 所以 为什么说人会想睡觉 就是因为太累了 活得太累了 为什么人这么爱困 为什么刚才讲的 我爸一上车就要睡觉 牛电了 为什么那么累呢 虚妄毒害烦恼 这样子折磨你的生命 你不烦恼你不累吗 当然累了 一天两天没关系 一年两年也就算了 十年八年二十年三十年 一天这样折磨下来 你不累吗 遍体鳞伤啊 累都累死了 所以成老啊 就像鱼鳖一样 好辛苦也就算了 辛苦呢 又起了什么 贪嗔之心 强烈的贪欲心 因为辛苦啊 辛苦的话 就是活得好辛苦啊 就像前几天 上个礼拜后学那边的道琴 才跑来跟后学哭诉 说他先生在大陆 辛辛苦苦的打拼 当台商啊 然后他最近才知道 他先生 在大陆 已经有一个小孩子 已经五六岁了 最近才知道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他先生他一直很相信他的 老实善良 因为在台湾有三个小孩啊 老婆辛辛苦苦在这边带孩子 然后在外面搞一个 包二奶不说 小孩子那么大 他的大老婆现在才知道 为什么呢 太辛苦了 就是太辛苦了 太辛苦就要追求贪欲啊 对不对 要追求贪欲 就要去 认为 认为 他们有种错觉 认为说 我这么辛苦 我必须要 满足一些欲望 来减轻我的辛苦 事实上错了 你包个二奶一定更痛苦 不会比较快乐 一定更痛苦 但是尹为这样好 就好像一个人尹为 尹为很累啊 喝酒就可以解除疲劳 就喝了酒以后 酒精中毒啊 更糟 我以为很辛苦啊 我去赌博 我就可以快乐一点 结果怎么样 请家荡产 很多人都有这种错觉 为什么就是因为太辛苦 所以就贪 要不然就是撑 有的人就用贪 有的人就是撑 贪不该贪的东西 或者起了撑恨心 活得很累啊 一时火大呢 就什么坏事都做了 就下地狱 贪撑是地狱 贪撑是地狱 那有的人是活得很辛苦啊 突然间傻掉了 跟后公公 一直工作啊 然后掉到这种烦恼 毒害虚妄啊 欺诈里面啊 最后很累 就整天啊 就放空 什么都不要想 坐在那边看电视 拿一个那个 那个什么 全台器 这个一定变畜生的嘛 这个人生观 武汤夾武汤滚就后 武汤夾武汤滚就后 他就是讨论马通一直这样子灌输自己这种观念 他将来一定就是武汤夾武汤捆嘛 低啦 狗啦 牛啊啦 就是这样啦 夹八捆困八夹 你还看电视 对不对 他看不到电视就看别人 看人走来走去 然后看到什么 哼哼 叫两声 很多人现在都这样啦 现出生相啦 对不对 现出生相啦 自己都不晓得 个性好的还可以当家犬家猫啊 个性不好变流浪狗啊 流浪猫啊 就人呢 现在都出现了 就叫鱼吃是畜生 鱼吃啊 所以自己创造的嘛 这一切都是自己创造的 佛创造的是什么 佛也没创造的 这个世界的实相 就是慈悲喜舍能净平止 就是光明就是智慧 那我们创造的就是 须弥山大海水 脱浪恶龙鬼神 地狱畜生 辛劳 创造这些东西 从哪里开始 从自我开始 从自我开始 所以善之士 常行时善 天堂便智 常常行时善 不贪不撑不痴 开始做起 不杀不盗不淫 开始做 像我们盗亲啊 尤其我们在座 可以说都是亲口以上的盗亲 都有本钱啊 至少你不杀生嘛 对吧 至少你不杀生 这是很重要的 杀到淫啊 杀生啊 是一个 你不偷盗 对不对 杀到淫 这是一个基本界 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 然后常行时善 天堂便智 只要常行时善 就算自我还存在的 啊 你已经到了天堂 已经到这里了 啊 一直往上走 开始往上爬 往天堂走 啊 那如果你出去忍我心的话 须弥山就倒 啊 扶我了 真正的 正入合同 我们明师指点就是要 去除忍我的啊 出忍我 须弥山就倒了 没有自我 要时常去体察 没有自我的存在 光行善还不够 要去体察 没有自我 要时常问自己 是不是我很自我 要在这一点上去觉悟啊 无我 真理是从无我开始 没有自我开始 所有的圣人都讲无我 连孔子也说啊 悟意悟必悟故 悟我 只觉是 对不对 就是没有自我 除忍我 须弥山就倒了 一个人整天 我这样我那样的 我很重要 啊 我开心我不开心 我没有那么重要 我不是独立的东西 要好好去看认识自我 事实上我 诸佛如来如我信啊 我信同共如来何 你不要看我啊 我的里面是诸佛世界 这是六祖会能讲的 对不对 极乐世界的门户在哪里 就在这里啊 大政四川王桃心啊 就在这里 所以 出去忍我 须弥山就倒了 然后呢 去邪心 海水节 没有自我 自然就不会有邪心啊 为什么会有邪心 就这么有自我嘛 有自我以后就会常想的嘛 常想要 利我 常常想要保护我啦 利益我自己啦 然后呢 就会有其种种的邪心 对不对 有利害心就是邪心 所以说 去邪心 海水节 你要有自我 一定有邪心 你要无自我才能够去邪心 你要说 光想去邪心 但是还是有自我 很困难 很困难 因为自我呢 是邪心的根本 你就算暂时去掉 我不要去想 我不要去想这些 但是还 只要你没有去觉悟到无我的话 没有 觉悟这个合同 我们首先传的这个合同 没有去亲政啊 亲自去体会到我和这个世界的 没有距离 我和一切众生的没有距离 要亲自去体会 从亲亲开始 所以说人要有慈悲心就是这样 人要有爱心 你就会发现你和你所爱的人 是无 没有距离的 对不对 是没有距离的 你爱你的孩子 你真正的爱你的孩子的时候 你看你的孩子是没有距离的 他就是你就是他 他受到伤害 就像自己受到伤害一样 那有爱心的人会慢慢扩大 亲亲而人民 人民而爱物 像那个 程怡 这个大理学家程怡 他是皇帝的老师 有一次太子的老师 有一次跟太子在花园游玩的时候 春天啊 那个太子看到那个 很嫩的 那个树啊 发芽了 哎 看得很漂亮的 翠绿的 摘之下来就被他骂 你怎么忍心摘他呢 他摘了他会痛啊 这个程怡看 心痛 所以又科赐这个太子 这个就是 物我一辱啊 要这样去觉受 觉受到天地万物与我合一 这样子的话呢 你才不 要不然的话你就 那个 有自我在就是 就好像 就好像有种子啊 好像有树根啊 你把 这个树砍断了 树根还是会生出新的 新的芽出来的 所以除人我 须弥倒 去邪心 海水洁 那我们要 道清要修 事实上是很容易的 因为我们传道 首先传你苦合同 不是一个观念哦 是实实在在 让你的生命呢 进入一种 无人无我的 啊 一个实相之中 传道的精彩处就在这里 所以我们只要恢复就好 恢复到这种须眉山倒下 所以才能够超生了死 然后进一步的呢 要能够去学习 你的心呢 要回到这里来 一点真太阳 恶目要回光 要眼睛向外看 能够时时刻刻提醒自己看回来 这样子呢 海水就会枯竭 啊 海水就会枯竭 那你心常常收回来呢 就不会有烦恼 你的心常常外放 烦恼就多 啊 而且是 白烦恼的 对 对事情没有帮助 烦恼如果有帮助还好 没有帮助的 只有增加 烦恼只会引来更多的烦恼 那烦恼不能解决烦的 只能引来更多的烦恼 所以常常呢 念念不离自信 自然烦恼就没有 烦恼没有就不会觉得 人生活在泼浪之中 泼桃起伏之中 然后呢 你没有烦恼就不会毒害了 所以毒害妄于龙爵 你自然就不会有恶毒的心 伤害人的心 自然就不会 要除人我 就要能够怎么样 要时时刻刻 以众生为念 不要老是够咬咬咬 自食 呦 宫心 宫心一片 不要一天到晚为自己打算 我想现在人最大的问题就是 整天为自己打算 你要先从为别人打算開始 當然你可以先從為自己所愛的人打算 然後愛的範圍慢慢擴大 齊佳治國平天下 自心地上決性如來放大光明 這個時候心地上的本性 決性如來 就是亡者出現 放大光明 就是剛才後學講的 光明性波折性 有智慧的人就要看到無我 看到無我自然自心地上 從無我以後後面就一下子整個破除掉 好像骨牌效應一樣 第一個骨牌倒了 下面整片骨牌都倒 這時候決性如來就放大光明 這時候你對於生命 對於這個世界的決手 就是無量的光明 不像一般人都是活在黑暗之中摸索 偶爾看到一點點的光 回顧我們的人生是不是這樣 只有童年的時候 最沒有分別心的時候 那是光亮的 其他的時候有什麼光亮 對不對 恩怨情仇啊 利害得失啊 競爭啊 比較啊 有什麼光亮 只有高低啦 沒有光亮 都是在黑暗中啊 都是在黑暗中 這種競爭 衝突 貪婪 所以說自心地上 決性如來 放大光明 外照六門清靜 能破六欲逐天 向外照六門清靜 眼睛看到的清靜 色塵清靜 耳朵聽到的深層清靜 鼻子聞到了 我們說六層嘛 色身相畏觸法 深層清靜 袖層清靜 促層清靜 畏層清靜 法層清靜 六根清靜 所以六層也清靜 外照六門清靜 就能破六欲逐天 六欲逐天講的就是 四天亡天 虛焰摩天 兜率天 刀立天 還有什麼 他化自在天 反正總共有六個天 六個天都是屬於 玉天 六欲逐天 就是簡單的說 脫離欲望的世界 我們六根不清靜 為什麼不清靜 就是欲望多 各種的欲望 各式各樣的欲望 那麼欲望比較精緻的 就是天界 比較粗糙的 就是人界 再粗糙一點呢 就是畜生界 就是這樣子而已 眾生以淫欲固啊 各種性命 就是為了欲望 那麼今天呢 因為自信 如來 大放光明 所以說呢 所有的欲望全部消滅 欲望消滅的情況之下 自然 六欲逐天 全部破掉 自信 內造 三毒 極楚 自信 向內 觀照 貪嗔 吃三毒 一刻消滅 地獄等罪 一時消滅 你說我的罪业多重 一下子全部消滅 就算有下地獄的罪也一時消滅 關鍵就在哪裡 至心地上 覺醒如來 有沒有放大光明 所以說 佔你明德 本性的光明是最重要的 本性的光明呢 向外可以 讓這個世界清靜 至少你看到的這個世界就是清靜 別人看到是不是清靜是一回事 你的心清靜了 這個世界就清靜 你就不會覺得自己活在五足二十 然後向內呢 所有的業障一時消滅 所有的貪生吃一時消滅 你不再被為自己的貪婪 欲望 憤怒 愚痴所困到 不再被這些所困到 所以內外明冊 不亦西方 所以內在的生命 外在的世界 光明透徹 那和西方極樂世界 有什麼差別呢 沒有差別 此地即是西方 所以不做此修 如何到彼 不這樣子修行 要怎麼樣能夠 到達彼岸呢 還有什麼修行 可以到達彼岸呢 簡單的說呢 就是要讓自己的心性光明 要怎麼樣讓自己心性光明呢 從除人我開始 除人我去諧心 煩惱無毒害妄 就是這樣子 基礎修行就是食善 要下定決心 不貪不撐不吃 不殺不到不飲 不妄語不兩扯不餓口 盡量的少去做 不去做 然後呢 要參悟 沒有自我 合同 要參悟這一點 這是很重要的一個參悟 不要活了一輩子 修行一輩子都是為自己 都是為自己 為了要讓自己更好 沒有為人修的 為自己修的 為自己修啊 就永遠在虛弥山底下 在大海之中 所以為什麼後學 發現啊 所有前輩做的示範 修行的示範都是什麼 頂潔救世 有沒有注意到 忘我無我 頂潔救世 都是頂潔救世 他不是為自己的 他甚至可以用自己來頂潔 耶穌是這樣子 孔子也是這樣子 都是聰明才智各方面一流的 都是可以富貴榮華的 不要頂潔救世 對不對 圓絕大帝 你看圓絕大帝那個相貌 是不是一個富貴雙全的樣子 頂潔救世 潘道長 後學道場的祈道長 各個都是頂潔救世 像我們商前人 他也是這種觀念 只是說他個性啊 比較柔軟 比較沒有自信 但是到年紀大了以後啊 他就下定決心還是走上這條路 他覺得自己沒有能力啊 就幫那些老道親 修了一輩子的 家裡面有父母還沒有求到已經歸空的 超拔 他點了幾十種以後就得了肝癌去世 頂潔救世 最後頂潔我救幾個亡靈也好 而且還交代後學要繼續辦超拔 嚇死我了 辦一個我就半條命啊 一直問啊 你辦超拔沒有 你辦超拔沒有 我辦了辦了 這就是頂潔嘛 頂潔救世 這除人我 實實在在的嘛 除人我 不要整天 我要怎麼樣讓自己活得更好 所以說不做恥修如何道比 你沒有除人我啊 你修得再好啊 在榮華富貴都在虛弥山的腳下 都在虛弥山的腳下 最多最多跟你爬到虛弥山頂上 還是在六道輪迴裡面 一定要合同 所以為什麼傳道要首先傳你古合同 你要看到西方極樂世界就要從這邊開始 就要首先從這裡下手 就要整天為自己 為自己打算 整天人生觀就是為自己打算 整天想對我有什麼好處 好 就講到這裡 有沒有什麼問題 修行人呢 第一點就要看到自己的煩惱 煩惱即是菩提啊 有的人滿臉苦惱像啊 然後呢 不承認啊 他說我很快樂我很成功 我是個成功的快樂的人 但是你看他就是滿臉苦惱像 不是不承認自己煩惱 一直要告訴自己很成功 很快樂 當然你真的很成功很快樂 那真是太好了 你要看到自己的煩惱 然後要知道煩惱的原因在哪裡 這邊講啊 諧星啊 自我啊 執著嘛 諧星就是執著 不該執著去執著 這就是煩惱的來源 為什麼要去執著 就是過度自我 自己太重要了 簡單的說 自己太重要了 看不到自我的實相 光看到自我的假象 所以自我的假象就是自己千金萬金重 別人不值一千 這就是自我的假象 所以像後學在看人的時候 看這個道慶的時候 我都不看他的聰明才智 也不看他的學歷地位 也不看他說布施奉獻有多大 就看他有沒有很自我 還是比較無我 重點在這裡 看修道人根基好壞要看這裡 這個和世間法是不同的 世間法你當然要看他的聰明反應機制啊 口才啊 學問啊 辦事能力啊 出世法有不同的 出世一定是從無我開始的 他就算推推公公啊 他無我 他自己很謙卑 我們大學裡面講 治國之道 這一個人沒什麼能力 斷斷熄無他機 沒什麼能力沒什麼口才 可是呢 看到別人啊 有能力有口才啊 高興的不得了不會嫉妒 高興的不得了 歡喜的不得了 就是歡喜讚嘆 然後謙卑 這個 這個就是真正的 修道來講真正的好人才 就是從我越小越好 好啦 我們就講到這裡 感謝天恩師師德 一時誤解 大家聽了六祖慧能大師呢 來講解 希望 喜樂世界的這個實相 事實上 眼前觀其事 不離當下 就是淨土 關鍵 是在我們的心 而不是環境 只要把你的心呢 進化了 你就會發現 自己的生命 是純潔的 生活是喜樂的 世界是清靜的 再來 慧能祖師就要來講這個 吳相誦了 祖師說 善知事若欲修行 在家亦得不由在世 我們要修行呢 在家裡面也可以修行 不一定說要在寺廟裡面 就像我們要修道 在家裡也可以修道 不是說一定要到佛堂 到道場才可以修道 在家能行如 東方人心善 在家 如果能夠行 菩提道 行走在菩提道之上 菩提就是覺悟 覺悟的道路上 常常要有覺悟之心 常常覺悟 不要無名啊 愚痴啊 覺悟的心每個人都有 有菩提心在哪裡 眼前當下就是啊 每個人都有 這是覺心 不要不覺 要去察覺 一切都要察覺 吃飯要察覺到自己在吃飯 走路要察覺到自己在走路 別人跟你講話 要察覺 他的表情 他的態度 他的心情 這都要察覺 這就是覺 無所不覺 那麼這種覺越來越敏銳以後呢 你就會進一步的去察覺 察覺到表面底下的實相 看一個人 這個人可能在跟你生氣 甚至辱罵你 跟你過不去 那是他的表面 你如果決心啊 你現在是察覺 他在說我 他在罵我 為什麼 你可以去察覺 進一步的這種 這種決心越來越敏銳以後 我們人就是因為碰到不愉快的事情 不想去察覺 所以慢慢的封閉了這個覺心 不管愉快不愉快 他會察覺 就算皮牛賽嘛 很愛皮 皮牛 叫什麼 要給他聞得很清楚 了了分明 這時候你的決心就慢慢恢復起來 然後你就會察覺 這個人他 表面底下的 他自己都沒有察覺的那種 慈悲善良 光明 每個人呢 隱藏在他表面底下的都是菩薩心 然後這個世界也是一樣 隱藏在表面底下的都是什麼 就好像黃金蒙塵一樣 黃金上面蒙的土啊 看起來一點亮光都沒有 底下都是真金 所以人是真金打造的 世界也是真金打造的 關鍵只在你有沒有絕而已 所以說呢 在家能行啊 要行菩提道 如東方人心善 那就好像東方人 東方就是講我們這個五濁二世 東方人心善 當下呢 五濁二世就是西方淨土 在世不休啊 如果你在寺廟裡面 或者在道場裡面 整天住在這裡面 你不修行 你不修行 你還是 整天呢 就是活在這種 活在這個貪嗔痴裡面 沒有去警覺 不怕你有貪嗔痴 就怕你沒有察覺 很多人自己貪心 他沒有察覺 像今天後學 有一位道親啊 他在賣那個地瓜 每天要接觸到很多人 他就說啊 他做生意做很多年了 做了十幾年 二十幾年 接觸到很多人 他就發現那種沒有修行的人 普遍有一種現象 站在那邊跟你講話 講十幾分鐘 二十幾分鐘 事實上他講的話一直重複 他自己不知道 他都不曉得自己 已經講過很多遍了 一直重複 你們注意去察覺 根本就 人家說頭髮壞掉了 都不曉得自己講話一直重複 很多老人也有這樣子 你有沒有注意到 他已經講了一百多遍 他還在講 好像很新鮮那樣講 好像你們從來沒聽過一樣 其實年輕人也就開始在培養這種能力了 所以只是沒有人有時間跟你講話而已 像他們做生意在那邊 有人沒事在那裡閒聊 他就發現普遍有這種現象 這個就是什麼 不修 你如果在道場裡面不修也是這個德性 也是這個德性 為什麼會一直重複呢 因為沒有察覺 沒有決心 所以你看不到別人 也感受到不到別人 甚至你身邊的小孩子 夫妻 父母 他們說的話 他們的生活 他們的變化 你都不去察覺 你整天在想的就是自己關心的那一些事 一些人啊 一些情緒啊 一些想法啊 所以他就會一直重複 一直重複 原因就在這裡 沒有決心 麻木不仁 所以把自己一直限制 就好像手指限制做局部的幾個動作而已 他的各種千變萬化的能力就慢慢喪失 好像眼睛呢 不會轉動 他只能看某一個角度而已 就像這樣 人心也很容易變成這樣子 不修行就會這樣 不修 不修呢就是貪稱痴 就叫到這個貪 然後整天想的就是我想要什麼 這是第一個重點 第二個重點是什麼 第二個重點就是 就不會送你 這個第二個重點 就是稱 很多啊 我看很多人心裡想的就是就不會送你 很不爽 還有就是我想要追求什麼 第三個是什麼 很疼 愛睡 愚痴 大概就是這三種心態 所以這又不修啊 你在道場裡面如果還是這三種心態 那也是一樣的 如西方人心惡 那就好像在西方極樂世界的人心惡 所以 但心清靜即是自信西方 所以重點是在你的心能不能清靜 能不能清靜 心清靜的呢 那麼你自己的本性啊 就是西方極樂世界 問題是要怎麼樣讓心清靜呢 怎麼樣讓我們的心清靜呢 衣服你可以洗啊 地板可以擦呀 心怎麼清靜呢 心我們剛才講的 充滿了那些 就是在社會上 比例是很少的 大概最多 十分之一吧 十分之二就很多了 對不對 你一天24個小時 大概兩三個小時在佛堂 是不是 十分之一而已 那已經算是很多的了 所以那真的是叫我一曝十寒 對不對 十分之一的時間曬太陽 另外十分之九 是在冰庫裡面 那怎麼會熱得起來呢 所以這種修道的熱心 舊式的熱心場 很容易就冷卻了 所以一定要在家修行 不能說 哎呀我到道場修 在家歸在家 在道場呢 再來修 那是很容易冷卻的 一定要把修行啊 帶到家裡面去 然後祖師就說啊 我為大家說無相誦 但依此修 常與無同處無別 若不做此修 替法出家于道何意 說你們照這個無相誦 在家裡修行啊 就好像跟我祖師在一起一樣 像我們來講 就像跟彌勒祖師常常在一起一樣 按照無相誦去修 跟慧能祖師在一起 跟彌勒祖師在一起 跟師尊師母在一起 跟所有的 這種道場前人輩都在一起 如果不照這樣修的話 就算你 替法出家 或是我們道場來講 就是你住在道場裡面 終生在道場裡面服務奉獻 於道何意啊 對道有什麼幫助呢 好 看看他怎麼說 宋願心平何勞慈戒 行職何用修禪 心平何勞慈戒 我們今天要慈戒 要出家 就要慈 250條戒 就是前道 昆道要求慈什麼 500條大戒 就叫三坛大戒 为什么我们要慈见呢 就是心不平 心不平等 有分别有取舍 所以就会起了情绪 起了情绪以后 就会想要去做一些不该做的事 因为你有分别心 原因都在这里 先说不要骂人 比方说我要持一条戒 不可以恶口 就是不可以骂人 我很想骂人 所以我要持戒 忍住 这就是持戒 但最重要的是 你为什么要想骂人 如果你不想骂人 你就不用持这条戒了 对不对 你就是想骂人 你才要持这条戒 就它已经变成行为了 要爆发了 所以要用戒把它压住 那就很痛苦 用戒律压制的话 但是老实讲 如果真正在寺庙里面有 清净戒体的比丘 师父传戒给你的话 那种压制的力量会比较大 会比较大 比如说压制自己 不会说这么难压 不会那么困难压制 就像我们 立了清狗愿一样 立了清狗愿要吃素 那种想要吃肉的欲望 就会一直降低 你没有立清狗愿在吃素 就大不相同 就变成用意志力要去压制 它用戒律去压制是不同的 但是最好呢 是你根本不想吃肉 最好是这样 所以说我们为什么要持戒 就是因为呢 有那种冲动 要去犯错的冲动 为什么会有那种冲动呢 因为心不平 为什么心不平呢 就是非常自以为是的认为 什么是对的 什么是错的 什么是好的 什么是坏的 我们的心啊 用心已经养成坏习惯 用心的习惯就是这样 一定要争个是非啊 一定要争个是非 谁对谁错 一定要争个是非 所以心就不平 这心一不平啊 就很多乱七八糟的情绪出来 然后你的行为就控制不住了 嘴巴也控制不住了 所以就要用一大堆的戒律呢 来制止自己 免得造业 其实归根究底呢 就是心不平 心不平就是我们刚才讲的 一定要争个是非出来 这是我们的问题 一定要争个厉害 争个是非 厉害是非 行职和用修禅 那么出家就是要持戒吗 还有修禅 修禅定 参禅打坐 你不用在那边做争 你如果能够行 行为 能够正直 心平自然行直 心平等 不失善 不失恶 心平气和 心平气和 自然你的行为呢 就是正直的 自然就不需要呢 去参禅打坐 为什么要参禅打坐 为什么要修禅 就是要让这个气 这股气 这个气不是那个空气的那个气 我们常讲心头有一股气 有一股怒气 怨气 要化成什么 道气 祥和之气 一般众生就是心中有一股 怒怨之气 那么透过参禅打坐 可以把它降服下来 化作祥和之气 其实怒怨之气 怎么来的 暴力之气 怎么来的 就是因为你行为 出了差错 行为出了差错 我们说 行为出差错 怎么会让我自己 有怒怨之气 很简单 你行为做的不对 就够人晚 够人晚 有人讨厌 够人晚 那很好 你讨厌我 我也讨厌你 所以这种情绪就整个出来了 所以你就要去参禅打坐 那你不知道原因在哪里 如果你打坐起来以后 你还是所作所为还是很古墨的 然后还是那样子 要不然就是很懒散 漏洞百出 疲漏鬼 还是够人晚 对吧 还是讨厌 讨厌的话就会受到很多的批评 攻击或者说 像后学又碰到有一些道琴 一天到晚在佛堂 一天到晚在佛堂 心平气和在佛堂 真好 一回到家 就够人晚了 当女儿的不像女儿 当妈妈的不像妈妈 当老婆的不像老婆 当先生的不像先生 行不直 行不正直 行为上的差错太多 所以我们人不太重视自己做什么 不太重视自己做什么 看他咱呀什么 欢喜就好 现在人是这样子 我要吃东西 我欢喜就好 我要看电视 我坐在那里 坐没有坐像 吃没有吃像 为什么 欢喜就好 我自己欢喜而已 所以说行不直 所以要注意自己的行为 这是很重要的 稍微调整一下 你不是不知道怎么样做是好的吗 对不对 怎么样做 让人有一种 这个人很正直的感觉 不是那样子 哇 这种横行 不是正直 不是直是横的 很多人就横行 有时候看小孩子不满意的讲 横行霸道 对不对 就不管别人的感受 这就不是叫行直 这叫横行 就反过来了 不是行直 叫横行 吃饭啦 睡觉啦 走路啦 讲话啦 这个行来包括言语 都不管别人的感受 这个就是没办法 这不是说 擅擅打坐可以调整的 这要在生活中 随时调整 绝对不能横行 横行不法 横行霸道 一般人就这样横行霸道 就看谁比较强势而已 看谁比较强势 要照自己喜欢的方式去说话 去生活 自己的习惯 比方说常常有 我时常听到这种抱怨 夫妻的抱怨 睡在一个房间里面 到了夏天 先生要吹冷气 太太不吹冷气 有的要吹电风 有的不吹电风 有的要开窗户 有的不开窗户 光为这就吵不完 有没有这种经验 这就是没有行直 就是横行 每个人都想横行 你也要横行 我也要横行 所以怒怨之气就这样来 大家都要横行 大家都要照自己的意思 所以行直 这是很重要 行直不是随便一句话 你可以把自己调到直的 不要横行 所以什么叫横行 你一条路行直 简单的说 一条路直直的 你就直的走 你不要去挡到别人 爱别人的路 对不对 我们人很容易这样子 走一走 看到人家走过来 脚伸过去 手挡一下 让你扮一下 不方便一下也好 对不对 为什么 这样我送啊 对不对 所以这个是很大的问题 尤其是言语上 态度上 言语上 态度上 表情上 就是这样 跟人家过不去 所以就时常被人指责 或是你不接受别人指责 人家就排斥你 然后你就心里越来越 越来越心里偏激 像今天才 后学那边才有个道卿跟后学讲 他那个儿子以前 独子嘛 从小阿嬷宠坏了 就变成说 哦 他那条纲垢仪那样子 他说 也是看他拿一个超级小刀 在那边玩 就跟他讲 小心哦 床单不要画 他这样给你画破 就是这样 就条纲 类似这样的事情 他说后来他跟妈妈讲说 不要说别人看着他讨厌 我当妈妈的我都爱不下去 如垮如偷牙 有时候会这样子 连母亲都爱不下去 不要说父亲 父亲最喜欢讲一句话 叫做断绝父子关系 母亲比较说不出口 可是是很讨厌 就是 这种横行 不管别人的感受 不顾虑别人 后来修道以后 修着修着 开始会调整自己 孩子也是 吃糖在道场走走 现在都很乖了 他说现在 他如果晚一点回家 他这个儿子才上小学 就会自动把碗 什么都洗好 地板也擦好 擦这么多 你看 他也没有参残打坐 是不是 开始 懂得调整自己的行为 所以你的心和你的行为 是最重要 至于戒律和禅定 那个是已经心坏掉了 行为出了很大的偏差了 出尺下策 没办法了之后 用这些羞耻 因为你的怒怨之气 充满了 你再不参残打坐 你就要爆炸了 或者说你的 对不对 你已经到处造业了 你再不辞戒的话 你就要下地狱了 不得已才用戒律和禅定 不然的话 心平行职就够了 好 怎么样心平行职呢 怎么样在基础上下功夫呢 家庭里面最好 家庭里面是最容易下功夫的地方 恩哲孝养父 家里面就是 有人嘛 有父母亲 有兄弟姐妹 有夫妻 有子女 还有亲戚 姑嫂啦 周礼啦 一大堆 所以这些绵密的人际关系网 就是我们修行的地方 就是修你的心平和行职的地方 在这种人际关系网里面 你要修持戒和禅定 很困难 可是要修心平气和 要修行为正直 很容易 是很容易的 正好 正好可以修行 恩哲孝养父母 首先呢 我们的心啊 要有感恩的心 我们先不要说你有爱心 你对一般众生有爱心 那个困难 但是你起码要对 对你好的人 有感恩的心吧 对不对 恩恩爱爱 有没有听说过 恩恩爱爱 有恩才会有爱 懂得感恩的人才有真正的爱 要不然那种爱是一种欲望的占有 真正的爱是来自于恩 所以叫恩爱 我们常讲恩爱夫妻 就是讲说 互相感恩 互相感恩 爱情是不持久的 恩爱才是持久的 懂得感恩才是持久的 你要感恩的话呢 第一个要感恩的就是父母亲 而且不是光心里感恩 嘴巴感恩 要去孝顺 孝养父母 孝顺父母 奉养父母 这就是一个具体的 把这种感恩的心啊 落实起来 孝养父母 孝养父母是一种行为 甚至可能是一种负担 但是呢 他开发的是你这种感恩的心 这种恩爱之心啊 是慈悲心的一个种子 你要成就菩萨 如果不懂得感恩 那是不可能 我们一讲课就要 感谢天恩施德 对不对 那不只是感谢天恩啊 父母之恩 谁对你最好 父母对你最好 我们会把父母亲对我们的好 当作理所当然 不懂得感恩 那是一种非常大的错误 我昨天才看那个 一本书是 苏格拉底的 对话录啊 他的地址啊 叫做柏拉图 把它记录他的 就像我们的论语一样啊 里面就记得有一段 他在教训他的儿子 苏格拉底在教训他的儿子 因为他 苏格拉底的太太脾气非常暴躁 所以他儿子呢 跟他妈妈处得非常不好 他也教训他的儿子 告诉他的儿子 不要光看到你母亲 脾气暴躁的那一面 你要仔细想想看 他对你做了多少事情 他怎么样全心全意地在养你 在为你着想 虽然他脾气不好 脾气不好是一小部分 但他为你付出的那是大部分 大概内容蛮多的了 记不太清楚 但是我记得里面有一段 就是告诉他说 不孝顺父母的人 要赶快向上帝忏悔 向神忏悔 不然你一定会遭受到处罚 一定会遭受到处罚 遭受到下地狱的惩罚 因为那个是 不孝顺父母就是 对父母都不能感恩 这要忘恩负义 那你对 你不可能对神感恩 你也不可能对任何人感恩 一个人连感恩的心都没有 不要说爱心 所以都是自己骗自己 经不起考验的 他如果对父母 没办法有感恩的话 甚至有怀恨 那对任何人 夫妻之间都很容易怀恨 也会怨恨子女 兄弟姐妹更不要说 所以心中就只有怨恨 不是上帝要惩罚你下地狱 是你那个怨恨的心 非下地狱不可 就一生到最后就生下怨恨 就是这样 充满了怨恨 极度不爽 简单的说 最后到地狱去更不爽 所以恩则孝养父母 这是很重要的 现在人都不懂得孝顺父母 不懂得孝养父母 不晓得这个重要性 不晓得你如果 对父母不知道感恩的时候 你心中就只剩下仇恨 对你最好的人 你不知道感恩 何况是其他的 对你不好的人 那这是只剩下仇恨 夫妻之间 你先生对太太 绝对不会比父母亲 对你好 太太对先生也是一样 绝对不会好到这个程度 绝对不会 当然也有父母亲 对子女不好的 很少 很少数 当然我们很容易去比 我的父母跟别的父母比 你不要跟别人的父母比 你要比就跟其他的人比 其他人 你的同事 你的好朋友 会像你的父母对你这样子 这样子比较 比较公道一点 所以 恩泽孝养父母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羞耻 你要把它当作一种羞耻 所以修行 就是要让自己的心 越修越好 所以但心清静 让自己的心清静 那我们的心 所有的慈悲心 最起码的条件 就是懂得感恩 所以不孝父母的 对父母另于付出的 很多人对父母很另于付出 很另于付出 不愿意对父母付出 不同的奉养父母 当然你也许 各种姻缘条件 没办法去奉养 起码要 眷顾着他们 对他们付出 这种人 你的心 出了大问题 自己不晓得 你会觉得 我工作也很好 我口差也很好 我事业很成功 赚很多钱 没错 你的心出了大问题 你就会造很多的业 造很多的业 意则上下相连 恩还有意 跟人相处 除了感恩以外 时常想别人 有没有对我好 不要想别人对我不好 就先从父母开始 想想看父母亲 对你的好 对你的奉献和牺牲 还是感恩 再来呢 就是讲意 这个意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利他的意思 我们学过孟子啊 孟子呢 很强调这个 意利之变 要分清楚 自己的心呢 是意还是利 当然 这个不是心呢 因为心看不到 就是行为 你的作为 你的作为是偏向意 还是偏向利 偏向利的呢 就是自私 为自己着想 偏向意的呢 就是整天想要帮助别人 好 你要帮助外人 先谈不上了 自己家里面的人 如果一家人整天想着 我这样做 对爸爸比较好 对妈妈比较好 或者对哥哥比较好 对先生比较好 对小孩比较好 对太太比较好 还是想着这样 对我比较好 如果你想的就是意 就是怎么样子 范围太大 也许我们做不到 亲亲嘛 亲亲人名爱物 对吧 先对自己的亲人 亲人如果能够做到意 不要光自私 光想到自己 有时候连兄弟姐妹都 都在争 有没有听过恐龙浪梨 懂得意 想到对方 不要光想到自己 这样子呢 就会上下相连 上与下 就能够互相怜爱 互相怜爱 上下相连 这个连这个字用得很好 我们常讲说 这个人很可怜 对 怜悯 我们讲怜悯 怜悯就是说 意思就是说 我很能够 体谅对方的苦 体谅对方的苦 好我们今天讲利他 要怎么利他 就是要 体谅对方的 这种苦楚 痛苦 苦恼 这就是连 觉得他很可怜 常常要想到说 哎呀 我先生很可怜 我太太很可怜 我爸妈很可怜 我爸爸很可怜 或者我哥哥 我弟弟 我姐姐 我妹妹很可怜 要这么想 不要光想说 很可恶 很多人想到 这可恶不是可怜 对不对 他很可怜 太可怜了 我看每个人都很可怜 都很可怜 刚刚后学来的时候 还先落到火堂去 有一个道琴 很可怜 在医院 梁安师 你能不能帮我扣手 我都不然去帮他扣手 对不对 很可怜 一般人想到就是可恶 对不对 然后会想说 你生病就是 业障现前了 坏事做太多才会生病 要有那种怜 怜悯的心 先不要谈对其他的人眼 对身边常常相处的人 一定要常常生出那种怜悯的心 像耶稣上姐 把他定死在十字架上面的人 还生出怜悯的心 还希望上帝能够原谅他们 这就是怜 所以这个意义不是说 我为你做多少事情 我给你多少钱 重点不是在这里 重点在这个怜 因为我为你做多少事情 不一定每个人都有这能力 我给你多少钱 也不一定每个人都有这种福报 但是怜悯的心是每个人都有的 这是你可以用来利益众生的 可以用来利益众生 一般人最感动的也是这一点 大部分人感受到都是冷漠 谁关心我呢 当然你自己也不关心别人 但是每个人都希望别人关心你 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很苦 今天才有一位道亲打电话给我说 电害师我真的觉得很苦 很苦啊 我真的觉得很苦啊 我说怎么个苦法 他说没有办法形容的苦啊 好苦 这是每个人的感觉 觉得很苦 那你就要怜悯对方的苦啊 对不对 你会不要觉得他无病呻吟 他真的苦嘛 这么大的人 三四十岁的人来跟你喊苦啊 一定有他的原因的 一定有他的原因 他愿意跟你 愿意跟你这个求救啊 叫苦啊 这表示他相信你会同情他 对不对 一般人是不愿意跟人家叫苦的 不愿意跟人家叫苦的 因为得到的是被轻视 被拒绝 对不对 双重的打击 已经很苦了 还要苦上人家苦 所以这个相连这是很重要的 相连 不相怜悯 这个很重要 不要老是觉得人家很讨厌 人家有一种很可怜 尤其从身边的人开始 你要看到身边人的可怜之处啊 可怜悯之处啊 不要光看到他的可恶啊 其实众生最大的可怜就在哪里 就是无知嘛 他有多坏 每个人都是佛啊 他有多坏 就从小啊 他无知 被愚弄了 被整个社会 整个人类文化所愚弄 叫你一天到晚呢 就是要去争厉害是非 争厉害是非 如果厉害是非 有定论也就算了 偏偏没有定论 没有确定 所以他心就乱了 每个人心都一团混乱 我根本不晓得什么才是厉 什么才是害 都是自以为是嘛 什么是是什么是非 对不对 今天我才看报纸还在吵说 台北市游行是27万还是100万 什么是什么是非 对不对 都给人在吵 都一流人物啊 在吵 对不对 在吵这个 所以都没有去定论的嘛 但是我们一天到晚就要争嘛 争个是非嘛 对不对 争个是非 然后把自己放在最有利的地位 到底什么是有利的 什么是有害的 对不对 许文龙不是代表台独意识的一个企业家吗 现在突然间说他反台独 怪了 是不是 这里面是非厉害在哪里 一流人物 不是说他们不晓得是非厉害 实在是确实没有确定的是非厉害 实在是没有 变化万千了 变化万千 所以如果我们的心呢 就是很无知的被引导到这个方向去 就是这样子 最后都自以为是 自以为是呢 这就很讨人厌了 对不对 事实上可怜就可怜在这 一开始就错了 一开始就错了 没有人指点我们的本心本性 没有人教你怎么样观自在 没有人教你怎么样跟先佛菩萨在一起 没有人教你恩哲教养父母 这不重要 从小我们的教育里面 这些现在以前古代圣贤之治还重要一点 以前奴者啊 在治理国家的时候 这些还是重要的 现在不重要 对不对 现在只重视说你功课好不好 你钱赚的多不多 这样子的教育 你叫他怎么教养父母呢 怎么去怜悯别人呢 不会的嘛 绝对不会的 所以要同情 同情众生的一种 被愚弄 他不只是无知 而且被愚弄 所以今天搞成这个样子 哪有真的那么坏 所以我们不用认同对方 最主要在这里 你不要说 哎呀他好坏啊 我先生好坏啊 我太太好坏啊 今天才有一位道卿 还专程跑到佛堂来 看到典安师 说典安师 我先生上次来上经典班 礼拜六来上经典班 回去以后说 听了典安师的课有很大的启示 我听了也很高兴 说哇 不知道有什么启示 他说典安师在课怎么讲 怎么讲 讲完以后就说 所以我听完以后 我察觉到 我已经忍耐你很久了 那他说他没有办法认同他先生 就过了几分钟 他先生突然间出现了 两个人 他老婆又跑掉了 先生又留下来讲一大堆 不是叫你认同他 而是怜悯他 怜悯他的 怜悯他的 苦恼 怜悯他的无知 怜悯他的恐惧 怜悯他的惊慌 怜悯他 没有受到很好的教育 没有受到很好的保护和引导 甚至包括他的父母 他的施打 都是一样的 所以相怜 这很重要 相怜 你说我要怎么去行义呢 就是怜悯就好了 这一点做到就好了 你要懂得怜悯 不要心中充满了 充满了一种批判 现在人都是充满批判 我时常听到有人在批判 他的老公 老婆 或者批判父母 批判子女 时常听到的 上回后学在台北 有一个很大的素食餐厅的老板 非道琴 跑来找后学 就说他餐厅已经 快经营不下去了 他先生也是做其他的事业 先生夫妻俩一起来找我 餐厅的老板是 那个昆道 先生的事业也是做得很糟 我就说你们得罪了土地宫 土地宫是代表福德政策 那有每天都在摆啊 我说不是那个土地宫 我说家里有土地宫 就是你老婆 他太太就说你怎么知道 反正就是跟这个钱道就跟他父亲搞得水火不容就是 父母亲你是不能得罪的 那是你家的土地宫土地婆 得罪就破财运 这是一定 什么都好得罪 不能得罪父母的 所以说我说你要跟你父母亲 跟你父亲和好 他那个先生 想了一下说 说到那个老万天啊 不可能啊 后来就没有再出现 所以没有办法怜悯 没办法直接觉得对方很可怜 仔细想想可怜之处太多 不要光看到可恨之处 可怜之处太多了 让则尊卑和 这都一个一个来的 你懂得感恩 你就会懂得去同情 去怜悯 对不对 你如果连感恩的心都没有人 更不可能去怜悯 懂得去怜悯 然后呢 懂得怜悯以后就懂得忍让 对 退让了 就懂得退让 让则尊卑和睦 你让我 我让你 不要争来争去的 不要在口舌上要争 理上要争 事上要争 前上也要争 生活上 生活细节 通通都要争 要争要占到强势 要占到优势 让 唯一的办法 要和睦 尊卑要和睦 所以尊卑和睦就是 尊就是讲父母亲 悲讲的就是孩子 那么尊讲的是哥哥姐姐 悲讲的是弟弟妹妹 那么尊呢 讲的是主人 这个悲讲的就是奴仆 因为他是讲给伟赤使听的 伟公家里面都有奴仆 现在人家里面 很多都有一些 这个庸人啊等等的 那个都要怎么样 和睦 不要老是想要占优势 想要把对方阿罗得 跳起这种想法 这样子的话一个人的怒气怨气就算他隐藏在里面就算一个庸人 他一股怒气隐藏在里面呢 都会招来不好的事情 他如果一天到晚在内心诅咒啊 那个家里面就会破个口 你都不晓得人的念力有多可怕 念力有多可怕 所以不要以为说我把你吃定了 我把你吃定了 你对我没办法 那就大错得错 那有人是先生很强势 或太太很强势 要把别人吃定了 或是媳妇很强势 或是儿子很强势 这个都是自以为 或者公公婆婆很强势 这个都是自以为得势 事实上破洞可大 要有漏啊 有漏洞啊 一定要和睦 一定要和睦 因为家庭一定要和睦 和睦的办法 只有唯一的办法就是让 还有什么办法 就是让 所有不和睦都是争出来的 都是争出来的 我一直让他 一直前进 后后 未堪得起 实在是 忍无可忍啊 所以忍则众恶无旋 所以下一句就是忍 让再来还要忍 不是说哎呀我让我就期望说你也让 万一大部分都是我让你也让 万一我让你不让怎么办呢 我忍嘛可以吧 我忍嘛 忍则众恶无宣 所有一切恶都没办法 喧哗起来 有时候有内恶外恶 恶魔恶魔 你只要心中起着恶念外面就有魔 要内恶外魔 很可怕的 忍 不要认为说我忍 我忍我就得癌症了 也有这种错误的观念 一般人忍气吞声是斗不过别人才忍 你要把忍 忍则众恶无旋 然后忍当作一种羞耻 当作化 得诚与忍 修行要得成就就要成就在这个忍 成就在这个忍 所谓坚持白忍 所以说坚忍 心性就是有这种特质坚忍 你在坚忍的时候 心性的那种力量 质感才会出来 忍得住的人 心的品质才高 心性的品质才高 就是忍得住 就忍得住 现在人都是忍不住 都忍不住 觉得自己怎么忍得住 控制不住 忍不住这口气 事实上谁忍不住 所谓忍不住 那是一定是从头到尾忍不住 才叫忍不住 不可能说我 在这个情形忍得住 在那个情形忍不住 这中风就是这样子 这个手不能动就是不能动 你不能说我看到这个人我手能动 看到那个人我手不能动 那不叫中风 那叫精神病 那叫精神病 中风应该就是全部不能动 那你说忍 谁忍不住 我看大部分人 面对老公老婆忍不住 面对父母亲忍不住 面对老板都忍得住 面对客户修养都很好 要赚他的钱的时候 你这边忍得住 你为了利忍得住 你为了恩义忍不住 这都莫名其妙 对不对 为了小事忍得住 为了大事忍不住 小劫忍得住 大德忍不住 哪有这回事的 这更重要 只是我们不知轻重 问题不在忍得住忍不住 问题在愚痴啊 想到我太太说 你讲话不要这样子 我突然间发现自己有这个习惯 我说我哪有 就好像有啊 我讲话会这样子吗 会啊 真的很糟糕 让人家忍不住啊 现在人 我太太说 现在人最讨厌人家这样子 我真的会这样子啊 蛤 蛤 真是坏习惯 真是坏习惯 所以忍则众恶无旋 你说你忍不住 没有这回事的 每个人忍功都是一流的 是不是 只是看对象而已 有看对象 这就是你自己的问题 愚痴啊 对象你要看 你应该要忍的是 你的老婆老公 父母亲小孩 这是该忍的 这是要永远跟你在一起的 这个不忍 你去忍那些可有可无 老板不好还要换个老板 老婆不好要换个很困难 那是很困难 父母亲要没得换啊 对不对 所以 什么该忍 什么不该忍 做不到 没有这回事 绝对做得到的 没有人忍不住的 每个人都忍得住 有人为了小力忍得住 为了大意 却忍不住 这是很奇怪的事情 我时常在车站坐车 就看到一些青少年 一看就那样子 很拽的那样 可是又要来卖个原子笔 大哥 大哥 大叔 什么都可以讲 很有耐性 你看他讲这笔 我跟你解释 最后你终于不买了 谢谢你 谢谢你 他对父母亲有这种态度吗 你说他忍不住 他心里一定很气 你跟我讲了半天 你也不买 可是他就忍得住 就为了那几块钱 他忍得住 就这样子流氓 他碰到老大的时候 他也忍得住 碰到警察 他也忍得住 他多凶 他说忍不住他的脾气 为什么警察来他就乖了 所以没有人忍不住的了 心性再恶劣人 人的忍功是全世界一流 人类的忍功 人类是很能忍的 但是我们自以为自己忍不住 那是自以为 没这回事 所以你要相信自己有忍的能力 法忍 法忍 于切法皆能忍 叫法忍 如果修行要入于忍位 能够法忍 碰到任何的因缘 我都能够忍 难忍能忍 这种能力是谁做不到 每个人都有的 每个人都有的 所以忍则众恶无宣 所以恩义让忍 好 这个就是一个在家羞耻的功夫了 在家羞耻的功夫 恩义让忍 若能钻目取火 与你定身红莲 所以恩义让忍 你就做下去 你不要认为 我这样子下去没有结果的了 我光去怜爱别人 我去孝养父母 我去让 我去忍 最后呢 我都是吃亏 我都是倒霉 那你就错了 钻目取火 钻目取火就是 木头这样钻 你要有恒心啊 一直钻一直钻一直钻 它终于会冒火的 你钻两下没有火啊 就放弃了 很少有人钻目取火 可以取得出来 因为没有耐性 只要你有一次的经验呢 你下次就会 钻目取火 乌尼定身红莲 今天我们人啊 就好像活在污泥里面一样 仔细想想看人生是不是这样 像泥巴一样啊 在里面打滚 越来越脏 越来越脏 刚刚静静的在这个人生的路上这样滚 越滚越脏 而且彼此都是灰头土脸 身边的人一个个都灰头土脸 越来越脏 在污泥里面打滚 但是呢你在恩义让人上面下功夫 你就会发现莲花会生出来 唯一的办法就是有恒心 钻目取火谁不会呢 最简单的嘛 对不对 就拿一个木头在另外一个木头上面一直钻一直钻 这个动作每个人都会 只是说你能不能一直持续而已 能不能够一直持续 如果你能够一直持续下去的话呢 火就会出来 智慧的火花就会出来 你就会有一种出污泥而不染的 这样子的一种绝受会出来 你会突然间发现自己活在这个世界 好像污泥中的莲花一样 不会受到污染 那种情绪 那种愤怒 那种忧愁 就是沾不到你心里来 很淡 就是惹不上来 你会察觉这样 那是很愉快的感受啊 你心中就剩下光明和慈悲 叫你怨恨别人也恨不下去 叫你紧张焦虑你也焦虑不下去 为什么 你已经变成莲花了 已经变成莲花了 其实就是在恩义让人上面下功夫 那这种功夫你在道场里面还没有 道场不需要你去做这些事情 大家都相处得好好的 不需要你去忍 也不需要下功夫 那么实啊 像钻木取火那样子 转兵相接 我们在道场忍呢 可以忍一死 在家庭里面就不同 所以最后 恩义让 凝聚在这个忍 这个忍是很重要的 很多人就是忍不住 像刚才后学讲的那位道青 突然间呢 两个都是老师 两个都在教书的老师 突然间老公跟老婆说一句 我已经忍耐你很久了 那事情大条 老婆一定想我忍耐你更久了 一定是这样子 这也是很多人 夫妻吵架常常说的话 对不对 我一嫁给你就开始忍耐了 我一跟你结婚就开始忍耐你了 你真的忍住了吗 哪有这回事啊 都互相伤害啊 互相批评 互相攻击 没有忍 忍不住各种的恶 恶念 恶行 恶缘就出来了 恶魔都出来了 非常可怕的 先由恶言到恶行 最后恶缘 最后恶魔 就是这样出来的 夫妻搞到变成仇人 像刚才讲那个 对父亲很仇视 父亲也很仇视他 今天后就还听到有一个 道琴讲说他婆婆 吹着胸脯在那边喊 喊另外一个媳妇的名字 说如果他讲那个俗路名字 如果他出去外面没有被车子撞成粉碎 我死也不甘愿 讲那么毒的话你看看 讲那么毒的话就垂着胸脯这样子讲 那这个人是比较忍不住的人 其实很多人心中都有那种很怨毒的想法 婆媳也是很有深的因缘 才会做成婆媳 搞到彼此怨恨到这个程度 当然呢 媳妇听到这个话 一定也会诅咒回去的 所以呢 尤其这个人 后学是很了解的 在家庭里面的那种人 短兵相接的那种人 在家庭里面 你面对的是很多群体 很多很多的人 各式各样的因缘 而且都跟你有密切关系 你要忍得住 到一个程度以后 你就会突然间发现自己解脱 不是死了 是心性的解脱 突然间发现 诶 怎么不在乎了 注意这点了 这就表示莲花出来了 怎么不在乎了 以前让你这样子 刚刚讲那个婆婆垂心肝 对不对 那你那样垂心肝的那样子的痛苦 怎么突然间不在乎了 这就是 姑女能定生红颜 注意定生红颜 注意这个定字 一定的 主师不会骗我们的 一定生红颜 不信我看了一下 我们到现在脸好像都有写的 忍不住三个字 动不会掉 那你就没办法 生红莲 火中生莲 好手犹如火里莲 我们要当老祖师的好帮手 就要像火中的莲花一样 好手犹如火里莲 火烧不化的 火烧不化的 苦口的是良药 逆耳必是中言 有很多话听得很刺耳的 现代人大部分都喜欢听顺耳的话 什么是顺耳的话 就是捧你的话 爱人婆简单的说 所以没有捧你啊 相反的你有错误 我中言直见 这叫逆耳 听得虽然很难受 可是一定是中言 所以我们不要光听到难听话就生气 你生活习惯不好 说话 没有讲信用 或者你的一些行为不够连结 你听得很难受的话 但是有人愿意跟你讲 就是中言 现在人不愿意去讲这些 不愿意去讲一些逆耳的话 会讲逆耳的话的多半都是什么 真正关心你的人 真正关心你的人才会去讲一些逆耳的话 讲一些不重听的话 看到 这是很难得的事情 比如说旁观者清 当局者迷 如果要听得尽一些逆耳的话 要想人家的动机是什么 要想清楚 他为什么要讲这些 大家好好相处啊 你讲一些捧我的话 大家高兴 互相捧来捧去 随时准备 要听逆耳的话 不要光想听人家称赞你的话 肯定你的话 为什么呢 下面有讲了 改过毕生智慧 因为 只有逆耳的话 逆耳的话一定告诉你哪里错的 最逆耳的话就是这个 哪里做错的 哪里不对 人最怕被人家指责说 我这里错了 那里错了 最怕被这个指责 上回后学那边 有一位道秦 被人家倒账大概一千多万 然后就精神得了忧郁疹等等 好来找后学 他说 居然是我有检讨自己 我有过失 然后忏悔改过 可是我这个习性我改不了 我就是改不了 要怎么改呢 我说你改不了没关系 请弥勒祖师妙法无边 护辟我们来改变 护辟 护辟我 我们就直接在佛前叩求 弥勒祖师啊 你要妙法无边 要护辟我郭明毅 我有什么毛病 希望弥勒祖师 我没有能力改变 希望弥勒祖师帮我改变 他说我试过了 等下是有教过我了 我也记得我教过他 还是没有用 我说那你到底是 你说你有什么毛病要改 他说我就是太好心 这个话就很奇怪 但是没有方法 我方法错误 这个就很难 很难去改变 这个要怎么改变 这也不能算过时 他说我就是好心 要去劝我的小孩 我先生到佛堂来修道 那我方法错误 我就太强迫了 或者说了 让他们不顺耳的话 所以他们就反弹 就不愿意来 我就要改变自己 怎么样 说话更有技巧 等等的 我说你的问题不在这里 你所有的痛苦都不在这里 你的问题在于你什么 你知道吗 嗜财如命 你的问题在这里 我那我 他听不进去 我好好地跟他分析 然后他最后不得不承认自己 贪财财财 也超过性命 他不要命也要整天去想那个钱 事实上那些钱撩掉了 他还是生活得好好 比我有钱 我说你比我有钱 你有房有产 什么都有啊 你比我有钱 他有这么痛苦的 原因就是因为你爱那个钱 嗜财如命 后来他终于承认 终于承认 终于承认 就到佛前上回 你的主持 希望帮我改变我这个 嗜财如命的个性 这样才可以改变啊 对不对 那怎么办 他有位道卿呢 要跑来找我 讲说他在 买一栋房子 然后跟那个管理委员会 怎么吵闹啊 等等的 说人家怎么欺负他 他单身女郎 他没有结婚啊 他自己一个人 被人家怎么欺负 怎么欺负 讲了一大堆 那怎么办 我说事实上你所有人际关系 我很了解他嘛 认识他很多人 你说这个原因很简单 你就是计较 又尖酸苛薄 人家来跟他收管理会 他就斤斤计较 他就想要少算一点 人家已经给他少算了 他还要说话 这样靠小的人 靠小的人 又尖酸苛薄 所以就是闹翻了 我说你不只是这一点 你想想看你在跟你家人相处 亲戚相处 甚至道亲 会不会有这个毛病 他也不错 在道场 道亲就是这样子 就是说 好好很诚恳的跟他讲 他还是 他知道你是善意的 他还是 虽然很不高兴 还是听清楚 但是他自己想到说 我好像每一次 跟好朋友出去玩 有时候 大家不是有时候 一起出去玩 一个人先付钱吗 其他人再把钱拿给他 大家就抓着 放一口袋 他说他每次都不要走 我要算清楚 算清楚以后才要收起来 那每次都没有算错过 可是每次还要再算一遍 就是计较 斤斤计较 承认自己会斤斤计较 尖酸刻薄 所以呢 能够改过 才能够生智慧 就这个遮蔽住以后 就没有智慧了 那个人本来是 这两个人都是属于 头脑很好的 口才很好 反应很好的 可是就是 有过失啊 不肯改过 所以 一定要说到他改过 那就要有逆额了 那要说完 所以我们 当一个修行者 一定要随时准备听到逆额的宗言 是有真有啊 宁明不思啊 不要光想听好听话 一个弑君子 如果有真有 真有就是说 会跟你 这个真的意思是这个 这是孔子说的 孔老夫子说的 有好朋友会跟你讲 你错了 而且会跟你 而且会跟你呢 真到底 不是那种斤斤计较真理的真 跟你分析的很清楚 你确实是这样子有问题 要真有 不是随便讲一讲而已 他会很肯切的跟你谈 跟你谈 很肯切的跟你谈 这叫真有 另名不识 那你真的是 这辈子呢 你永远都有美好的名声 永远都有美好的名声 听不记忠言的人 最后呢 诶 一生的声誉可能到最后就毁于一旦 所以 因为会失去智慧 会失去智慧 在这个异经里面呢 有一个讲刑法的卦 叫做四合卦 四合卦就是讲刑法 那其中最严重的一个 这个四合卦里面有六根谣 我们学过异经了 那第六谣是最凶的 叫做和教灭耳凶 周公说啊 和教灭耳凶 是什么可怕的刑法 和教就是何等可怕的刑法 教就是刑法的意思 什么刑法 把耳朵给灭掉了 这不是说把耳朵割掉 耳朵割掉呢 不是很可怕的刑法 他意思就是说 耳朵听不见人家的劝告 这是最可怕的刑法 完全听不见忠言 那你什么坏事都可能做 那你不只是人间会失去性命啊 你下地狱去啊 你不是一死不足以 所以说百死莫属啊 死一百次都没办法赎罪啊 百死莫属 为什么 完全听不见 完全听不见忠言 孔老夫子 为了怕我们误解了 因为是戈耳朵的刑法 所以还特地解释啊 把这根要特地解释 叫做 何教灭耳凶 子曰充不明也 充就是失充嘛 耳朵 耳朵不明 所以我们常讲聪明 聪明聪明 没有智慧啊 没有智慧就是听不进忠言 最没有智慧的人 就是听不进忠言的人 这是最没有智慧的人 人家干嘛要跟你讲这些话 对他有什么好处 就是明明白白的 确确实实的看到你的错了 而且还会跟你讨论 跟你讨论下去 证明说 确确实实 所以改过必生智慧 所以我们要生智慧 不是读经月典可以生智慧 不是参禅打坐可以生智慧 所以要改过 智慧本来就有的 就是因为被过 被过失迷住了 什么过失最可怕 就是高度自我 只要别人认同 不要别人否定 这是最可怕的过失 最可怕的过失 最可怕的过失就在这里 过度自我 只喜欢听别人肯定的认同的话 完全没办法听相反的意见 没办法听相反的意见 这就是没有智慧 所以改过必生智慧 互短心内非贤 你没有互短 自己有短处 在那边互助 不管你外表的修养多好 你的心不是一个贤德的心 不是一个贤者 没有互短 不承认 自己明明有短处 就是不承认 就用各种的解释去保护它 鞏固自己 不愿意承认 不愿意承认 像我刚才讲的那位道琴 他实不承认说自己尖酸刻薄 他就完了 他永远都是 那我想机会来 他本来很多年 我从来也不敢这样讲他 机会来了 赶快讲一下 所以我们有机会 不要整天大家一起聊天 除了自己准备要听逆耳中言 有时候 你也要去不要怕得罪人 有时候也要去 真正好朋友 亲戚 亲人 尤其是亲人 不要用怒气 不要用情绪化 要很恳切很诚恳的 去劝告他 规劝他 你了解 靠近 像道琴 像后学那边道琴我都很了解 就在等 找机会 找机会要去 讲一些 针对他的一些 障碍智慧的一些毛病 因为相处久了 人家知道你没有恶意 上回后学那边有一位道卿 说要到佛堂 一日闭关修行 然后问后学说 他要怎么样子 这一天 一整天都跟外界隔绝 自己在那边静修 他要怎么样修此 重点在哪里 我说你啊 不管是口才 人才 悼念 资力 各方面 都很成熟 就好像一个 篮球选手 叫他 当前锋 当后卫 他都可以 叫他传球也行 叫他上篮也行 叫他灌篮也行 技术都是一流的 但是呢 上场达不到五分钟就要退场 没有耐性 没有耐性 我说你的问题就出在这里 没有耐性 什么事情热五分钟就没有了 听了脸就沉下来了 真的没有耐性吗 没有耐性我会修那么久了吗 后来 一到佛堂 他出来以后 他第二天就跟后卫讲 第二次啊 我在佛堂 我就是不承认了 所以上天就让我发现自己 他说 奇怪啊 好浮躁啊 那一天好痛苦啊 平常坐在那边看电视 看一整天也不会 也不会怎样 坐在佛堂 想要爬到 这个墙壁啊 在那边爬 想要像猴子一样爬到墙壁上去 啊 然后坐不住 竟然还躺到桌子上 什么的 浮躁到了极点 真的毛病 终于承认自己浮躁 非常浮躁 高度浮躁 这样才能够生智慧 很多人看不到自己的过失 像刚才后学讲这些道经 都看不到自己的过失 大部分人都只看得到别人的过失 看不到自己的过失 所以就必须要什么 逆耳中言 必须要别人来点你才行 大部分人都看不到自己的过失 大部分人呢 一生都在努力的告诉别人 告诉自己 我是对的 你是错的 我是对的 这叫互短 都在肯定自我 甚至修行也是一样 很容易掉到这个路里面来 一个修行应该越修呢 越会自我检讨 也越会接受别人的检讨 也有这个能耐 而不是越修越对 越修越对 所以圣人过多 贤人过少凡夫无过 越修越没有过失 应该越修越觉得自己过失很多 像孔子就这样检讨自己 孔子说 他检讨自己 做儿子没做好 做父母也没做好 反正做臣子也没做好 做什么都没做好 他觉得自己缺点太多了 孔子圣人尚且自我这样检讨 何况是我们 不要老是觉得自己都对 这叫互短 心内非贤 日用常行饶意 成道非游思前 在日用生 日常 生活之中 日用常行 常常行走在什么 饶意众生之中 你怎么饶意众生 怎么去帮助众生 就刚才讲的 恩义让人 恩义让人 然后改过 恩义让人改过 不互短 这个就是 常常走在饶意众生的路上 成道非游思前 不是不思钱财 不思钱财 不思钱财的这种饶意众生 就是帮助众生的 範围太狭窄了 这是生命的全面 恩义让人改过 这是生命的全部 生命就放光 全面放光 君子之光 这叫放光动地 所以 这个我们每天都要碰到 恩义让人改过 这是每天都要碰到的 在做这些事的时候 都是在什么 普度众生 最实在的 都是在普度众生 真正的度化 度就是要化 我们说度化度化 要怎么度 就是要化要敢化 要怎么敢化 你要做到 恩义让人改过 这不是说打坐 我做到身心脱落了 或是读经 我读到每一部经都通达了 或是讲课口落悬河 这是别人学不会的 但是恩义让人改过 是每个人都学都会的 每个人都学都会 要不要做而已 他会怀疑没有人做得到 你做到了 他就有榜样 他就会学 在家庭里面就是这样子 对不对 你一个感恩的人 你的子女 你的兄弟姐妹 就会学你感恩 你忍让 别人就会学你 你让 学你让 你忍 学你忍 一定是这样子的 我们这个生命像个模板一样 是可以印出很多 所以以心印心 你的心恩义让人 就会印出一大堆恩义让人出来 你的心贪嗔痴慢 就印出来就是贪嗔痴慢 一定是这样子 所以说 常行饶益 你说布施钱财 会比布施恩义让人 这种美德 改过 智慧 这种美德 能跟钱财比吗 不能比的嘛 菩提指向心密 何劳向外求旋 所以菩提 向哪里找 向自己心里找 什么是菩提 我们刚才讲 恩义让人改过智慧 这个就是觉悟 这是觉悟 这是心醒过来 心觉悟以后 应该就是这样子 心的美直就在这里了 能让能忍 能恩能义 能去怜悯别人 能去报恩 对不对 能报恩 这个就是 这叫菩提心 这就是菩提心 何劳向外求旋 菩提心绝对不是到深山去 到寺庙去 到西藏 到喜马拉雅山 到印度 去找大师 帮你灌井家祠 那找不到的 到外面求什么玄妙的修祠 是求不到的 何劳向外求旋 指向心 就在你的心里 觉悟就在你的心里 让那些沉睡的心灵 苏醒过来 你的感恩的心 要苏醒过来 慈让之心 忍辱之心 改过的心 苏醒过来以后 就是智慧心 大智慧现前 所以不恩不义 不让不忍 自己没有察觉 别人跟你讲的时候 又来了 我的手 这也是时常被人家警告的 察觉的时候 就是说自己没办法察觉 别人在提醒你的时候 你就要 宽然接受 像子录说的 文过则喜 比如说我们人太自以为是 别人自己没有这个毛病 别人自己好慈悲 别人跟你讲 我不觉得你很慈悲 一般人都说 足鼻啊足鼻啊 说这种话当然很高兴 你哪有足鼻 很肯切的 不是用calsay的 知道 我最近才学那个calsay很喜欢用 我觉得很传神 比那个尖章刻薄还传神 现在人都说话就好calsay 说话很刻薄 真正的 很诚恳的 告诉 那我们就要去改过 我说改过的方向在哪里 就在这个恩义让人 就在这上面 这四个字上面来改过 不要说哎呀改过范围太大了 这四个字大家总知道吧 好好的去问自己 有没有做到 没有做到就要改过 听说依此修行 天堂只在目前 听我的说法 依照这样子来修行 你看说的多简单啊 对不对 专目取佛 就这么有耐性的 就这几个字 都是我们本性里面的东西 而且日常生活中一定要用上的嘛 好 那你说 你要 对不对 你要 让的反面就是真 你要真吗 你不忍吗 你不忍好真 有什么用呢 对不对 我们都有经验 让和忍的经验不多 真和忍不住的经验太多了 太多了 都是越搞越糟的嘛 都是善缘搞成恶缘的嘛 一定是这样 所以听说依此修行 天堂只在目前 如果你心中充满了恩意 让人改过 智慧 那么天堂就在眼前 你就会发现生活的很轻松很愉快 到处都是光明 内外通明 内外都是光明 师父曰善之士 总需一记修行 见取自信 知诚佛道 法不相待啊 法不会在那边等你的了 所以要赶快见到自己的自信 依照这个寄予来修持 就可以见到自己的本性 我们的本性啊 不是说叫你去 去报恩啊 去怜悯人啊 去忍让啊 那个很高的目标不是的 见取自信 要发现这就是我的本来面目 这才是本来的我 要见取自信 就可以直接成佛 不用到寺庙里面修行 直接成佛 立地成佛 立地成佛 所以说你没办法到道场中来 你能够在这上面修持 做不到的时候 求弥勒祖师慈悲 用三宝 把自己的那种 不平之气 那种习性 烦恼给化掉 让佛力来加 但是目标找到 就像我们目标 要考上台湾大学 目标找到 目标要赚到一千万 目标找到 然后就努力去做 对 那些目标都不一定到得了的 那要看虎报看因缘 不是你努力就到得了的 学业事业的成就 但是呢 恩义让人 没有到不了 目标定了 一定到得了 因为那是你本有的 那不是外在 没有人跟你竞争 有人跟你竞争吗 恩义让人 没有人跟你竞争 所以那是本性 只是我们不重视它 不把它当做人生的目标 要见性成佛 不把它当做人生的目标 然后我毛病奇迹很多 没关系 恩义让人 那个发光体 那个黑暗宇宙中的发光体 就在我的生命里面 黑暗心灵里面的明星啊 就在我的心灵里面 灿燃放光 能看到它 让它越来越亮 老祖师慈悲 我最重视的是这个 你要问自己 重视不重视这个 这很重要 重视不重视你的佛性 所以就可以直成佛道 直接成就 直接成就 直接成佛 直接成道 不要等待啊 不要等待啊 法不相待 不要再等待下去了 眼前当下就要开始做 好 重落友谊却来相问 现在我要回答大家的疑问 后学现在居住的地方 有一个热门话题 那就是 返兴建那古塔 前几天与几位 别祖县的前嫌讨论此话题 后学认为 新建那古塔 没什么 经济实惠 又不占空间 而他们却辞反对票 理由是 因气太重 因为他们求到二十几年 而未开绝 所以后学便说 只要家里开设佛堂 开堂 而没有开佛堂 只要家里开设佛堂 有老母娘当家做主 诸天先佛同住一起 自然阳气十足 而他们却异口同声的说 你懂什么 你可知阴界的力量有多大 岂是佛堂的力量能制服 到时候敢都敢不走 后学听了以后很纳闷 为何求到这么多年的前嫌 而且也有参与法会的人 也会讲出这种话 这就是 认为那古塔的阴气太重 那古塔 阴气重 这也是事实 确实 收藏这些 这种领骨 这一定都是 一大堆的这种 阴鬼啦 魂魄啦 聚集的地方 可是任何东西啊 都是一正一反的 阴气重的地方 最好修行 你不修你就完了 越是阴气重的地方 你用三宝 你越会精 因为你会感受得到 你平常阳气很重 就好像你 就好像你这个 在太阳底下你烤火 不知道火暖 那个火炉啊 你不觉得它的暖 可是你是冰天雪地 你就知道那个炉啊 那个火炉有多暖 他像三宝的修持 有时候碰到这种 阴气很重的时候 特别感受得到 所以啊 在佛教有很多的 修行啊 都是要在坟场里面修的 有没有听说过 他在坟场里面修持 就是要 以阴来炼阳啊 以阴气来炼这个阳 阳气 所以这个 有时候阴气重啊 这个世界没有绝对的好和坏 阴气重你要怎么样吃 善于引导 那当然呢 你不喜欢纳谷塔你就搬远一点 你反对啊这些 这个是没有办法 没有什么是非定论 但是就说如果真的 我们现在先不谈说 他们反的成反不成 如果你真的 反不成了 必须要你买房子 又买在纳谷塔的旁边附近了 真的不得已的时候呢 这时候正好来羞耻 正好来羞耻 和阴气重啊 好好来这个 这个这个 练这个 练这个 这个叫什么 纯阳之气啊 特别容易练化的出来 所以我们常讲修罗场就是道场 有这个道理 所以什么是修罗场 家庭就是修罗场 本来家庭是家庭和乐 但现在的家庭大部分都修罗场 但大部分家庭整天都在炒的 吵架变成家庭里面的主要的东西 这就叫修罗场 那你在那种吵架的地方 你能够把它修成恩义让人 尊卑和睦 众恶无宣 上下相连 效仰父母 成功啊 那比在道场修快得多 道场修哪也能够修得那么精呢 功夫那么扎实 至于说求道这么多年的前嫌 也有参与法会的人 怎么会讲出这种话 所以你要 脸啊 对不对 上下相连 要可怜啊 修到这么多年参加法会 还会讲这个话 还会不明理 那还不够可怜吗 是不是 那还不够可怜吗 那一定有问题嘛 所以这个时候呢 就是我们 可以谈不要争论 可以谈的谈一谈 那你要追求什么生活品质 看你对于生活的要求是什么 追求生活品质 你要去反对纳古塔 我们也不能说是错的 反对纳古塔你也不能说是错的 那你赞成也不能说是对的 这个很难说的 重点是说 你在这种因缘里面 你怎么样子能够用智慧 去转为为安 对不对 这是最重要的 因事利导啊 转为为安 任何的因缘啊 都可以找到 对你有利的部分 一定是这样的 那关键就在智慧 还有就是你的修为 修为就在生活里面修为 这是最重要的 每天都有机会 你身边一大堆呢 来帮助你修行 比点传师还好 你身边那些人啊 那些让你呢 爱恨交织的人 那些人都是最好的 这种老师啊 师之啊 叫不善者善者之之啊 修道的之良 善良的人 心性纯善的人 就要靠这些心性不善的人啊 在跟他们相处 成全的过程之中 才可以成就自己 才可以真正的把自己的心性呢 练出来 修心练性 在佛堂里面那很容易啊 心性平和是很容易的 还有没有问题 好 请说 要从哪里才能找到那个有关理 那个六祖慧能大师 那小时候一直到他要绑五祖这一段的 那个五祖 好 请坐 那个只有直接去问六祖慧能 哈哈哈哈 就像耶稣一样 耶稣从小时候 到他开始传道 这个过程也是 不知道 那个更离谱 耶稣到悟道的过程大家都不知道 他怎么悟道的都不晓得 慧能祖师呢 已经跟我们讲了很多了 他重点有抓到啊 其他前面那一段有什么好 没什么好探索